第121章 凌乱的万天穴 第三更 怎么了 万叔叔 难道我猜的不对吗 龙野一脸疑惑的看着万天穴 万天穴嘴角抽抽 而他身后跟随他一起过来的 一尊天王级强者 大厦国战部的第五指挥官 也是一样 你认为是就是吧 万天穴重重的拍了拍龙野的肩膀 心里暗道 孩子 有些事 你还是不要知道了 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 我怕你心里承受不住啊 是的 这一颗万天穴只能叹气 要是让龙野这孩子 知道肖天策的真实身份 真正实力后 这孩子应该会被打击死 会被打击到废掉吧 万天穴说完 就向着尹昭哥那边走去了 这几天 大厦国这个女天才 世界级的女科学家 也是受了太大的惊吓 得好好的安慰下了 呃 啥意思啊 有保密条令 还是我的级别 也不能告诉我 不至于把万叔 我也是占卜的人啊 我可是战神初七啊 龙野一脸郁闷的吼着 在外面行走的万天穴 脚下一个猎 他现在很想回去 一脚把那伙踢飞 省得闹心 妈的 魏毛以前 还觉得这龙野 有着他爷爷龙战国之姿 但现在怎么感觉 就是个废物呢 万天穴不想再搭理龙野 现在他看见 龙野就闹心 就你这个年纪 突破个战神 还沾沾自喜的 人家都特么黄疾了 而且还是追杀着 你爷爷那种级别的 域外黄疾 求饶的那种 你还跟人家比 你哪来的勇气啊 一天天的 要不开除得了 自大的玩意儿 用着燕京战部总部 最好的资源 就突破个战神 有啥用啊 一天天的 还战神初期 你这样的存在 昨夜人家杀了多少个 人家连数 都懒得数一下 万天血腥里气的直抽抽 不行这次回去后 得告诉龙元帅一下 把这自大的孩子 好好教育教育 如果龙元帅不出手 他就出手 哎 可怜的龙野 这个夏晶一代的 盖世天骄 最厉害的领军人物 他丝毫还不知道 此刻大夏国战部的 第一指挥官 心里想要抱索他一顿的想法 已经快要压制不住了 终于 万天血在一大片废墟中 找到了尹朝哥 只是这孩子 这会儿跟龙野的状态 几乎没啥区别 也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默默的发呆 不知道心里在想着什么 直到万天血走到他跟前 咳嗽了两声后 他才缓过神来 尹朝哥看到万天血亲自过来 也是心里一惊 赶紧站起身 脸色有些苍白的 对着万天血拜了一下 万首长 您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万天血眼神中 尹朝哥欠声说道 孩子 抱歉啊 这几天 正好龙国战步出了一些事情 我们都被牵制住了 没能来天海保护你 哎 幸好你没事 但你放心 以后这样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了 我们战步派了一位天王过来 以后你的安全肯定没问题 谁知尹朝哥却摇了摇头说道 首长 不必了 我没事 其实尹朝哥心里 则是在想着 不用你们保护啊 你们派一尊天王过来 有啥用啊 他有种感觉 以后他再遇到危险的时候 陆还会过来的 若是那个时候 陆知道他有人保护 不来了怎么办 嗯 咱们的顶级女天才的脑回路 也是跟常人不一样的 而此刻站在万天血身后的 那尊龙国战步第五指挥官 也是嘴角狠狠地抽出了两下 你尹朝哥眼神里 那种嫌弃的眼神 是几个意思啊 老子 虽然是天王初期 但好歹 也是天王好不好啊 你至于这么嫌弃的吗 嗯 孩子 万天血也有些尴尬了 张嘴对着尹朝哥 欲言又止 尹朝哥眼神一亮 抬头看着万天血 无比期待地问道 万首长 你们龙国战步 能够联系上陆天王吧 你们不能让他回天海这边啊 你们肯定可以的对不对 不然这次 他怎么会来天海救我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救我了啊 万天血嘴角的肌肉 再次狠狠地抽出了几下 他真想说 我特么的跟人家不认识啊 而且我也没权利调动人家 人家跟我是同级别的存在啊 而且生死战之下 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应该也打不过人家 而万天血身后的 那有着天王级实力的 战步第五指挥官 也是嘴角狠狠地抽出了一下 他也终于明白 人家为什么看不上他了 原来人家有名声 想彻于外战场的 天神殿四天王之一的 陆天王守护 嗯 自己这实力 恐怕戒不下人家实招吧 这一刻 这位龙国战步排名第五的指挥官 排名前十的强者 只感觉到深深的心泪 是的 就是心泪啊 哎哎 抱歉啊 孩子 陆天王跟我们 嗯 跟我们也只是合作的关系 他也不属于龙国战步的 他属于天神殿的 只有天神殿的殿主 才能命令他 我没那个权限的 万天血这会儿 也是心泪无比 嗯嗯 我明白了 尹昭哥赶紧点了点头 万天血刚松一口气的时候 尹昭哥又赶紧对万天血说道 万首长 你把天神殿的殿主 介绍给我认识好不好 一来我早就想要见见他了 二来 我也想让他 把陆天王派过来 你看行吗 你别说你不认识他 我心里清楚 你肯定认识天神殿殿主的 对不对 万首长 求你了 你就给我介绍一下吧 我就想见见那个绝世人物 万天血文言心更累了 抬头看了看远处的夜空 看了看肖天策所在的方向 心里深深的叹了口气 我认识人家吗 嗯 我是认识的 但你用的这 我给你介绍吗 我听说 你都把人家招到你公司 当安保负责人了 你还要我给你介绍 还有 你真的以为 这次陆天王跟灭天王来保护你 是我安排的吗 我 我他妈做不到啊 你是凭什么认为 我就那么厉害的啊 万天血这会儿 心里都快哭了 你嘛 不带这么扎心的好不好 跟你们这群后辈年轻人聊天 我得少活好多年 万首长 您怎么了 您身体不舒服吗 尹朝哥见万天血脸色很不对劲 于是就赶紧关心的问道 万天血摆摆手 摆出一副龙国战步 二号人物的气势说道 没事 之前受了点小伤 那个招哥啊 接下来你就好好做你的招哥科技吧 那个天神殿殿主 等以后有机会了 我就安排你认识 你看行吗 万天血对尹朝哥摆出一副笑容说道 尹朝哥兴奋的指点头 随后又像是想起来了什么似的 又对万天血说道 对了 万首长 那我还有一个人想要见一见 虽然说一个月后 我自己也能见到他 但您这次既然来天海了 您就给我安排下呗 行吗 也省得再让我多等一个月了 您看行吗 万天血见尹朝哥不再追着 让他给他介绍天神殿殿主 于是心里就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随后笑着拍着胸脯说道 行 没问题 我们龙国大天才的这点小要求 我们还是能够满足的 行 你现在就说吧 你说 你想见谁 我万天胜给你安排 绝对让你见到 尹朝哥兴奋的点头说道 嗯嗯 谢谢万首长 嗯 我想见的人 就是军林集团的那个创始人 我们天海是六七年前的那个传奇 听说他消失了五年 然后前段时间又回来了 并且重新夺回了军林集团 听说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大 所以我就想要见见 那万首长 您看 您明天给我安排可以吗 我 万天血在听完尹朝哥的话后 突然就觉得心脏好像停止了 跳动一样 整个人都在夜风中彻底凌乱了 你妈呀 不带这么往我的 你这不还是天神殿殿主吗 有什么区别吗 万天血整个人都裂切了一下 嗯 万首长怎么了 我见这个人也不方便吗 尹朝哥有些疑惑的对万天血问道 眼神中带了一丝嫌弃 是的就是嫌弃的眼神 你堂堂一个大厦国战部的二号首长 给我安排下军林集团的创始人 也不行吗 我曹 我居然被人嫌弃了 我万天血 堂堂大厦战部的二号人物 居然被人嫌弃了 我曹 万天血心里凌乱了 但脸上却不敢表露出来 于是赶紧擦了擦脸侧的冷汗 装出一副高人的样子 笑着对尹朝哥说道 嗯 可以是可以 只是他现在不在天海啊 那个现在太晚了 这样吧 我明天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 问问他 什么时候回天海吧 万天血说完 为了找回一些面子 继续对尹朝哥说道 那朝哥呀 你除了这两个人以外 还想见见谁吗 你放心 这次我绝对给你安排 我给你保证 尹朝哥撇了撇嘴说道 没了呀 本来还想见一个人的 就是巍巍的老公 听说也是从域外占部退下来的 但是我见到了呀 算了算了 万首长你去忙吧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尹朝哥说完 还真的转身就走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继续做小发呆 然后小声的说道 什么嘛 还牛皮吹的那么大 结果我想见的人 都给我安排不上 我们的女天才 蹲在地上拿了点小棍 在地上画圈圈 诅咒万天血 不远处的万天血 嗯 有着半步巨拨及实力的万天血 实力强横的他 自然听到了尹朝哥小声的付费 一阵微风吹来 万天血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特冒 你让我怎么给你安排 啊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想见的三个人 就是同一个人好不好 你早就见到了 而且你都见了好多次了 你不带这么玩玩的行动 我老了呀 我老了呀 万天血心里狂吼道 他今夜过来 跟龙爷跟尹朝哥聊天后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万首长 您看尹家重建 我天海占步 这时汪天海跑过来 想跟万天血 会报一些什么事情 滚 你个废物 什么事都办不了 一天天的就知道球员 球员 这么多年了 你特么就不能突破个天王 啊 你个废物 哼 暴怒之下的万天血 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对 汪天海就是你了 要不是你废物 老子也不会大半夜的 跑到天海来 你就特么知道球员 球员 球员 求你妹啊 你别用全力 我承受不住啊 我曹 汪天海傻了 从十几里远处的废墟中 站起后 整个人都迷茫了 万首长为啥打我 我才四十多岁 突破到战神后期 不算差吧 你打我干嘛啊 我怎么就成废物了 汪天海傻了 看着再次满脸暴怒的 冲到他面前的万天血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今天上午之所以更新晚了 是因为我看了下评论 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天突然多了 好多故意的一星的差评的 对 就是故意的 有的连书看都没看 就故意差评的 很无语 心态有些不好 更新晚了些 抱歉 第122章 被吓傻的高正夫妇 第四个 第二天 清晨的朝阳照进屋内 萧天策睁开了眼 他好久好久 没有这样放松过 像昨天晚上那样睡得好了 他睁开眼 就看到躺在自己怀里的小小 以及躺在自己对面的妻子 一瞬间 眼前的情景 就让他心情极度舒畅 感觉到了一种由衷的幸福感 是的 这就是萧天策内心深处 最想要的幸福 妻子跟孩子都在 也许就是有感应一样 躺在他对面的高威威 也睁开了眼 高威威对着萧天策温柔一笑 伸手摸了摸萧天策脸 无比迷恋的说道 老公 饿了吧 我去给你做饭 你烧的 马上就好 高威威说完就笑着起身 但被萧天策伸手 又给摁在了床上 萧天策笑着看着高威威说道 老婆 嗯 怎么了 高威威疑惑的看着萧天策 没什么 亲一下 萧天策对高威威说道 高威威顿时脸一红 轻轻地点了下头 小声道 好 然后他的嘴唇 就往萧天策那边凑了过去 萧天策也仰起头 跟高威威亲了一下 哥哥 我没看见 我什么也没看见 你们继续 你们继续 羞羞 羞羞 躺在两人中间的小小 人小鬼大的用手捂住眼睛 但却留了好大的手指缝 高威威脸蛋疼的一下就红了 赶紧下床 就要出去给萧天策做饭 萧天策宠溺地在小小鼻子上 刮了一下说道 下次可不许再偷看了 萧天策说完 随后也就要下床出去 只是他下床的时候 却看到自己的鞋子没有了 他愣了一下 然后就听高威威说道 那个 那个 我看你鞋子很脏 所以昨夜 我就给你洗了 应该还没干 我去给你拿双心的吧 萧天策深深地看着高威威说道 昨夜给我洗了鞋子 萧天策沉默了 他前天在狱外战场上的时候 已经很注意衣服了 一点都没有沾染上什么东西 但他唯独忘了鞋 是的 他的鞋子 可是在尸山血海中走过的 高威威用水一洗 就能够发现端倪 果然此刻 他看到高威威的脸色一变 就明白 自己的老婆已经都知道了 老公 我去给你拿新的鞋子 那双鞋子扔了吧 高威威愣了一下 然后抬头笑着对萧天策说道 萧天策又看了 高威威好一会儿后 才点了点头说道 好 这一刻 高威威知道了萧天策消失的那两天做了什么 而萧天策也知道他知道了 但这一刻 两人都很默契的 什么也没说 一切都静在不言中 只是当高威威走到客厅的时候 陈淑珍已经把饭菜都做好了 陈淑珍见高威威出来后 就笑着对高威威说道 别忙活了 饭都做好了 你跟天策还有小小去洗漱吧 我也没敢叫你们 这会儿已经八点了 高威威点点头 然后就回自己屋里 给萧天策拿了一双鞋 等一家人吃过早饭后 已经九点钟了 萧天策正要带着高威威 跟小小出门的时候 尹昭哥突然给高威威打来了电话 高威威跟尹昭哥说了几句后 他就挂了电话 然后对萧天策说道 老公 先别出去了 赵哥跟义军姐要过来 萧天策点点头说道 嗯 那你在家等他们吧 我带着小小出去玩会儿 高威威眼神有些疑惑的摇头说道 别 他们说也别让你出门 他们也找你有点事情 萧天策眉头稍皱 他实在是不想搭理 那俩麻烦女人 但高威威这么说 他也没办法了 于是就点点说道 嗯 好 那就等他们吧 他们什么时候到 萧天策刚说完 门外的楼道里 就响起了走路的声音 高威威有些尴尬的 摊了摊手说道 这就到了 萧天策也是无语 高正正好在门口 就去开了门 只是高正打开门 看到门外的人时 顿时整个人就被吓傻了 站在门口被吓得一动 也不敢动 因为此刻站在他对面的 正是万天邪 大厦国战部内 除了龙战国以外 全是最大的万天邪 您您您 您是 您是 您是万 高正被吓得说话都结巴了 万天雪笑笑说道 嗯 你就是高正先生吧 我来找萧战神有些事情 请问 我能进去聊吗 就在这时 刚收拾完厨房的陈淑珍 也走了过来 对高正说道 你干嘛呢 赶紧让人进来啊 堵在门口干嘛 一点礼貌都没有 陈淑珍狠狠地瞪了高正一眼 然后他就赶紧把高正 巴拉到了一边 自己请门外的那些人进来 只是当他也看到万天雪的时候 他也被吓傻了 因为万天雪的容貌 他也经常在电视上看到 而现在真人就在他面前 您 您您是 万 万首长 陈淑珍被吓得整个人 也都跟高正一样的傻了 万天雪也是满心的无语 看看 自己在龙国普通民众面前 还是受人尊敬的好不好 心中叹了口气后 不得不把刚刚的话 又重新说了一遍 陈女士 能让我们进去吗 哦 请进 您请进 请进 我去泡茶 陈淑珍说着 就急急忙忙的 把万天雪一行人都请了进去 让万天雪等人坐在沙发上 而除了万天雪以外 还有尹昭哥 尹家家主尹正 天海战神汪天海 忠欲战神王长生 还有龙野 只是此刻 当万天雪他们刚坐下 心里震惊无比的高正 跟陈淑珍正要 忙着沁茶的时候 抱着小小的肖天策冷声 对万天雪说道 你来干什么 我这不欢迎你 出去 肖天策那是真的 对万天雪心里一肚子的火气 妈的 自己把事情都办完了 人也杀完了 你来了 你几个意思 你现在来 还有什么用 那个万天雪傻了 脸上的笑容 直接就僵硬在了脸上 碰 而这一刻 不只是万天雪傻了 正在忙着沁茶倒水的陈淑珍 跟高正也傻了 我曹 别闹 那可是大厦国战部的第一指挥官 真真实实的坐镇下金的大人物 自己女婿刚刚说啥 不欢迎她 让她出去 我曹 这一刻 陈淑珍跟高正真的都快吓死了 生怕万天雪生气 他们俩赶紧冲到万天雪跟前 急急忙忙的给万天雪赔罪说道 那个万首长 您别生气 您别生气啊 天策他 最近心情不好 嗯嗯 对 他这两天心情不好啊 陈淑珍也赶紧擦了下脸色的冷汗 一个劲的给万天雪赔礼道歉 万首长对不起啊 抱歉 抱歉 陈淑珍说完后 就赶紧对肖天策说道 天策 你怎么跟万首长说话呢 还不给万首长赔罪 哼 妈 你跟爸出去吧 这人是来找我的 你们先出去待会儿 等他们走了 我再跟你们说 肖天策也有些无语的说道 嗯 那个高先生 陈女士 你们也别大惊小怪的 无妨无妨 我们站不不讲究那些 不讲究 嗯 不讲究 万天雪 也连忙甘大的白手说道 只是他说完后 站在他身后鼻青脸肿的汪天海 跟龙爷 都不由得撇嘴 不讲究你大爷啊 昨天晚上 你可不是这样的呀 而陈淑珍跟高正心里 则是更震撼了 这时陈淑珍眼珠一转 连忙装作哭声 对万天雪说道 万首长啊 我们家天策冤枉啊 当初前江市的事 也只是他冲动了一些啊 您看 您能不能让他重回战部啊 陈淑珍说完 高正 高小颖跟高薇薇 也都赶紧看向了万天血那边 毕竟肖天策被战部开除的这事 是他们全家人心中的一根刺 都为肖天策感到可惜 万天雪心里真的哭了 你嘛 我比你们还想要 让他重回战部啊 但特么的 这不是我能够做主的啊 人家可是天神殿殿主啊 你们一个劲的 让他来我们战部 当着龙眼那样的小破战神干嘛 万天雪郁闷的嘴都在哆嗦了 而下一刻 高薇薇也走到万天雪跟前 深深拜下说道 万首长 我老公当初是为了救我跟孩子 您看您能网开一面吗 小小这时 也从肖天策怀里跳了下去 跑到万天雪跟前说道 爷爷 爷爷 您就让我爸爸回去吧 我爸爸可好了 他非常喜欢小小 我爸爸是最好的人 万天雪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这会儿高家人都求到他身上了 他再不表态也不行了 于是他疼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对着肖天策诚恳无比的说道 肖战神 我这次来 就是代表大夏国战部给你道歉的 当初的事儿是我们欠考虑 这样 只要你愿意回去 直即升一级 也不用去域外 大夏国内 你喜欢在哪坐镇 就在哪 如果你想在天海 我就让汪天海滚蛋 你要是想去夏京 我就让龙野滚蛋 你看如何 肖天策的眼神 这一刻已经变得极为阴沉了 看着万天写时已经很势不善了 眼中那危险的光芒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 但就在肖天策想要说话的时候 大喜的陈叔真跟高正赶紧回头对他说道 天策 答应啊 赶紧答应啊 高薇薇也看向肖天策 有些激动的说道 老公 小小也看着肖天策说道 爸爸 肖天策深深的吸了口气 对着万天血说道 万天写 这事儿 待会儿咱们再谈 你先让我家人出去 陈叔真跟高正 高薇薇 高小颖等人也是脸色一变 因为他们感觉到了肖天策身上的怒气 而且从史之中 好像肖天策跟万天写说话的时候 就从没尊敬过 哪怕一点点 但就在他们想要呵斥肖天策的时候 万天血赶紧对他们苦笑着说道 高先生 陈女士 你们还是先出去一下吧 这事儿比较复杂 我跟肖战神再好好谈谈 嗯 你们就先出去吧 陈叔真跟高正 这才深深的看了肖天策一眼后 带着高薇薇抱着小小走了出去 等到几人出去后 冷义军看着肖天策有些担忧地说道 肖天策 眼前的这可是万首长 你 你给我闭嘴 肖天策猛地对着冷义军一声爆喝 冷义军瞬间就闭嘴了 随后他脸色极为阴沉地盯着万天血说道 万天血 哄 随着肖天策话落 瞬息之间他身上就升起了一股强横至极的暴虐气息 瞬间锁定了万天血 他想要平静地生活 但这万天血倒是好 居然明目张胆地找到他家来了 而且 万天血带着那尹昭哥跟冷义军 或者这万天血 已经把自己的身份暴露给他们了 一时间肖天策心中的怒气疯狂上冲 整个房间内的温度瞬息之间就下降了太多太多 嗯 不是这样的 我真的是来代表龙国战不给你道歉的啊 肖 肖先生 你别误会 别误会啊 万天血这一颗后背都被吓出了一身的冷汗来 而冷义军 尹昭哥 以及龙野三个小朋友 看着如此对待万天血的肖天策 他们三个小伙伴都彻底惊呆了 尤其是龙野心里酸酸的 万天血啥时候这样对他说过话 晚安 大家早点睡 今天一整天状态都不太好 我调整下状态 第123章 重新认识下 天神殿主肖天策 第一根 呵 误会 行 都来了是吧 现在我妻子他们也都不在了 万天血 你确定 你有在我面前作者的资格 跟我平等对话的资格 嗯 肖天策冷笑一声 万天血今天带着这么多人过来 可能他的身份已经瞒不住了 没人是傻子 与其让尹招格冷一军 等人猜来猜去的 也没意思 反而很可能会再出一些 当初在北疆市的高价的那些蠢事 所以今天就最大程度的摊牌好了 也无所谓的 并且 他这次去域外战场 横杀一通 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个天神殿主 亲自坐镇天海了 瞒不住的 如果域外的一些敌对势力 要来对付他的家人 那他再隐藏身份 反而会不好 不如调动天海最强的力量 来给高薇薇做一个守护 所以 萧天策心中也一瞬间就有了决定 而在萧天策说完这句话后 屋内的众人都惊呆了 汪天海跟王长生 瞬间站起身 在萧天策面前尽力不语 态度尊敬到了极点 随后 王长生在萧天策眼神的示意下 更是走到门口 注意门外的声音 确保高薇薇家人都出去了 萧天策又给天一发了条信息 让他在外边拖住高薇薇等人 不让他们上罗回家 这会儿 天一正跟高小颖 高薇薇 以及陈淑珍 高正在楼下远处的公园里聊天 陈淑珍一脸担忧的看着天一 看着这个自称是萧天策 护卫队队长的人 说道 听 天一 天策跟万首长在上边谈是没事的吧 我看天策的态度很不对劲啊 他可别办傻事啊 这次万首长亲自过来找他 这是个机会啊 他能够重回战步的机会啊 陈淑珍说完 高正也极为紧张 跟担忧的看着天一 高薇薇没说话 但也担心无比的咬着嘴唇 天一心里挺无语的 得罪万天血 嗯 以着大哥那脾气 好像是真的想要揍 那个老鹰敌顿的 最开始见万天血的时候 万天血就是一个天王 而现在 居然身上弥漫着半部巨婆级的实力 真特么的 隐藏实力 真是有一手 亏当初他们一群人 都以为大下搏战步 除了龙战国以外 并不怎么厉害呢 尼玛合着一个个的 都在隐藏实力啊 我擦 下一刻 天一笑着对陈淑珍说道 他会回去当个战神 如果只是这个程度的话 那我大哥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天一意味深长的笑着 嗯 天一 那天策怎么想的啊 重新回去当战神不好吗 而且万首长也说了 只要天策愿意 他随时都可以回去的 是去天海 或者去燕京都可以啊 高微微担忧的说道 是啊 天一哥哥 你就劝劝我姐夫回去吧 那可是战神啊 我姐夫这些年在域外征战 他真的就舍得彻底离开战步吗 高小颖也对天一说道 是啊 天一先生 您看 您现在也不让我们上去 我知道 我跟他们上去也没用 您也是战步的人 又是天策的亲卫 那您就上去行吗 高正也一脸急切的说道 天一坐在公园凉亭内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 意味深长的笑着说道 哎 叔叔 阿姨 嫂子 小颖 你们为什么非要让大哥回去做个战神呢 难道让我大哥回去 当个战步的指挥官 不好吗 一个天王级才能够担任的 麾下可以管辖十大战神的战步指挥官 他不香吗 干嘛非要回去当个战神呢 我大哥呀 他如今已经是天王级强者了呀 比战神强太多的天王级强者呀 真正的一方霸主啊 为什么非要回去当战神呢 天一笑的意味深长 什么 天策 他是天王 他能够跟万首长一样的 担任龙国战步的指挥官 下面管辖一堆战神的天大的人物吗 陈淑珍瞬间就震撼到了极致 嘴巴张得大大的 天策 是天王级的强者 高薇薇也美目张得大大的 眼神中震撼至极 因为之前有尹昭哥跟他说过 域外势力的划分 域外战场 还有着比战神更加强大的天王级强者 原来 原来他的老公 就是那天王级的强者 嗯 呵呵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一尊天王级强者 远超战神的一方霸主级人物 龙国战步啊 现在他们是求着大哥回去呢 而且 这次尹家遭难 大哥因为嫂子的关系 也去帮了那尹家一次 而这一次 若不是大哥出手 他尹家早就灰飞烟灭了 这是大功 所以万天圣才会过来 但若他们的诚意 就只是一个战神的话 那我大哥不回去也罢 因为 凭什么啊 而高正跟陈淑珍 虽然不知道 天王级是什么样的存在 但他们在电视上却是知道 在龙国战步中 天王级的战步指挥官 是要远比坐镇一方的战神级存在高的 就比如 龙国战神级强者 有着大几十位 甚至上百位 但天王级的指挥官 却是只有六个 高正震撼无比的说道 那 那天策 以后就会是大下国战部的第一指挥官了吗 天一笑着点点头 是的叔叔 所以你跟阿姨可不要再担心了 也不要再劝大哥回去当个战神了 是吧 能当指挥官 干嘛去当个战神啊 对吧 嗯嗯嗯嗯 下一刻高正跟陈淑珍 全都兴奋至极的点头 一家人都快高兴的疯了 尼玛 那可是战部的指挥官 天大的人物啊 以前只在电视上能够看到 如果肖天策能够担任龙国战部的第七指挥官 那就算远不如万天血 但那也是一样级别的人物了呀 天一看着一群兴奋至极的高家人 不再说什么 心里则是有些暗笑道 哎 嫂子 大哥的身份 就先给你透露到这里吧 你先消化消化 等你消化完了 大哥的所有身份 就能够全部告诉你了 嗯 天一现在跟高家人说肖天策是天王级的事情 也是肖天策让他说的 他的身份 也是该进一步暴露给高薇薇看了 也给高家人暴露一些 至于天神殿殿主的身份 现在还不能够让高家人知道 那太恐怖了 而且某种意义上 天神殿殿主的身份 就像是一个杀手组织的头头 这点一直在龙国内生活的高家人 并不一定能够接受的了 所以这次肖天策告诉他们 他将拥有一个天王级龙国战部第七指挥官的身份 就已经让他们无比激动跟自豪的了 而事实也果然如肖天策想的那样 这会儿 梁亭里面的高家众人 已经被天一的话震撼的傻了 下一刻在极度震撼中的高小颖 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赶紧对天一说道 天一 那我姐夫是天王级的指挥官的话 那你又是什么实力啊 姐夫每次出门 都让你以及几个兄弟 保护我姐 你是什么实力啊 高小颖问完 高薇薇也不由得看向了天一 是的 高小颖的这个问题 也是他一直忽略的 就比如上次尹昭哥回来那天晚上 尹家有着战神级别的杀手来袭 但天一就出现在了他身边 告诉他安心参加宴会 别的不要去礼会 天一喝着一口茶笑着说道 大哥是天王级 那我作为他的护卫队长 又怎么可能太弱呢 你们要是真想知道的话 我的实力也不用隐瞒呢 我是战神级 还有你们前两天见到的那几个护卫 也都是战神级 在大哥心中 最重要的就是你们 所以 当然要派最强的人 来保护你们啊 问 高薇薇心里一颤 怪不得那天晚上 一尊战神级杀手来袭 天一那么自信的跟他说 不要担心 没事情 也怪不得 那天晚上 尹正跟他说话那么客气 也怪不得那天晚上 尹家遭遇了刺杀 也坚持把宴会办完了 原来那天晚上的宴会 压根就不是尹家保护的 而是自己的老公 派了十尊战神过去 十尊 十尊战神啊 高薇薇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轰高家人再次深深的震撼 萧天策 你 你为了我 连战部指挥官都要放弃吗 高薇薇闻言 眼圈突然就红了起来 身子不由自主的后退了两步 心中感动万分 天一发现了高薇薇的不对劲 于是就深深的看了高薇薇一眼 站起身 无比认真的面对着高薇薇 而下一刻 天二到天十等九位战神级护卫 也全部在远处浮现出了身影 十位战神级强者 对着高薇薇深深一拜 天一更是对高薇薇说道 嫂子 之前大哥之所以不告诉你 就是怕你一时间接受不了 但现在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也不要太过自责 在大哥心中 宁可杀几尊天王 也不愿看到你流泪 而且现在万天雪 这不已经代表龙国战步 让大哥回去了吗 高薇薇眼中含着泪花 眼眶通红 他深深的吸了口气 抬头往楼上 萧天策所在的方向 看了一眼 久久无言 当初他放弃的 原来不是一尊战神的权位 而是 而是天王级的战步指挥官吗 萧天策 你到底为我付出了多少 我值得你量作吗 高薇薇心里难难着 而此刻高薇薇 以及高正 陈淑珍 高小颖 小小 看着他们视线内 十尊战神对着他们弯腰败下 心中的震动 已经到了天上 十尊战神啊 那可是十尊战神啊 一尊战神就能坐镇天海 那十尊呢 而现在整整十尊的大下国战神 对着他们弯腰败下 这是何等的荣耀 这是何等的震撼 我 我到底拥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女婿啊 我 我当初还不想要人家 我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啊 后悔死了 幸好 幸好天子没跟我一般计较啊 我 我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大下国战部的指挥官啊 电视上才能够看到的 全是最高的指挥官啊 陈淑珍碰的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被震撼的傻了 这里不要说 现在就把天神殿殿主的身份 告诉高薇薇跟高佳人 他们一直生活在大下国 很难接受天神殿殿主那种身份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那并不是正统 所以 有些事得一步步来 在高薇薇这边 大家考虑下逻辑就好 第124章 重新认识下 我是天神殿殿主萧天策 中 第二个 萧天策你 屋内 尹昭哥此刻 也觉得萧天策有些过分了 他也感觉高薇薇的这个老公 怕不是真的疯了 居然说出万天雪 没有资格在他面前作者的话 尹昭哥这会儿 整个人也不好了 跟冷义军一样 生怕万天雪生气 若是因为这 萧天策不能再回战步的话 那他跟冷义军 该怎么去跟高薇薇交代 你也一样 给我闭嘴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你比冷义军还要麻烦 萧天策生气的 对着尹昭哥吼了一句 尹昭哥当场就惊呆了 愣愣地看着萧天策 看了好一会儿 只是正当他 想要跟萧天策吵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 坐在他身边的万天雪 苦笑了一声 那一刻 尹昭哥跟冷义军 眼睛瞪得老大 这特么什么情况 昭哥站起来 不要说话 这时 尹正小声地 拉了尹昭哥一把 尹昭哥被他拉得站了起来 他感觉很不对劲 就是因为万天雪 对萧天策的态度 很不对劲 非常的不对劲 汪叔 那我是站起来还是 还是站起来 苦逼的孩子 龙野这会儿 见他身边的汪天海 跟万天雪都站起来了 他也不敢再坐着了 虽然萧天策没搭理他 但这会儿 他是真的不敢再继续坐着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就是突然觉得 心里有些慌啊 这是咋了呀 这是咋了呀 别吓我啊 这他妈是咋了呀 龙野心里疯了 是的 真的疯了 我他妈是在做梦吗 龙野狠狠地掐了一下 旁边的汪天海 用力无比之大 汪天海直接把战刀抽出来了 狠狠地瞪着龙野小声的道 你他妈再捏老子一下试试 此刻万天雪深深地叹了口气 脸上堆满了苦笑 对着萧天策说道 那个 你也别生气 这次我们战步 真的是碰上了很大的事情 所有天王级以上的高手 全部过去了 就这样我们 还损失掉了几位战神 我们当时是真的 真的抽不出人手来啊 萧天策冷笑一声身子前倾 死死地盯着万天雪说道 那今天你把我妻子 那俩闺蜜带过来 又是几个意思 暴露我身份吗 万天雪赶紧正色地摆手说道 没 没 真没有 真没有啊 他们俩也是过来感谢你一下子吗 别生气 真的别生气啊 滚蛋 少特么给我来这套 姓万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几个老家伙 打的什么主意 很好 很好 刚刚逼得我丈母娘 老丈人 还有我妻子 跟女儿 跟你求情 让我回战部室吧 姓万的 你行 说吧 今天这事怎么交代 待会儿 我该怎么去面对他们 难道我去你战部当的战神吗 嗯 萧天策看向万天雪的眼神中 已经极度危险了 我操 我出力 我出力 你别生气 别动怒 我可打不过你 淡定 淡定 淡定啊 万天雪眼见萧天策的眼神 已经很不对劲 顿时心里就慌了 尼玛 对面坐着的那尊大神 可是狱外战场的 绝对霸主巨博呀 昨天还追杀了一尊黄极 一天一夜呢 最后逼得那尊黄极 都特么绝望了 所以 万天雪心里无比确定 他绝对不是萧天策的对手 就算有这么多人在 他不相信萧天策 能把他打残 但要是让他出丑了 他一世英明的形象 可就毁了呀 而此刻 龙野 冷义军 隐昭哥三人的眼睛 也是瞪得大大的 龙野心里更加的疯狂了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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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叔你啥意思 那个萧天策又是啥意思 他不一直都是战步的 域外战神吗 你们这啥意思 难道不是吗 那特么燕京传遍的消息 又特么是怎么回事 龙野一边心里震撼 一边又把手伸到了汪天海身上 汪天海蹭了一下 就把刀架在了他胳膊上 你特么没完了 你要是不相信 你特么念你自己去 这时 萧天策也不管那撒多么震惊 他就是盯着万天雪说道 好啊 你处理事吧 行 那你来说说 你想怎么处理 万天写小心翼翼的擦了下脸侧的冷汗 说道 那个 要不 要不我让战国退位 你去当个元帅 管战步 都给你行吗 哄 万天雪话落 顿时屋内的三个熊孩子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们震撼的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萧天策眼中的寒芒更盛 咬着牙说道 万天雪 你说呢 万天雪再次擦了擦脸侧的冷汗说道 其实我也没说错 这不就是早晚的事吗 你的身份也快隐藏不住了 迟早的事 万天雪说着说着 见萧天策想要站起身 于是就赶紧摆手说道 别别别 别冲动 别冲动 要不 我给你在战部挂个名 战神不行 那就挂个天王 职位 就挂个大厦战部的第七指挥官 你看咋样 这时 万天雪说完这话后 不只是龙眼 冷义军跟尹昭哥三人不敢相信了 就连尹正 汪天海 王长生 也震撼了 万天雪那话啥意思 还真的要让店主接管站部吗 滚蛋 你们几个老狐狸 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我很清楚 现在我明确告诉你 你也得我告诉龙战国 老子这辈子都不会接管站部 让他 另外找接班人去 萧天策怒气冲冲的说道 刚说完后 他看到了龙眼 于是就伸手指着龙眼 对万天雪说道 对了 别来烦我 这不有一个吗 还是龙战国的亲孙子 他接管龙国站部 不是更合适 我 不知道为什么 在听萧天策这么一说后 顿时就兴奋了 赶紧跳出来说道 滚蛋 滚一边去 谁知龙眼刚说完 万天雪就直接一脚踹在了他屁股上 把他给踹得老远 龙眼那孩子被刺激的傻了 呆呆的坐在地上 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 啥意思啊 我龙眼还不够格吗 我可是战神啊 29岁的战神初七啊 哎呀 下一刻 万天雪不再搭理龙眼 而是继续小心翼翼的看着萧天策说道 那个 要不就这么定了吧 万天雪咽了口口水 毕竟这次真的是他们欠萧天策的 而且这个人情欠大了 萧天策出手帮他们灭掉了两尊半部皇级强者 更是去了一趟域外战部 一夜之间 图了88座敌对大厦国的域外势力据点 这一役之后 针对大厦国的域外联盟 恐怕得需要好久才能够恢复过来 所以 这次万天雪 才不得不亲自来天海一趟 一方面是给萧天策赔罪 一方面是给萧天策道谢 而若说到大厦国战部的晋升 需要的攻击点的话 别说一个直航官的直级了 就算是接管整个大厦战部 就光前天晚上那一夜 萧天策所做的攻击都够了 战神级最少杀了几十个 天王级好几个 半部巨博级三个 重伤了一尊皇级后期 这样的攻击 在大厦战部 除了龙战国以外 已经再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了 萧天策深深地皱了皱眉头 其实他心里知道 这次从大厦国战部里面 要一个天王级的指挥官职位 应该是避免不了了 他早就预料到了 要不然之前也不会告诉天一 让天一跟高薇薇他们说下了 但有些东西 面子上的事情 还是要去做的 万天邪主动上赶着给 跟他自己去跟万天圣去要 这是不一样的 这会儿 萧天策故意沉默了好久后才说到 行 但是我有几个要求 第一 我只是挂职 你别给我通报到域外去 第二 也别干涉我的自由 第三 别给我派任何任务 或者你敢派一下试试看 萧天策眼神极为危险的 看着万天邪 而万天邪见萧天策点头后 就赶紧兴奋的点头 随后拿出手机 当着众人的面 就联系了龙战国 视频接通后 万天邪就说了一下萧天策的要求 视频那边的龙战国 正在一间会议室内 他点了点头说道 行 战部第七指挥官 我都同意 天邪 让我跟那孩子说句话 随后 万天雪就把手机递到了萧天策面前 萧天策冷脸说道 你想说啥 视频对面的龙战国笑了笑 然后无比真诚的看着萧天策说道 孩子 谢谢你 谢谢你为龙国所做的一切 我老了 我真的希望有朝一日 你能接管大厦战部 真心的希望 萧天策摇头冷笑道 没兴趣 给你孙子吧 你孙子也不差 也是战神了 萧天策说完 就把手机扔到了 坐到一边的龙爷怀里 龙爷脸色无比严肃的 看着视频上的他爷爷 大厦战部的最高统帅 无比认真的点了点头说道 嗯 爷爷 我感觉萧天策说的对 随后龙爷深深的吸了口气说道 我愿意 我愿意接管战部 爷爷你放心 愿意你大爷 你个废物 到现在才修炼到战神初期 谁给你的脸 赶紧特么的给老子滚回烟精来 别在外边丢人现眼 你个废物 看见你老子就气不打一出来 赶紧给我滚回来 视频那边的龙战国 听了龙爷的话后 直接就暴怒了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说到最后 愤怒的直接就把手机给砸碎了 我 龙爷整个人都不好了 茫然的看着被挂断的视频 一脸的猛逼 我是谁 我在哪 刚刚那真的是我爷爷 我 我真的是他孙子 第125章 重新认识下 我是天神殿主萧天策 下 第三个 萧 萧 萧天策 你 你 你到底是谁啊 这时总算是稍微回过来一点神的冷义君 对着萧天策问了出来 他艰难的咽了口口水 刚刚萧天策跟万天血谈话的信息量好大好大 大到他已经不敢去想象了 他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明白为什么万天血在带着他们来找萧天策之前 必须让他们签署一份级别最高的SSS级的保密条例 此刻他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了 天大的不对劲 自己那傻白天的学妹的这个突然出现的老公 萧125年后再回来的老公 很不对劲 他的身份太不对劲了 萧天策冷冷的笑了下 站起身 走到冷义君面前 看着他的脸悠悠的说道 你不是早就想认识我一下了吗 你不是第一次见面时 就已经知道了吗 冷义君抬头看着萧天策 下一刻 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一个情景 那就是当初第一次他跟萧天策吃饭的时候 他怀疑萧天策是军林集团总裁的情景 一瞬间他眼睛睁得更大了 傻傻的看着萧天策 你你你 你是你是 冷义君这会震撼的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但萧天策没有在搭理他 而是又走到了尹昭哥面前 说道 你不是一直在说 你想要见见军林集团的总裁吗 六七年前的那个创始人 这话是你说的吗 尹昭哥这会儿 心里已经怀疑了一些什么 见萧天策这么问 于是就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说道 嗯 我是一直都想要见见军林集团的那个创始人 那个六七年前 天海式的传奇人物 萧天策点点头 看着尹昭哥跟冷义君说道 好了 你们俩听好了 别再给我瞎怀疑了 也不要跟微微暴露我的身份 不然 你俩完了 现在听好了 我就是军林集团的总裁 当年军林集团的创始人 萧天策 好了 现在听清楚了吧 嗯 你你你 你就是军林集团的总裁萧天策 你你你 军林集团的总裁姓萧 尹昭哥性感的小嘴张的老大 眼神中充满了不可置信 萧天策无语道 我都说了 我是军林集团的总裁 萧天策 难道我不姓萧 嗯 你应该说的是以前的萧寒业吧 嗯 那是我以前用的名字 现在明白了吗 萧寒业就是萧天策 只不过现在 我不叫那个名字了 那么 现在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你你你 无 对了 传闻军林集团的总裁 萧失了五年 萧朝歌手只颤抖的指着萧天策 一时间根本就说不出话来了 萧天策无语道 难道我没消失五年 萧昭哥文言傻了 过了会儿后 萧天策有些不耐烦的看着萧朝歌问道 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吗 那现在你见到了 你不是想对我说些话吗 那现在你说吧 我听着 我 萧昭哥眼神中还是充斥着不信 萧天策无语 随后拿出手机 对着墙上打开了一个投影 对萧昭哥说道 行 还不信 是吧 好 看好了 随后 萧天策说完 就拨通了当今军林集团的副总裁 任平生的视频电话 那边很快就接通了 下一刻正站在军林集团总裁办公室内 任平生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萧天策客厅的墙壁上 萧总 你有什么吩咐 投影上传出了任平生恭敬的声音 而任平生也恭敬的低着头 等待着萧天策的吩咐 萧天策看着任平生说道 没事 就是把你投影出来看看 行了 我这没事 你一边玩去吧 萧天策说完 就直接挂断了视频 而此刻军林集团总裁办公室内的人平生 心里又疯了 我特骂 你把我投影出来玩玩 我操 人平生身子都气得颤抖了 你妈 老子要辞职 老子要辞职 不带这么玩我的 不行 我得赶紧吃药 得赶紧吃药 而此刻 萧天策家里大厅内 萧天策看着彻底傻眼的尹朝哥说道 行了吧 现在行了吧 可以了吗 嗯 我确定了 但是你 你 尹朝哥心里也快震撼得疯了 原来自己想见的人 就一直在自己身边 自己早就见到了 不行 我要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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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万天血悠悠的开口说道 那个 萧先生 尹小姐 还一直想要见见天神殿的店主大人 这您看 萧天策心里极度无语 眼前这个尹朝哥 是傻子吗 老子特么都叫了两尊天王级强者去保护你了 你还没猜出我的身份 索性这次一次性暴露了完事 省得这俩那个地方大 但无脑的女人 一天天的在自己老婆面前瞎比比 于是她就盯着 还没有缓过神来的尹朝哥问道 你还想见见天神殿店主 尹朝哥下意识地点头道 嗯 是 是啊 我一直想要见见她 萧天策点点头 又对着尹朝哥 第二次伸出手说道 你好 我是天神殿店主 萧天策 有何指教 啊 尹朝哥 冷义军 龙眼 萧天策一看尹朝哥那表情就明白了 这傻妞 估计跟刚刚一样 又不信吧 行 她也懒得再多说一句废话 于是直接拿出手机 又往墙上投影出去 拨通了鹿的加密号码 下一刻 已经重新回到域外战场上 背着大剑的鹿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墙壁上 而在鹿的旁边 还有着一身黑衣的面 大哥 怎么啊 投影上传出鹿低沉的声音 萧天策对鹿说道 没什么 我问你 我是不是天神殿店主 你的店主 鹿嘴角狠狠地抽出了下 店主 别闹 我跟面 现在正去找白灾的路上呢 你要没事 我就挂了 鹿说完 就表情很不对劲地 挂断了视频电话 而在路挂断之后 尹昭哥被震撼的脸 都没有血色了 手指颤抖地指着萧天策说道 你你你 你还是天神殿的店主 萧天策不耐烦地说道 废话 你要是再不信的话 就去问万天盛 你不是一直想要认识我吗 现在说吧 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我跟你貌似没啥交情吗 尹昭哥彻底凌乱了 说道 天神殿店主 是五年之间 就在域外战场上 建立起了天神殿的 萧天策像是看傻子一样的 看着尹昭哥说道 你刚刚自己不都说了 我消失了五年吗 下一刻 尹昭哥终于反应了过来 震惊无比地说道 我曹 你你你 你是说 五年前你离开天海后 就去了域外战场 然后建立了天神殿 所以 五年前军林集团的 那个创始人也是你 天神殿店主也是你 萧天策满脸黑线地说道 废话 不然呢 怎么有问题吗 你还觉得 哪里对不上吗 没 没有 尹昭哥傻傻地说道 萧天策点头说道 嗯 行 既然你没问题了 那就说是我的问题 我就纳了闷了 你尹昭哥 你堂堂一个天海市的顶级才女 你老那么想着 见我干什么 咱俩是有什么交集 还是我对你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 而又伤害到你的事情 萧天策无比疑惑地看着尹昭哥 他之前就听他妻子高薇薇说了 尹昭哥想要见三个人 一个就是他的老公 一个是军林集团的创始人 一个就是天神殿的店主 其实当时 高薇薇跟萧天策说的时候 萧天策就有些梦了 你嘛 你那么想见我 你是想要干嘛 而此刻不只是萧天策猛了 尹昭哥跟冷义军 都被震撼到 砰的一声坐在了地上 而远处的龙爷也凌乱了 他也想往地上坐一坐 但他本身就在地上 于是那二货 为了表示心里的震撼 直接就躺在了地上 说啊 你到底想要见我干嘛 我要是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给你道歉 还不行吗 赶紧的 别默见 我老婆孩子 还在下边等着呢 萧天策没头皱得更深了 你嘛 这个尹昭哥是有毛病吧 一个劲的想见自己 然后见到了 又特么什么都不说 老残呢 而此刻萧天策不知道的是 尹昭哥 这个堂堂天海誓的第一大才女 他的心态都崩了 他傻傻的对萧天策说道 那个 那个 我一直想见的三个人 都是你 萧天策无语道 又不是 我想让你见的 是你非要见的 你倒是说啊 赶紧的 烦死了 尹昭哥欲哭无泪的道 我 我他妈心态崩了呀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啊 我他妈心态也崩了呀 同样坐在地上的冷义军 也喃喃的说了一句 你妈呀 自己那个傻白甜的学妹的老公 闻 能做到天海市排名第一的军灵集团 我能够做到 声名震撼 域外战场的天神殿殿主 他 他到底找了个什么样的盖世老公啊 这一刻 冷义军心里羡慕的心 都快酸死了 我他妈心态都炸了 我是废物 我真的是废物 这会儿躺在远处的龙野 那个大豆逼 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现在终于明白 他爷爷为啥骂他是废物了 这会儿 当他知道萧天策的身份后 知道眼前这位大神 就是昨天夜里 追杀着一尊皇级后期的强者 横跨了大半个域外战场的天神殿主之后 他心里就深深的认同了 他自己那个废物的身份 第126章 即将新的开始 第四章 萧天策见尹昭哥那傻妞 被震撼的回不过神来了 他也郁闷 尹昭哥不说 他也不知道 这傻妞到底要找自己干什么 毕竟在他的记忆里 随后萧天策就看向了躺在地上的龙野 走到他跟前 蹲下身子 看着龙野说道 喂 还有你 我听说你是夏京这一代的盖世天骄 你之前一进门的时候 就想要挑衅我 对吧 怎么你是想要跟我过两招吗 嗯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 我让你一只手 咋样 你要想打就赶紧的 赶紧的 龙野这一刻 听到萧天策跟他说的话 吓得都快哭了 别开玩笑了 自己这一个小小的战神初七 让他去对战能杀的皇级后期 满于外战场逃窜的天神殿主 我操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跟让他去找死 有什么区别吗 大大大 大哥 我没有 绝对没有 我打不过你啊 龙野真的快哭了 身子吓得都发抖了 现在是真的不敢站起来了 他现在心里唯一的念头 就是想要跑 想要离开这 只是对于龙野示弱的话 萧天策却仿佛没有听到一样 看着龙野说道 行 你不想挑战我的话 那我就来挑战你 我也想看看 你这夏京一代年轻天骄的水准 待会咱俩下去打咋样 龙野瑟瑟发抖道 不咋样啊 哥 秦哥 我真的不敢跟您动手啊 我真的没招惹过您啊 咱这不打了行不 萧天策摇头说道 不行啊 没办法啊 谁让你是龙战国的孙子 你爷爷老了 我打不了他 我就打你出出气呗 谁让你爷爷老算计我啊 你说 是吧 萧天策说着说着 啪的一巴掌 就把龙野的右手臂 给打得脱臼了 龙野 哎 这倒霉孩子 萧店主 这孩子 我本不打算让他来的 他非要跟着过来 说你当年也是从燕京出来的 但他又是同龄人 他非要跟你过几招试试看 你看这 一边的万天雪是 唯恐天下不乱的说道 万天险 你大爷的啊 我他妈招你惹你了 龙野心中狂吼着 被万天雪这话 吓得嘴唇都在哆嗦着了 震慑域外数万里的天神店主 现在可就在他头顶啊 秦叔 你他妈是 想要坑死我吗 哎 你这就没意思了呀 我再问你最后一句 你真的不打算跟我打一架 真的 我把实力也压制在战神出气如何 萧天策继续对龙野笑着问道 不如何啊 哥 我错了 哥我真的错了 你是老大 你才是燕京 不 你是整个龙国年轻一代的老大 龙野这会儿 为了不被揍 那是各种不要脸的话 都一个劲的对萧天策说着 更被打一顿比起来 脸算个毛啊 哎 好吧 那就算了 萧天策很是无奈的站起身摇摇头 只是他一不注意 又把龙野的左臂 给弄得脱臼了 嗯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啊 而龙野强忍着剧痛 连个屁都不敢放 就躺在地上 被吓得哆嗦着 他打定主意了 以后说什么 也不敢再来招惹萧天策 这人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萧天策心里是有气的 本来想打这龙野一顿出出气 毕竟这龙野 可是燕京这一代的领军人物 盖世天骄啊 而且他跟龙野同岁 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在燕京了 但他以前就听说过龙野的 所以也一直想要见见这个龙野 见见这个燕京年轻一代的盖世天骄 但没想到 五年以后 他今日再见到龙野的时候 当初他有心想要比一比的人 现在跟他的差距 却是天差地别了 当真是物是人非 沧海桑田了 既然龙野装死打不了 萧天策就看向了 站在一边看戏的万天血 笑了下 说道 万首长 听说你也是半步巨波级 你 只是萧天策还没有说完的时候 万天血就突然脸色一白 随后嘴角猛的 他就溢出了一丝烟红的鲜血 气息急剧下降 虚弱至极地说道 萧 萧店主 你 你刚刚说什么 我 我怎么了 抱歉啊 前两天真的是受伤太重了 刚刚突然那伤反噬了 抱歉 抱歉啊 萧天策的嘴角狠狠地抽出了两下 死死地盯着万天血道 行 信万的 你狠 随后 萧天策又看向了天海战神汪天海 只是下一刻 汪天海砰的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 大人 我错了 萧天策顿时就满头黑线 随后 他又看向了王长生 王长生无比苦涩地笑着说道 店主 咱们是自己人啊 我是 萧天策最后又看向了 站在尹朝歌声后的尹正 皱着眉头开口道 尹正 你们尹家这次 尹正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 诚恳无比地对萧天策说道 大人 尹氏集团全部送给大人当谢礼 就连招歌企业也送给大人 嗯 萧天策心里那个无语 摆了摆手叹了口气 郁闷无比地说道 罢了 免了吧 就你那点小破家业 给我干嘛 我军林集团都懒得要了 还要你的影视集团 你说你咋混的 也是混了一辈子的人了 五年前我走的时候 就被那个上官伯押着 现在五年过去了 你还被那个上官伯押着 你干他 你倒是干他 你个废物 大人教训的是 我是废物了一些 那上官伯也很强 老狐狸了 我心里倒是想把他干下去 但是我真的做不到 尹正面对萧天策的教训 赶紧一个劲地点头 算了 改天我帮你教训他吧 上官伯 那老王八蛋 居然把我老婆 拐到他们公司上班去了 喷嚷的 这笔账也要跟他好好算一算 萧天策气呼呼地说道 说实在的他 这次就是想要 找个出气筒 本来他就打算 等过几天 龙国战步的人来了之后 好好地教训他一顿的 尹正文言顿时就乐了 当然在萧天策面前 他不敢笑出声音来 就是那老身板一颤一颤的 但他万万没想到 万天雪这货太阴险了 完完全全的一个老鹰笔 直接带着所有人登门拜访了 这会儿 萧天策只要一想到 刚刚他那丈母娘 跟老丈人看到万天雪时候 那个激动的样子 他就来气 这绝对是故意的 他百分百的肯定 他很想做万天雪一顿 但没想到 这货居然装吐血 我操 这老货是真的很啊 那血不要钱啊 扑扑扑地往外吐啊 就在这会儿 万天雪在萧天策 往他那边看的时候 嘴角又流了一些出来 看得萧天策都无比的牙疼 他看着万天雪说道 我说万大首长 你至于吗 你好歹 也是大厦战部的 第一指挥官好不好 甚至在外面 你都是个副帅了 好了 别演了 都半步巨不及的人了 还在这演吗 你再演 你信不信我 让你真吐点内脏出来 呃 万天雪表情一愣 知道他是被萧天策给识破了 索性也就不演了 嘴角一收 顿时面色就又红润了起来 萧天策嘴角直抽抽 懒得搭理他 万天雪笑笑说道 哪能呢 我们大厦国战部 不撒谎的 万天雪那叫一个脸不红心不跳的 萧天策冷哼一声 懒得搭理他 随后 万天雪又对着大厅内的几人 扫视了一眼说道 诸位 今日之事 诸位所听到的 所看到的 都给我烂在心里 谁要赶在之后透露出去 我保证 诸位的后半辈子 就在监狱里待着吧 哎之前 你们可都是签署过保密协定的 诸位自己记清楚了 咔嚓一声 萧天策在听完万天雪的话后 力道没控制住 直接就把一个把手给掰碎了 心中暗道 这老英敌 果然早就有准备 这是尹昭哥那傻妞 也终于回过神来了 他眼神无比复杂的 看着万天雪说道 万首长 他真的是军陵集团的总裁 天神殿的店主吗 那个神样的男人 万天雪也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郑重无比地看着尹昭哥说道 是的 尹小姐 请记住我没有给你开玩笑 萧店主这些年 虽然没有入大厦国战部 但他带领的天神殿 在域外战场 甚至整个域外 都明里暗里的 帮了大厦国很多很多 所以说 他是大厦国的国士 也丝毫不为过 甚至都不够的 而且尹小姐 我也请你记清楚 这次尹家之所以能够逃过此男 也是萧店主出的手 否则尹家这次避免 这是救命之恩 这是大恩 希望尹小姐 不要有小女人的心态 再给萧店主长麻烦 万天雪说的极为严重 是的 即便她面前的是 大厦国的女天才 也是一样 跟萧天策比起来 尹昭哥虽然重要 但还是差太多太多 别的不说 萧天策在大厦国 他跟龙战国 就有了很大的底气 有了很大的底气 具集中力量 做一些大事 这时尹昭哥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认真无比地对万天雪说道 是 手掌 昭哥明白的 昭哥不会像小女人一样 给萧店主找麻烦的 远处的萧天策 皱了皱眉头 深深地看了尹昭哥一眼说道 别的没什么 以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别让我妻子怀疑就行 我的身份 现在还不能全部展现给他看 我有我的苦衷 但我感觉快乐 也就今年年底的事儿吧 尹昭哥严肃无比地点点头说道 嗯 好的 萧先生 但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想要见你 嗯 是的 因为我之前 从来就没有想到过 六七年前天海市的那个传奇 跟如今想彻意外的天神店主 是同一个人 所以萧先生 明天晚上可否请你 跟微微吃个饭 萧天策也认真地点头说道 嗯 可以 尹昭哥点了点头 把还在地上坐着的冷义军给拉了起来 只是冷义军有些害怕地说道 我 我 我能站起来了吗 萧天策笑了说道 自然可以 还有冷小姐 我希望对于今天的事情 你也要跟微微保密 以前你们两个怎样 以后就还是怎样 起码要帮我隐瞒他一段时间 当初因为我 他跟整个社会脱节了五年 如今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上没多久 他需要适应 而我打算的也是 一个月后 才把军林集团交给他的 冷义军深深地歇了口气 强行压下心中的震动说道 嗯 放心吧 我会的 萧 嗯 没事了 冷义军最后其实还想着 跟萧天策说些什么的 但话到嘴边后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他心中又复杂又震撼 他根本就无法想象 他那个傻白甜的学妹 到底是上辈子 做了什么样的好事 这辈子才能找到一个 像萧天策这样的 几千年都不遇一个的男人 万天雪 他们一群人走了 来的时候 众人都还很开心 只是走的时候 一个个表情都很震撼 脸色都挺苍白的 尤其是冷义军 尹昭哥 龙野了 还有龙野那倒霉孩子 走的时候 双臂都还是在下面垂着的 没啥 不敢在萧天策面前接上 十分钟后 高薇薇他们一家人 都跑到了楼上 本来他们心里 有着很多话想要问他的 但当他们真的到 萧天策跟前的时候 却发现 居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最后还是高薇薇 走到萧天策面前 紧张无比的问道 老公 你 高薇薇还没说完的时候 萧天策就笑着 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不用担心 从现在起 我就是龙国战部的 第七指挥官了 不要再逼着 我找工作咯 嗯 老公 你好帅 高薇薇看着萧天策笑了 萧天策也笑了 看着自己的傻媳妇不说话了 一个战部指挥官的身份 就让自己这傻白甜的老婆 高兴成这样了 他还有太多的秘密没说呢 嗯 也许对于高薇薇来说 他要的早就够了 真的够了 但对于萧天策来说 却还是远远不够的 他 堂堂天神殿殿主的妻子 又怎么可能不跟他一起 站在这个世界的最巅峰 看边这个世界最美好的风景呢 第127章 绕不开的夏京 第一更 陈淑珍跟高正也是瞬间大喜 心里那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来天海这俩月 虽然他们不缺吃不缺穿的 但心底都是一直为萧天策的前途 感到担忧的 而现在呢 总算是有了结果了 他店 跟我去买菜 今天中午咱们给天策做一顿好的 你跟天策也喝点 这可是大喜事 天大的喜事啊 陈淑珍兴奋至极的说道 说完就拉着高正出去买菜了 姐夫 恭喜你 我就知道 姐夫你是最厉害的 高小盈也由衷的为萧天策感到高兴 这个世界果然还是美好的 好人多 像他姐夫这样的人 也终于重新回到了战部 并且还当上了龙国的第七指挥官 这是何等的荣耀 高小盈的眼睛也都有些湿润了 小小 跟小一出去玩会儿行不 高小盈把小小抱了过来 因为他感觉到了 他姐有些不对劲 情绪很是波动的厉害 于是就带着小小出去了 等高小盈跟小小走后 高薇薇就忍不住了 眼泪啪哒一下就掉了下来 萧天策心里慌了 赶紧说道 薇薇 你怎么了 怎么还哭了 高薇薇擦掉了眼泪 说 没事 我是高兴 你终于可以重新回去了 我一直都认为 是我耽误了你 老公 对不起 萧天策笑笑说道 没事 这不都过去了吗 而且我又升职了 不仅重新回去了 而且还更进一步呢 高薇薇无比爱恋的 看着面前的男人 这是她的老公 那么的优秀 甚至是天下最优秀的男人 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的 她点起脚尖 直接就对着萧天策的嘴唇 吻了上去 老公 我想啊 高薇薇在萧天策耳边 轻声说道 她也不知道怎么了 以前她不是这样的 但面对萧天策 就有些忍不住 尤其是这几天 她心情跟情绪 又波动得非常厉害 之前是为萧天策感到担心 而现在是高兴 所有的一切 最终都融为了爱 嗯 萧天策愣了下说道 这 不好吧 大白天的 而且你爸妈待会儿就回来了呀 高薇薇却摇着头说道 没事 他们一时半会儿 也不会回来的 高薇薇说着说着 脸都红到了脖子根 萧天策也不废话 心跳瞬间加速 弯腰抱起高薇薇 一手抱着她的腰 一手抱着她那两条 穿着黑丝袜的大长腿 瞬间就冲进了卧室里面去 嗯 反正这间卧室是隔音的 而且高薇薇又锁上了门 一个小时后 重新穿上衣服的高薇薇 坐在床上 躺在萧天策的怀里 长长的出了口气 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真实感 她的老公就在她身边 老婆 你最近好色啊 萧天策不由的 在高薇薇的腿上拍了一巴掌 打圈的说道 高薇薇咬着嘴唇 风情万种的 瞪了萧天策一眼说道 那你是不喜欢吗 那要不 以后咱俩分床睡 你自己睡这边 我去找小小睡那边 啊 老婆你别生气 我就这么一说啊 你别当真 我喜欢啊 不过你在外边 你可不能这样啊 不然我得气疯了 外边有男的跟你说话 你也不能打理他们 行吗 萧天策有些担心的 对高薇薇说道 没办法啊 谁让高薇薇这么漂亮呢 高薇薇笑了笑点头说道 嗯嗯 你放心 有你这么好的老公 外边的男人 我哪能看得上啊 对了 你别说我 你长得这么帅 现在又是战步的第七指挥官 天海这边不知道会有多少美女 想要跟在你身边 我在外边上班的时候 你可不许在外边给我拈花惹草 高薇薇躺在萧天策怀里 抬头看着男人的侧脸 是那么的帅 又那么的强大 他突然非常的不放心了起来 萧天策这样的男人 可是天生的就会招惹女人 自动去招惹他 萧天策摇头笑着说道 这不可能的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有一种洁癖 就是除了你之外的女人 现在我都看不上 真的 哼哼 谁知道你是不是对别的女孩子 也这么说过 就会甜言蜜语 我才不信 高薇薇在萧天策怀里扭了扭 一副吃醋的可爱的小样子 长发凌乱的散落在萧天策的腿上 长腿搭在床边 看得萧天策心里又火热了起来 刚刚因为怕人进来 所以有些着急了 老婆你好漂亮 要不咱们再来一次 萧天策咽了口口水 对高薇薇说道 眼神已经重新变得炽热了起来 啊 不 不要 爸妈真的快回来了 真的快回来了 高薇薇顿时就慌了 后悔刚刚不该去 聊拨这男人 他说着说着就想跑 只不过直接就被萧天策给拽了回来 嗯哼 萧天策对着 等十几分钟后 高薇薇连忙跑出了萧天策的房间 只是他刚出去没一会儿 陈淑珍跟高正就拎着一大堆菜跟肉回来了 高薇薇撬脸通红无比 尴尬极了 爸妈 你们回来了 我跟薇薇出去找小小啊 小颖带着小小在下面玩呢 萧天策走到高薇薇身边 搂住了他的肩膀 对着陈淑珍跟高正说道 陈淑珍很是诡异的看了高薇薇一眼 他有些怀疑 这俩人刚刚做了些什么 但是他没说 就是笑着点了点头 嗯嗯 行 你们下去找小小玩吧 但别太晚了 也快中午了 萧天策点点头说行 然后就搂着脸红无比的高薇薇出去了 等俩人到了楼道里后 高薇薇就在萧天策腰间掐了一把 咬着嘴唇 害羞无比的对萧天策说道 都是你 非要 非要再来一次 你看吧 又被妈看见了 萧天策笑笑说道 那也没什么呀 你是我老婆 我是你老公 咱俩都领证多久了呀 而且 还有 谁让你怀疑我呢 以后你要是再怀疑我 高薇薇看着萧天策那大魔王一样的表情 吓得他打了个哆嗦 随后赶紧跑了下去 只是一边往下跑 一边就觉得 那两条大长腿很酸 很酸 直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高薇薇依旧是低着头 有些不敢说话的样子 而陈淑珍跟高正倒是十分开心 高正跟萧天策又合了起来 他这女婿 可是龙国战部的第七指挥官啊 这是多么高的荣耀啊 高正心里无比的激动 陈淑珍也是一样 一个劲的给萧天策碗里加肉 而且这会儿 他已经打定主意了 就是要带着萧天策去他娘家一趟 他娘家也在天海 到时候战部的战车开路 几把号战部将士跟随 那他陈淑珍该多有牌面 于是陈淑珍就对萧天策问道 天策啊 那个你什么时候去上任啊 而且是在天海这边吗 还是去夏京啊 萧天策还没说话 高正就开口说道 至于以后到底留在哪 那再说 但是夏京肯定是要去一趟的 夏京那边 毕竟是战部的总部所在地 这次天策去上任 是必须要去夏京一趟的 而且天策的家 不就是在夏京吗 当初我好像听你们说过一次 高正还没说完的时候 高薇薇脸色就大变了 赶紧狠狠地瞪了高正一眼说道 爸 别说了 你要是不想喝酒了 就回去睡觉去 嗯 怎么了 天策肯定得回夏京一趟的啊 高正疑惑无比地说道 这时 陈淑珍见高薇薇那么着急 而萧天策脸上的笑容 也消失不见 变得极为阴沉之后 陈淑珍也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直接一脚就踹在了高正的脚上 喝道 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 你不会说话 就少说点 随后陈淑珍看着萧天策说道 天策呀 那个你爸不会说话 那个你的事 我们就不过问了 你别往心里去啊 陈淑珍以前 跟高薇薇聊过天 知道萧天策以前 是被夏京的家族赶出来的好像 而且 萧天策的母亲已经死了 就是死在的夏京 萧天策低着头 眼神深处 有着一抹悲伤跟愤怒 夏京 那个他这辈子 都不想再回去的地方 但真的能够躲得过去吗 就像高正说的 事情已经发展到现在了 有些事 他也必须要去夏京 跟龙战国见一面了 而且还有就是 他母亲生前 最疼爱的他的母亲 死前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看到他结婚 而现在他不仅 已经结婚了 还有了小小 难道身为人子的他 就不应该带着高薇薇跟小小 去夏京给他母亲上的坟吗 也许 有些东西 这辈子是真的逃不掉的吧 而且夏京啊 有很多事 也一直没有去处理 本不想回去 但可能真的得回去一趟了 萧天策心里难难道 随后他抬起头 看着高正跟陈淑珍说道 嗯 爸妈 我上任的话 下个月再选地方吧 燕京那边 我得回去一趟的 我也好久没有 给我母亲上过坟了 而且 我妈生前唯一的遗愿 就是想让我找个 对我好的妻子 漂亮的妻子 现在我跟薇薇结婚了 也有了小小 我得带着薇薇 跟小小回去一趟 祭拜小母亲 萧天策眼神中那哀伤更浓 老公 我跟萧小一直陪在你身边 高薇薇眼神复杂的 抓紧了萧天策的手 用力的抓了抓 小小也是一样 爸爸 高正这事终于反应过来了 赶紧给萧天策赔罪 他是真的把这事给忘了 燕京 那是萧天策的伤心之地 是一切事情开始的地方 很多兄弟都猜到了 燕京肯定是要回去的 但天海这边的事情 还没处理完 天海这边的剧情 正式进入下半段 第128章 提速 军林集团发布会提前 第二个 吃过饭后 陈淑珍就揪着高正回屋教训去了 这老憨货居然敢惹他的好女婿生气 嗯 这必须得好好教训一顿 而且这老不正经的 最近好像经常深夜出去蹦迪 也得好好教训一下了 再不打一顿 他都不知道 这家是谁做主了 反了他了 而高薇薇吃完饭后 就执意要回公司去上班 要知道 他现在还没过试用期呢 他工作本就是很拼命的那种 所以 肖天策就抱着小小 把高薇薇送到了楼下 肖天策看着高薇薇开的那辆 从北江市运过来的奔驰车 皱了下眉头 对高薇薇说道 老婆 这车在北江市 开着还可以 在天海就有些配不上你这天王夫人的身份啊 要不给你换辆好车 高薇薇笑了笑说道 不用了老公 这辆车就挺好的 也是新车啊 我开着挺舒服的 好了不说了呀 我去上班了呀 我都好几天没去了 估计又得被主管骂了呢 肖天策眼睛一眯 眼眸深处闪过一丝危险至极的光芒 缓缓说道 谁敢骂我老婆 想死吗 要不这样我带兵去把那上官家给灭了 给你出气 高薇薇一阵无语 风情万种的 瞪了肖天策一眼说道 哼 你就不会想点别的 除了打仗就是打仗 你就不能斯文点 哎 你是不懂上班的乐趣啊 算了 不跟你这个大老粗说了 嗯 肖天策听着高薇薇的话 顿时心里就有些不好了 啥叫他不懂商业 别闹 天海是排名第一的军灵集团 就是你老公我的好不好 一天天的 肖天策看着现在已经正式 蛻变为女人的高薇薇 她身上越来越有味道了 有种成熟女人的风韵 再加上她那完美的身材跟脸蛋 让肖天策不由的眼神荡漾 那个 老婆 你不去上班行不行 肖天策忍不住开口 对高薇薇问道 高薇薇笑着白了她一眼 弯腰钻到了车里说道 不上班 你养我呀 还有 我现在一个月可是能赚好几万块钱呢 好了 不说了 我要去上班了 你老婆以后可是要当经理的女人 肖天策眼神古怪的看着高薇薇说道 要不让你当个集团的总裁 你能管理好吗 高薇薇笑着说道 那必须的 你老婆是谁 咱大学时也是笑花级的人物好不好 嘿嘿 真的不说了 老公 我真的得走了 不然下午也迟到了 高薇薇说完 就关上了车门 脚下一踩油门 就向着远处开去了 肖天策看着高薇薇远去的车子 笑着喃喃道 小丫头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到时候可别怪我 你等着我给你一个公司 让你当总裁去 肖天策笑了 哎 这样好啊 以后高薇薇管着军林集团 他也能够轻松很多 他可懒得管那事 姐夫 你答应我的豪车呢 我等了好几个月了 我都已经彻底大学毕业了 我的豪车呢 姐夫 就在这时 高薇颖突然跑到肖天策身后 眼神悠悠地看着他 那叫一个 我见油脸啊 尤其是他的声音中 还带着一些撒娇 顿时肖天策就浑身一颤 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肖天策扭头看了高薇颖一会儿后 实在是承受不了他那种眼神了 就不由地说道 你姐都说了 我没钱啊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 我有钱给你买 高薇颖眼神无比忧怨地 看着肖天策 低着头 攥着小拳头 眼神悠悠地说道 姐夫 刚刚你自己小声地自言自语 我可是听到了呀 你说了 你要给我姐一个公司的 你怎么可能没钱 还有姐夫 你居然还有事情在瞒着我姐 高小颖说着说着 就装作很可怜的样子 叹息道 哎 可怜的我姐啊 明明长得那么漂亮 却脑子不够实 或者说她在你面前 对你说的话 一点都不怀疑 哎 我姐命苦啊 想当年你不在的时候 她一个人带着小小 停停停 打住打住 车 豪车是吧 行 我给你买 我这就去给你买 你可别说了 再说我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肖天策顿时就满头黑线 刚刚她只顾着看她的美女老婆 倒还真是把自己这个小姨子给忘了 你嘛 这不穿包吗 而高小颖见肖天策答应后 顿时就兴奋地跳了起来 脸上瞬间就堆满了笑容说道 谢谢姐夫 姐夫你最好了 哥哥 那咱们就去买车吧 对了 我不要奔驰 我要保时捷 帕拉梅拉 我早就想好了你 肖天策点头道 行 那就去买吧 反正下午也没事 随后 肖天策又对着小小说道 小小 咱们去给小姨跟妈妈买车好不好 小小开心的点头 她很喜欢买车这个事情 在她的小脑袋里面 她跟着她爸爸买了好几次车呢 现在又去买车了 嗯嗯 好啊 于是肖天策也没废话 随便叫了辆车 就带着高小颖去保时捷4S店了 一路上 肖天策对高小颖问道 小颖 你这记性怎么这么好 居然还记着这事呢 高小颖也猛了一下说道 我也不知道为啥 其实姐夫 这事呢 我是真的得忘了 但有天我做梦 梦到了一个叫燕北的 很帅 超级帅 宇宙第一帅的作家 他写了本书叫天神殿 里面的男主人公 好像就是叫肖天策 而他有个小姨子 好像就是叫高小颖 肖天策眼睛顿时睁的大大的 疑惑万分的看着高小颖问道 还有这种离奇的事情 高小颖也觉得很诡异的点头说道 嗯嗯 是啊 我梦见 那人在书里写道 肖天策答应给高小颖买车 然后他就忘了写了 然后几万个读者就给他寄刀片了 他吓得浑身发抖 然后我就醒了 所以我就赶紧提醒你一下 到时候别有人也给你寄刀片啊 高小颖低着头 眼神悠悠的看着肖天策 我去 买买买 这车得赶紧买 赶紧买 肖天策下的身子颤抖了两下 十几分钟后 天海市最大的保时捷4S店里 高小颖看着一辆辆崭新的豪车 两眼都在放光 他指着一辆白色的豪车 就跳着对肖天策说道 姐夫 姐夫 我要这辆 我要这辆 高小颖说完 顿时保时捷4S店里的美女员工们 全都很识诡异的看着他跟肖天策 而且这会儿 高小颖正挽着肖天策的胳膊呢 顿时所有人都觉得怪异到了极点 嗯 肖天策脸都黑了 赶紧把高小颖的手给拿下去 对他说道 注意场合 你这个样子 让你姐知道了怎么办 问 顿时整个保时捷4S店里的气氛 诡异到了极点 肖天策的脸色 顿时就阴沉如水了 然后他直接拿出一张黑卡 往柜台上一拍说道 两辆 我给我媳妇和小姨子买辆车怎么了 不行吗 赶紧的 来得倒够 把合同签了 一辆车我们开走 一辆给我派人送到家里去 哄 顿时4S店里的女员工们都疯了 这可是一大笔提成了 人家买车都不带犹豫的 也不谈价 什么优惠啥的都没有啊 虽然肖天策是全款提车 但他们的奖金却更为丰厚 毕竟每个4S店 你买车的时候 都是能谈很大的优惠的 抢到了肖天策的黑卡 他赶紧笑着对肖天策说道 尊贵的先生 我们这车是有优惠的 您确定不要了吗 肖天策有些不耐烦的说道 赶紧的吧 我待会儿还有事呢 对了 卡没有密码 我也不知道里面还有多少钱 应该还有个几千万 要不就是几个亿 赶紧去刷卡吧 顿时整个4S店又全都安静了下来 包括高小盈也是一样 尼玛 这是钱多的 都忘记卡里是几个零了 过程很快 保时捷4S店的效率也非常的高 再加上肖天策没有什么要求 什么都不谈 那种感觉 就真的像是给小小买个玩具车一样随便 所以 全程不到半个小时 车就买好了 其中一辆高小盈开着 另外一辆 肖天策让4S店的人 给他开回家去了 保时捷4S店门口 高小盈看着心提的纯白色的帕拉梅拉 心里开心极了 抱着方向盘 爱不是手的 肖天策看着 不禁一阵牙疼 对高小盈说道 现在车满了 满意了吧 高小盈兴奋的点头道 嗯嗯 满意了满意了 对了姐夫 你刚刚说你那张卡里有多少钱 你自己都不清楚吗 我的亲姐夫 你是不知道你那张黑卡里有多少个灵吗 肖天策满头黑线的说道 废话 难道我没事 还要去数数吗 高小盈闻言 整个人都不好了 愣愣的看了肖天策好一会儿后 才艰难的咽了口口水说道 难道 难道不应该去数数吗 这一刻 高小盈整个人都不好了 是他跟肖天策 不是活在一个世界里吗 难道自己这个姐夫从来都不输钱的吗 难道应该去数数吗 肖天策非常认真的看着高小盈 他现在极为认真的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他旗下有太多太多的产业了 遍布全球 所以他是真的没有这个概念的 反正他知道 他是怎么花也花不完的 因为很多产业 每天都有海量的利润进账 在域外战场那边 前段时间好像还霸占了几个金矿 高小盈整个人都不好了 像是看怪物一样的 看着肖天策说道 行吧姐夫 对了 你不是说你还有家公司吗 在天海市吧 行不行啊 肖天策点点头 随后就给高小盈说了一个地址 高小盈在知道地址后 就开心的开着车去了 只是十几分钟后 当高小盈停在天海市第一集团 军林集团总部大厦的楼下时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愣愣的看着肖天策说道 姐姐夫 你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这里是军林集团啊 这一片方圆集里 都是军林集团的地盘 没有别的公司啊 你 你是不是记错地址了呀 肖天策无语的说道 就是这里啊 军林集团就是我的公司啊 怎么有什么奇怪的吗 高小盈眼睛瞪得大大的说道 我听说军林集团的总裁 已经消失了五年 最近才回来 重新接管军林集团 肖天策点头一副理所当然的说道 我就是刚回来啊 高小盈又傻傻的说道 我听说 军林集团的总裁 一个月后要举办发布会 到时候 他会亲自出来主持 肖天策想了想后说道 不等一个月后了 你姐现在连我天王的身份都适应了 她也在上官家的公司 上了有一段时间的班了 那就提前吧 早点让你姐回来掌管公司 老给别人打工干什么 嗯 姐夫 你 你没跟我开玩笑 高小盈彻底傻了 他总觉得肖天策在跟他开玩笑 而这时 高小盈刚说完 前面军林集团大厅内 就跑出来了几十号高管 跑到了他们这边 为首的正式在网上 电视上经常出现的 军林集团副总裁任平生 此刻任平生等人 都对着高小盈的车低着头 走了 下车吧 你不是想要看看我的公司吗 走啊 肖天策说完 就抱着小小下了车 高小盈也如同做梦一样的 跟着肖天策下了车 肖总好 肖天策高小盈在下车后 顿时周围军林集团的几十号 顶级高管 就全部对着他们弯腰问号 我 我姐夫是军林集团的总裁 我 高小盈被眼前这一幕 吓得直接靠在了后面的车上 心中的震撼 已经到了极点 第一豪车给小盈买了呀 别给我寄刀片了 第二 今天后面两张今天晚上更新 我争取十一点左右 一起上船了 第129章 被吓傻的上官博 第三个 拜见肖总 军林集团一众高管 再次对着肖天策 恭敬又激动万分的拜见道 他们这些人 都是六七年前 跟随肖天策一起打拼出来的骨干 当年肖天策消失之后 也是他们帮忙 把军林集团做起来的 没有让军林集团倒下 后来这些老人都被赴军林血藏了 但他们一直都在默默的等待着机会 因为他们相信 他们的王中有一日会再度归来 今天的肖天策 就是六七年前的肖寒业 那个时候的肖寒业意气风发至极 自傲无比 勇往直前 他身上有着一种天生的王者气势 让一众顶级商业精英 自愿跟随的气质 天生的王者气势 而今这些人的王再度归来了 而且好像比之前更强大了 他们心中自然激动无比 而此刻军林集团内部 那几十层大厦的窗户边上 都有着员工往这边看来 只是下一刻 他们都被严令不许拍照 不许喧哗 肖天策笑着对怀里的宝贝女儿小小 指着面前高达数百米高的军林集团 总部大厦说道 小小 咱们让妈妈来这里上班好不好 把这栋楼都给妈妈 你觉得好不好 小小开心的直拍手 小脑袋一个劲的兴奋的点头说道 嗯嗯 好的爸爸 咱们把这栋楼给妈妈 让妈妈来这里上班 妈妈肯定喜欢 这楼好大 哈哈哈哈 肖天策听着女儿那稚嫩天真的话语 不由的开怀大笑 随后潇洒的脉步 就抱着小小向军林集团内部走去 而他身边 自然有着数十位军林集团最顶级的高管跟随着 肖天策所过之处 众人皆低头 唯独他跟小小 直视前方 这一刻 肖天策只感觉无比的畅快 对着自己的女儿说 这栋高楼大厦 就是咱家的 咱们给妈妈 而小小那天然的捧根 也做得不错 此时此刻 肖天策才觉得 这人生就该这样 只有这样 才足够的精彩 闲暇之时 朝阳落日 激荡之时 气吞千万里 肖天策抱着小小进去了 而高小颖仍旧站在肖天策给他新买的那辆保时捷旁边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眼前这高耸入云 气势磅礴无比的军林集团总部大厦 一时间 他就觉得 他好像亏了 亏大发了 亏他以为他的姐夫在天海有个公司 应该有钱给他买辆两三百万的豪车 但 姐夫 你没跟我说 军林集团是你的呀 这可是军林集团啊 高小颖内心在狂吼着 此刻他心里的震撼 已经无法形容了 我姐 我姐 到底是找了个什么样的男人啊 这也太 太优秀了吧 姐 你知道天海是排名第一的军林集团 是你家的吗 高小颖那颗小心脏 震荡的 久久都平复不下来 这时 一身白衣面带微笑的天一 突然出现在了高小颖身侧 笑着说道 小颖 保密哦 这是大哥打算给你姐的惊喜 快了 也就十几天的时间了 军林集团就会交到你姐的手上了 一定要保密哦 高小颖强行压下心中的震撼 点了点头说道 嗯 我会保密的 但是天一 军林集团居然是我姐夫的 这可是天海是排名第一的军林集团啊 天一疑惑的问道 嗯 是啊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大哥现在都是天王级的战部第七指挥官了 拥有一家公司 很奇怪吗 大哥还有几家公司呢 只不过在于外 一个军林集团而已 很奇怪吗 天一深深的皱起了眉来 高小颖顿时就有些梦了 他继续指着眼前的军林集团 对天一说道 可 可是 这 这可是军林集团啊 天一满头黑线的 天膀说道 行了 小颖 你的思维还没转换过来罢了 你别忘了 汪天海一个战神后期 就能够坐镇天海式的战部了 全是滔天 而我大哥可是天王啊 而且就连我们几个兄弟 也都是战神巅峰呢 我们十个兄弟 随便拿一个出来 都能打得汪天海跪下叫爸爸的那种 所以 一个军林集团 很奇怪吗 嗯 好像 好像也不是那么不能接受了 可 嗯 好吧 我接受 我姐夫好厉害 高小颖虽然觉得天一说的很对 而且理论上也确实是那样的 但他就是有些别扭 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军林集团是我姐夫的 那五年前天海式的那个传奇 就是我姐夫 然后现在龙国战部的第七指挥官 也是我姐夫 高小颖在心里不断地告诉着他自己 他想要强迫他的心情平静下来 但却是怎么也做不到 天一笑笑说道 好了 上去吧 大哥他们已经进去了 你应该也是第一次来军林集团吧 走吧 直接去顶层 楼顶上有个休闲区 在那里能够俯瞰整个天海市的景色 很漂亮 去那边看看 嗯好 高小颖愣愣地点头 随后就跟着天一走了上去 而此刻 远在天海战部里面的汪天海 身子却突然狠狠地颤抖了一下 心有余悸 后背都流出了冷汗 他第一时间扫视了一眼四周 而后发现 他已经回到天海战部大本营后 才大大的松了口气 只是下一刻 他紧紧地皱起了眉头来 难难道 不对啊 刚刚我为什么有种很危险的感觉 难道我被谁给惦记上吗 就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 那就是 接下来一定要低调 低调 再低调 天海市现在很危险 嗯 极度的危险 下午三点钟 军林集团总部大厦 顶层的总裁办公室内 小小正开心地坐在他爸爸的腿上 看着恭敬 站在萧天策面前的几十号人 小小他自己的心情说不出来 但他就是觉得很开心 很自豪 萧天策对着人平生说道 好了 剩下的你去安排吧 军林集团的发布会提前 半个月后就举行好了 到时候那天 让我妻子出任军林集团的总裁 你把那个就职典礼 举办得好一点 任平生恭敬的点头 是 萧总 您放心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嗯 好 你们出去吧 对了吧 我安排的那几个人带进来 萧天策安排完发布会的事情后 就让任平生走了 让他亲自去管理军林集团 别开玩笑 他可没那个兴趣 还是直接扔给自己老婆好了 那样多轻松啊 过了会儿后 好久不见的江北辰 龙九 还有沈青天 都走到了萧天策的办公室里来 三人对萧天策恭敬问好后 又都对着高小颖笑着问好 高小姐 好久不见 当高小颖见到这几个熟人后 他再次震惊了 手指着三人 小嘴张得大大的说道 你们 你们三个也在这 萧天策笑笑说道 嗯 他们三个都是很有能力的人 以前只是在小地方 被限制了事业 现在他们过来后 将会帮助你姐 半个月后 全面接管军林集团 而且他们三人 你姐也熟悉 这样更方便一些 姐夫 你是认真的 你是真的要把这么大的军林集团 交给我姐 你自己不管了 高小颖有些傻了 萧天策点头说道 嗯 当然 要是让我自己管 那该多没意思 小小 爸爸以后多陪陪你好不好 萧天策在小小脸上巴基亲了一口 惹得小小笑个不停 一个劲的点头道 嗯嗯 爸爸陪着小小 爸爸就陪着小小 妈妈管公司 小小跟爸爸一起去玩 高小颖不禁忍不住拍了下自己的额头 满头的黑线 时间回到下午一点钟 就是萧天策带着高小颖 去保时捷4S店买车的时候 高薇薇也开着车到了 天海工业集团内上班 只是她刚一进公司 还没坐下的时候 就被她的主管上司 一个穿着一身黑西装 脑后盘着高高发际的女人 给叫住了 那女人再见到高薇薇后 脸色就很不对劲了 完完全全的漆黑一片 砰的一声 手里的文件夹 就扔在了高薇薇的办公桌上 对高薇薇冷着脸说道 你叫高薇薇是吧 试用期还没过 就矿工不来上班 你以为公司是你们家开的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嗯 那个赵主管 我请过假的 高薇薇有些心虚的说道 那名赵姓主管文言火气更大了 侯道 你请过假了 嗯 那我批准了吗 我没批准吧 你倒是好 一周就上五天班 你直接矿了一半 你跟我来 那名赵姓主管 说完气呼呼的转身就走 要把高薇薇带到她办公室 去教训教训 而且她心里都已经 对高薇薇动了开除的心思 太不遵守公司纪律了 赵主管对不起啊 我是真的家里有事 我才没来的 我保证 我丢的工作量 以后我绝对加班不上 高薇薇一边追着那赵姓主管 一边在她身后小声的说道 哼 你还想着以后 呵呵 你没有以后了 高薇薇 我现在通知你 你被开除了 走到楼道内的赵姓主管 对高薇薇恶狠狠的说了一句之后 就摔门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嗡 高薇薇听到她被开除的两个字眼后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一瞬间 心里就失落到了极致 她没想到她居然被开除了 矿工两天就被开除了 这一刻 高薇薇心里有太多太多的不甘 只是不等她多想 身后就传来了一句 让一下 别挡路 没看到上官总来了吗 哦 对不起 对不起 高薇薇赶紧道歉 随后就抬起头往一边走去 而此刻 被一大群人簇拥在中间的 天海工业集团老总裁 上官家族家主的上官伯 眼角的余光 突然看到了高薇薇的脸 我操 下一刻上官伯 整个人也被吓得向后面倒去 一时间 她都觉得她的腿都软了 一点劲都没有了 眼前这位 上官伯心里可是清楚无比的 之前尹正就告诉过她 这位女孩的真实身份 是那位巨布的妻子 而且是那位巨布 不惜放弃一切 也要守护的妻子 而现在上官伯 看到那位恐怖存在的妻子 胸前居然挂着自己公司的公牌 而且脸色很不对劲 好像要哭的样子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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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你他妈别玩我 我快死人了 真的经不住吓的 这一刻上官伯 看着高威威 那明显是在他公司 受了大委屈的脸色 心脏病都快被吓出来了 嘴唇都哆嗦了 老天 你他妈是想弄死我吗 是想弄死我上官家族吗 上官伯 这一刻快哭了 本来想写完一块上传的 但估计就太晚了 今天按摩时间太长了 矫正了一下颈椎主要 第四更会晚了 很抱歉 大概得十一点半的样子去了 大家看完这张早点睡 明早再看也行 抱歉抱歉 第130张 肖天策到来 第四更 快快快 快走 看看那女娃怎么了 扶我过去 快快啊 上官伯眼见着 伤心欲哭的高威威 要向着远处走去 于是就赶紧的 让身边的助理 把她搀扶了过去 而此刻 高威威本来正在 往另一边走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了 上官伯急切的声音 高 高小姐吗 高小姐请留步 请留步啊 高威威身子一顿 有些疑惑的 回头看了一眼 被人群簇拥着的上官伯 然后她就有些疑惑了 她感觉眼前的上官伯 有些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而此刻她又想到 眼前的上官伯 就是天海工业的老总裁啊 上官家族的家主 那样的大人物 在整个天海市 都是大人物的她 又怎么会叫住自己 但她疑惑归疑惑 而此刻上官伯 已经向着她这边走过来了 上官董事长 您 您是在叫我吗 高威威疑惑的 对上官伯问道 她看着上官伯 那惨白的脸色 跟颤抖的身体有些担心 好像这上官家族的老家主 身体并不好的样子 上官伯都快急哭了 她身体本来是挺好的呀 但是见到高威威 在她这受委屈 那肯定就好不了了呀 她昨夜刚刚得到消息 就在前两天 尹家再度遇袭 来得好像还是 半步巨步的存在 并且还是两尊 还有着十尊战神级强者 但是全都死了 全都死了呀 而上官伯 不用想就知道 就是眼前这位 人畜无害的女孩 高威威的老公 做的 一想到这 上官伯就吓得亡魂接冒 这要是让那位存在 知道她的妻子 在自己这受了委屈 那自己不玩犊子了吗 想到这 上官伯身上的冷汗 就更多了 赶紧走到高威威跟前 对高威威说道 嗯嗯 是啊 高小姐 你忘记了 两个月前在尹家的晚宴上 咱们见过的 只是那天晚上人太多 你 你没有记得太清楚而已呀 上官伯这会 对高威威说话 那是要多客气 有多客气 而此刻跟随在他身后的 天海工业集团的高管们 以及上官家的一些嫡系后辈 就比如上官伯的孙女 上官童都惊呆了 他爷爷堂堂上官家族的家主 天海工业集团的老总裁 居然对公司旗下的一个小员工 这么客气 这怎么可能啊 而此刻 不只是那些公司的高管 跟上官家族的那些嫡系后辈们 就连高威威自己也愣了 这上官家族的家主 天海是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对自己说话 这么友好的吗 高威威压下心底的疑惑 对着上官伯点了点头说道 哦 那请问董事长 您叫我有什么事吗 上官伯那张惨白的 还在不断地往下流着冷汗的老脸上 赶紧挤出一个笑容 对高威威小心翼翼地说道 那个 高小姐啊 我能问下 您 您这是怎么了吗 您好像有些不开心的样子 我看到您身上 有着我们公司的公牌 您是在我们公司上班吗 高威威点头 随后又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有些悲伤地说道 以前是 只是现在恐怕不是了 我前几天请了几天假 刚刚我主管把我开除了 前几天请假 我擦 那不就是影家出事的时候吗 那位恐怖的存在 担心自己的妻子出事 于是就让他待在家里了 上官伯 不愧是老狐狸 几乎瞬间就脑补出了一些事情来 但随后他猛地反应过来 一下子就吓得蹦了起来 对高威威结巴地说道 你你你 你被开除了 高威威点头道 嗯 抱歉啊 董事长 我这就去收拾东西 您放心 我马上就走 马上就走的 我操 上官伯疯了 这一刻是真的疯了 赶紧拦住高威威说道 别别别 高小姐 您别走 有我在这 你等会儿 你那个主管叫啥 在哪儿 我给你做主 上官伯这会儿 着急的直接就跑到高威威面前 把高威威给拦了下来 你马 这可真的不能让高威威走了啊 这要是回去了 你马 天海上官家族 就特么等着覆灭吧 这会儿上官伯都快被吓死了 不等高威威说话 他已经等不及的 朝着身后的一个助理 啪的一个大嘴巴子抽了过去 又是一脚踹了过去 神情急切万分的吼道 你特么个废物 你还站在这干嘛 高小姐的那个主管呢 那个主管呢 赶紧他们的 给我找过来 找过来啊 快快快 那名主管 也被眼前的上官伯给吓傻了 这时 上官伯的亲孙女 也是天海工业集团的副总裁 赶紧对上官伯说道 爷爷 你怎么了呀 不就是开除一个员工吗 你别着急 别着急啊 啪 下一刻上官伯急的 也一个大嘴巴子 抽在了上官同的脸上 吼道 你他妈知道个屁 赶紧的 快快快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呀 上官同 这事也慌了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看到 他爷爷这么着急过 而且着急的 都直接动手打他了 那 那眼前的这个姓高的女孩 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能把自己的爷爷 吓成这样 而下一刻 就在上官伯暴怒无比的时候 远处一个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刚刚开出高威威的那个赵姓主管 赶紧走了出来 他也急了 刚刚他在办公室里 就听到上官伯在着急的叫他 于是 他也不敢多待一会儿 赶紧跑出来 远远的就对上官伯喊道 董事长 是我 我是高威威的主管 赵小庆 怎么了 嗡 上官伯猛的盯向了 那个叫赵小庆的公司主管 下一刻他撸起袖子 就怒冲到了赵小庆跟前 啪啪啪啪的 接连不断的大嘴巴子 就抽在了赵小庆的脸上 就他妈你是高小姐的主管是吧 就他妈是你吧 老子弄死你 弄死你 上官伯一边怒吼着 一边亲自上阵 老哥伯老腿的 拼了老命的 往赵小庆那一副 老圣女的脸上砸去 啊 董事长 你听我解释啊 你听我解释啊 是那高威威无故矿工不来的啊 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 开除他的啊 我没错啊 董事长 您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啊 那赵小庆 也是被上官伯给打猛了 说真的 他赵小庆是天海工业的高管 不管在任何场合 也是一号人物的 毕竟出身大公司嘛 但此刻他在面对着暴怒的 疯狂抽他大嘴巴的上官伯的时候 他是一点都不敢吭声的 因为上官伯 要是想让他一个小小的主管 在天海消失 不要太简单 解释 解释你嘛 人家高小姐 框工几天怎么了 你特么又算个什么东西 啊 这公司就是高小姐的家 他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跟特么你有什么关系了 你特么就是老子家养的一条狗 你居然敢对主人滋牙了 老子今天打死你 上官伯越说越怒 那赵小庆已经被他打得倒在了地上 但上官伯还是不解气的 继续往他身上狠狠的招呼 董事长 消消气 消消气啊 这时 上官伯身后的那群高管们 也都看不下去了 不是担心上官伯把那赵小庆打死 而是因为怕上官伯气出个好歹来 他这老胳膊老腿的 要是出个事 麻烦就大了 于是 一群人赶紧上前拦住上官伯 而此刻 躺在地上的赵小庆 也赶紧对上官伯求饶 董事长 我错了 对不起 我错了 赵小庆完全是吓得跪在了上官伯面前 他这会儿 心里已经恐惧到了临界点 他再傻也知道 高威威恐怕远远不是他能够惹得起的人了 上官伯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含着脸对赵小庆说道 别他妈对我道歉 给高小姐道歉 今天高小姐要是不原谅你 我告诉你 你完了 你彻底完了 今天就算是耶稣来了 都救不了你 我说的 上官伯眼中 已经有了一丝冰寒的杀迹 跟整个上官家族比起来 这傻女人完全不值一提 杀就杀了 而且这种失利眼 也不是什么好人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远处的高威威 他有的时候情商偏低 反应也慢 所以直到这会儿他才反应过来 但他心里还是想不通的 而下一刻 他那个主管 天海市的商业女精英的主管 就已经跪着挪到了他面前 对着他哭着道歉 一边说 一边自己抽着自己大嘴巴子 威威 对不起 我错了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能原谅我吗 嗯 威威 也是你叫的 用静称 远处上官薄音 沉着一张老脸 继续对赵小青说道 赵小青脸色再度大变 抽自己抽得更用力了 眼神无比惊恐的 对高威威说道 高 高小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对不起 嗯 没 没事了 赵 赵主管 你快起来吧 算了 都过去了 高威威心地善良 他哪能受得了这点 于是 就想要把赵小青扶起来 但赵小青却怎么也不敢起身 赵小青身后 一脚就把这鼻孔朝天 脸上不知道涂抹了多少层粉底的老圣女 给踹了出去 等到赵小青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后 上官薄顿时在高威威面前 换上了一副笑脸 小心翼翼地说道 那个高小姐 今天这事儿 真的是抱歉啊 高小姐 您放心 您能在我们天海工业上班 这是我们的福分啊 以后我这里 您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来来来来 高小姐 您 您当当受惊了吧 这样 您去我办公室些话吧 也顺便聊聊您的接下来的工作 公司所有职位 您随便挑 随便选啊 怎么都行 上官董事长 高威威迷茫了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上官薄给他孙女上官童使了个眼色 上官童顿时会议 他此刻心里也是震撼至极 他很聪明 天海式的顶级家族里 尹家有尹昭歌 而上官家族的天才女后辈 就是他上官童了 人不仅长得漂亮 同时也是冰雪聪明的 他爷爷刚刚动怒打他 就因为他说了一句对高威威不敬的话 而且刚刚他爷爷那恐惧无比的神情 顿时就让他想到了什么 是的 现在整个天海式的顶级阶层里面 都知道在如今的天海式里 有着一尊天大的恐怖人物 那个恐怖人物全是滔天 一夜之间就夺回了军灵集团 前两天更是在尹家图了十尊战神级杀手 还有两尊远比战神还要恐怖的盖世强者 所以这一刻 上官童几乎是瞬间就想明白了 眼前的这个叫高威威的女孩子 怕不是就是那个恐怖存在的妻子 想到这 上官童在看向那人畜 无害善良无比的高威威 顿时心中就恐惧到了极点 于是他在上官伯的眼神示意后 就赶紧走到了高威威身边 挽住了高威威的胳膊 向着上官伯的总裁办公室里走去 而当高威威 上官伯一行人消失之后 整个天海工业集团都炸开了锅 几乎所有人都在议论着高威威到底是什么人 而两个半小时后 心情重新变好的高威威 在上官童的陪同下 从上官伯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而且上官伯也亲自陪同 因为刚刚高威威跟上官伯说 他的老公要来找他 上官伯心里的恐惧又上来了 同样的 陪在高威威身边的上官童 也心惊胆战了起来 不只是上官伯跟上官童 就在高威威往天海工业集团楼下大厅 走出去的时候 天海工业的数百号员工 都趴在窗户上往下看 五分钟后 一辆辆黑色霸气无比的 兰博基尼毒药 以着极快的速度 冲到了天海工业门口 一个漂亮霸气的飘移之后 车子停稳 下一刻身高一米八多 身穿一身纯黑西装 帅气无比 但眼神却是一片冰寒的萧天策 从车上走了下来 上官伯 你想找死 下车后的萧天策 注意到了高威威 眼角一丝很不明显的泪痕 身上的杀气瞬间就滔天而起 他半个小时前 接到了天气给他的汇报 说高威威在天海工业受了委屈 不过上官伯 已经出面解决了 但萧天策还是赶了过来 在他心中 你上官伯解决了不算的 因为他还没有解决 喷 上官伯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脸色瞬间就惨白至极 呼 还好 就差几分钟 第131章 萧天策的霸道 第一个 他就是如今天海誓传说中的那个男人 好有气势 就像是天生的王者一样 这一刻陪在高威威身边的上官童 眼神盯着萧天策 他的心里只有深深的震撼 他也是天海式的顶级女人了 但他却从没有见过 如萧天策这样优秀的男人 而此刻 天海工业集团的员工们 也都看着萧天策 眼神发呆了起来 甚至有人直接尖叫了起来 哇 好帅 是兰博基尼毒药 这款车全球都没有多少台 而且还不是有钱就能够买到的 这是天价 一个员工震撼无比的说道 那个高威威的老公好帅 不是帅 主要是人家那气场泰 太强大了 他老公到底是谁 这么强 你看咱们董事长都被吓得坐在地上了 又一个员工震撼无比的说道 真霸气啊 我要是有个这样的老公就好了 好帅 我好喜欢 一个漂亮的女员工 眼中冒着星星 自己的董事长被高威威的老公霸气的找上门来 第一句就是对着上官博说了一句 上官博你想找死 太霸气了 这一刻天海工业 二层 三层 所有站在窗边的女员工们 看着萧天策霸气无比的这一幕 身体都颤抖了 有的女人更是激动的脸都红了 挥舞着拳头 颤抖着双腿 老公 我没事的 都是一个误会 真的已经没事了 高威威对萧天策说道 他还想在这继续上班呢 而且上官博给他安排了新的职位 并且让天海工业最强的团队去带他熟悉业务 更是让自己的孙女上官同 以后亲自陪在高威威身边 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而且有隐正的孙女 隐昭哥的例子在前 上官博就觉得 自己的孙女也能够跟高威威成为朋友 到时候 他上官家族在天海也能够安全无比 说实话 现在上官博的心里 不知道有多羡慕尹征那家伙呢 要不是萧天策出手 尹家 前天就没了 此刻 站在楼下停好车 正往天海工业集团门口走的萧天策 听到高威威的话后 点了点头 嗯 有点不放心 于是就过来看看 反正我也没事干 萧天策说完 又皱着眉头 看向高威威身边 挽着他胳膊的上官同说道 你又是谁 上官同见萧天策跟他说话 瞬时间 他就只感觉有着一种滔天的压力 往他身上压了过来 他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脸色有些苍迈的说道 大 大人 我叫上官同 是高小姐的同事 我爷爷 是 是上官博 哼 想走隐正的路子吗 萧天策不屑的冷哼了一声 走到高威威身侧说道 威威 走 进去重新跟他谈 萧天策说完 就从高威威身边走了过去 走到坐在地上的上官博面前 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冷声说道 去你办公室 带路 上官博赶紧擦了擦脸侧的冷汗 紧张无比的点头 是 是 随后他就起身亲自在前面带路 而萧天策跟在他身后 在最后面 一脸苍白的上官同 带着高威威 也往上官博的办公室走去 上官同的双腿都在颤抖了 他心里是真的害怕了 之前萧天策没来的时候 他的爷爷 天海市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都被吓成了那样 要知道 他爷爷那种顶级的成功人士 天海市的大佬 基本很少会出现今天那种失态的表情的 但他爷爷是真的恐惧 唯有眼前的这个男人 他的身份真的是恐怖到了天上 才会让他那样 而此刻上官同也是如此 在萧天策那恐怖至极的气势面前 他心里也是不断颤抖 上官小姐 没事的 放心吧 我会跟天策好好说说的 高威威健站在他身边的上官同 害怕至极的样子 于是就拍了拍他的手 让他别担心 嗯 谢谢威威姐 谢谢威威姐 上官同此刻听到高威威这么说 心里这才平复了一些 赶紧一口一个姐的叫着 要知道 他上官同在天海市 可是上官伯的孙女啊 地位何等之高 想要让他叫姐 很难的 但现在 他却巴不得当高威威的妹妹 不为别的 就因为光是他听说跟猜测的一些 高威威老公的身份 就让他恐惧至极了 更别说人家老公到底是什么身份了 而当萧天策 上官伯 高威威 上官同四人 重新回到上官伯的总裁办公室后 天海工业的员工们再次沸腾了 一个个心里的震撼都无法形容 他老公到底是谁 那么强 上官家族的老家主 在他面前都得点头哈腰的 在前面恭敬带路 就跟一条狗一样 咱们天海工业集团 到底来了一尊多么强大的大神啊 天海工业集团的员工们 心中震撼的想着 而在萧天策停放的那辆 蓝博基尼毒药旁边 此刻安排了上百号安保人员过去 就是为了保护萧天策的车 不让人乱碰 五分钟后 上官伯的总裁办公室内 他面前脸色惨白 身子还在颤抖 是的 别说萧天策坐在他的位置上了 就算此刻萧天策让他坐下 他都不敢 远处高薇薇跟上官同也进来了 高薇薇见萧天策那冰冷的脸色 心里不惊异暖 这就是他的男人 他的老公 听说他被人欺负后 直接就霸气无比的找上门来 不管对方是谁 身上的气势霸道无双 高薇薇心里温暖 但今天这事情真的已经解决了 而且这事情 也真的跟上官伯没有关系 于是高薇薇就对萧天策说道 老公 你 你别生气了 真的已经没事了 你别难为上官家主了 萧天策冷笑着看了上官伯一眼说道 上官伯 我是在难为你吗 没 没有 大人是我的错 上官伯赶紧低着头说道 萧天策点点头 对着高薇薇说道 薇薇 你先坐下 我跟上官家主说话话 萧天策说完 又看着那个同样脸色发白的上官同说道 还有你 你叫上官同事吧 你也一起 跟我妻子坐到一边去 是 是大人 短发 气质也很高冷的上官同 这会儿在萧天策面前 也是卑微至极 甚至连抬头看萧天策一眼都不敢 萧天策的命令 他也不敢违背 于是就跟着高薇薇一起坐到了一边 等到高薇薇坐下后 萧天策继续看着上官伯说道 上官伯 说说吧 我老婆在你这受欺负的事 你是怎么处理的 还有我老婆 来你这上班 是你安排的吗 敢骗我 你试试 哼 上官伯直接跪在了地上 赶紧恐惧无比地说道 回大人 高小姐来天海工业上班 这事情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我发誓 我真的不知道啊 大人 我要是知道的话 怎么可能给他安排那么一个小职位啊 而且 而且我要是事先知道的话 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去通知大人的啊 至于怎么处理 大人 欺负高小姐的那个女人 我已经教训她了 并且在天海市 也彻底把她封杀了 也已经把她移交给了寻天司 那女人这些年在公司做高管 也贪了不少钱 估计没个几十年 她出不来了 上官博颤抖地说道 萧天策眼睛一鸣寒声道 你没让她消失 上官博擦了擦脸侧的冷汗说道 大人 对付那种丑恶的女人 让她死了 就太便宜她了 她敢欺负主母 她这辈子都晚了 她后半辈子 都会活在后悔跟绝望之中 上官博 有些事好好地查清楚 如果对方是个好人的话 那就网开一面 也不是不行的 我的话 你听得懂吗 萧天策眼神冰寒地说道 上官博身子再次一颤 点了点头 而一边坐在高薇薇身边的上官童 这会儿 心里也是 生起了无尽的恐惧 好人 开什么玩笑 那种狗眼看人低的老圣女 会是个好人 在天海工业集团当的小主管 就天天作威作福的 能是个好人 那女人完了 这位大人物 虽然没有说明白 但那女人活不过今晚了 此刻她终于明白 自己爷爷对高薇薇 为什么那么害怕了 下一刻 萧天策扭头看着高薇薇说道 薇薇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的呢 继续留在这上班 还是我给你安排到军灵集团去 嗯 你去军灵集团也是可以的 要不就去军灵集团吧 毕竟今天这事 出了以后 你继续留在这里 上班的话 也会很不自在的 高薇薇愣了一下 随后说道 我 我可以吗 军灵集团 我真的能进得去吗 萧天策文言 顿时就笑了 说道 你老公堂堂一个龙国战部的 第七指挥官 还不能把你安排进军灵集团吗 还有老婆 既然你想上班 你为什么不去最好的公司呢 就这样定了吧 明天你就去军灵集团上班吧 可 可是在那边 我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啊 而且军灵集团那么强 我真的行吗 高薇薇有些担心的说道 萧天策笑了 笑得无比的霸气 说道 我萧天策的妻子 不行 整个天海 谁敢说一句 你不行试试 萧天策说完 又看向上官博说道 上官博 那你说 我老婆 能不能行 上官博一脸认真的说道 大人 高小姐肯定可以的 她工作非常努力 去军灵集团工作 确实也远比我们这好得多 更有发展前途 事业会更广阔 萧天策点头道 嗯 那就这样吧 你也起来吧 这次 既然微微帮你求情 那就算了 但记住 再敢有下次 你懂的 上官博颤抖的站起身 赶紧说道 不敢 不敢 大人放心 绝对不会再有下次的 绝对不会 上官博说完 想了想 又忐忑的对萧天策说道 大人 那您看明天高小姐就要离开这了 本来我们下个月 也要办公司年会的 而高小姐 也在我们这工作了一段时间 那不如我现在就安排 今晚我给高小姐 办个欢送晚宴 您看 行吗 萧天策想了想 她倒是觉得可以 毕竟高微微在这工作了一段时间 就算是平时普通上班 辞职后 也会请大家吃一顿的 于是她就看向高微微问道 微微 你看呢 今天晚上 你有空吗 啊 我 我妈 要给我办晚宴吗 我 我可以吗 高微微有些梦了 她以前倒是参加过好多次 给别人办的晚宴 比如在北江市的时候 高家给高云冲办的晚宴 刚来天海的时候 尹家给尹昭哥办的晚宴 而今晚她是主角 上官同 这时赶紧笑着对高微微说道 微微姐 你就同意吧 我跟你刚熟了点 你就要走了 我很舍不得你呢 你放心 今晚的宴会 我给你安排的好好的 上官伯也笑着对高微微说道 是啊 高小姐 你在我们这受了委屈 可不能就那么走了呀 不然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啊 所以 还请高小姐赏个脸 参加吧 嗯 好好吧 行 我晚上也没事 只是 只是 我怕我会紧张 高微微小手抓着裙子说道 萧天策起身说道 行 微微 那你就跟上官同 多聊话吧 你多交几个朋友 我去看看小小 等晚上的时候 我再过来 萧天策说完 就走了 而等他走后 上官伯跟上官同 心里的震撼 则更加强烈了 因为他们俩 刚刚听到了萧天策 无意中说出来的一句话 龙国第七指挥官 那可是需要天王级实力 才能够担任的 龙国战部指挥官 而且之前龙国那种地位 尊崇无比的战部指挥官 只有六个 但现在却是有七个了 而萧天策就是第七个 上官同也是一个女人 同时她在天海市 更是最顶级的女人 这一刻 她看着旁边的高微微 心里不禁升起无尽的羡慕 这个女人真的太 太幸福了 而同样的 因为萧天策的存在 一向高冷无比 看不起任何人的上官同 这样的顶级女人 在高微微面前 今后就只有自卑的份了 昨天半夜看遍了书屏区 让我第一次见到了人性 这个世界真的是 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 但恶人真的有 以前我不信 现在我信了 第132章 萧天策的台面 第二个 下午四点的时候 萧天策又回到了军林集团 他把沈青天叫了进去 大人 有什么吩咐 沈青天恭敬的对萧天策说道 萧天策笑了下说道 明天 微微就来军林集团上班了 你这样 你让雨璇也过来吧 还有萧红 让他们今晚赶到这里 以后也能给微微做个伴 沈青天笑着点头 是 大人 我这就安排 他们两个过来 只是他们职位的话 萧天策说道 你跟人平生商量下吧 都是自己人 最少也是个高管吧 雨璇能力可以的 萧红的话 就让他先锻炼锻炼吧 好的 大人 我明白了 那我这就去安排了 沈青天恭敬的说道 萧天策点头 他给高微微 已经铺好了路 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好了 半个月后 再让沈青天 江北辰 龙九 直接进入军林 他们三个老家伙 再加上人平生 高微微执掌军林 绝对不会出问题 会方便很多 而沈青天跟江北辰龙九等人 现在也全部 并入了军林集团 这对他们来说 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军林集团当的副总裁 他们的事业 将会拓展到整个世界 毕竟他们自己家的那些小公司 再怎么做 也不能做到军林这种程度的 更别说 军林集团的背后 还有着萧天策 有着整个天神店的支持 沈青天几人心中 都无比激动跟期待 半个月后的军林集团 又会是怎样的一飞充天 毕竟如今萧天策回归了 就算他不过问军林集团的事情 但只要他在这 只要有着名声 震慑整个域外的天神店的扶持 他们几个老家伙有信心 把军林做得更大 更强 成为真正的世界霸主级别的企业 萧天策安排完 沈宇璇跟萧红的事情后 就带着高小颖跟小小回家了 等高小颖到家后 陈淑珍高正 开着高小颖的新车 也是非常开心 没有问萧天策买车的钱 是从哪来的 他们两个毕竟是活了半辈子的人了 自己的女婿 是荣国战部的第七指挥官 买辆车怎么了 一天天的 在域外战场打声打死的 还不能享受享受了吗 嗯 这就是高正的心理 而陈淑珍也显然 被高正给带偏了 这俩老现在是完全放飞自我了 苦了大半辈子 就想尽情地享受下生活 陈淑珍笑着对萧天策说道 那个 天策呀 明天我想回趟娘家 就是威威姥姥家里 那个 你能跟我一块去吗 萧天策笑着看了陈淑珍一眼 几乎是瞬间就明白了陈淑珍的意思 随后点了点头说道 嗯 行 反正我也没事 那妈 明天我就跟你一块去一趟 陈淑珍文言大喜 心里激动无比 明天她陈淑珍可要一锦还乡了 龙国战部的第七指挥官 麾下有着十大战神的存在 这样的盖世人物 是她女婿呀 以前她娘家人 因为她嫁到北疆市那种小坡地方时 可没少给她白眼的 这一次 她可要好好的显摆显摆 嗯嗯 那就咱们一起去 让威威好好上班 对了天策 威威这次回去上班 没事吧 他们公司没说她吧 她还没过试用期呢 陈淑珍说着说着 又有些担心的 对萧天策问道 萧天策笑笑说道 他们哪敢 放心吧妈 没事 而且我跟威威说了 让她换个工作 明天直接去天海市最大的公司 军林集团去上班 陈淑珍认真的点头 在她心里 她女婿那么优秀 自己的女儿也肯定得优秀起来 就算以前不优秀 以后也得优秀 于是就说道 嗯嗯 等威威回来了 我也跟她好好说说 让她努力干 你过段时间 就要去燕京那边树植了 那威威这边 怎么也不能再当个小职员 给你丢脸不适 哥哥哥 陈淑珍还没说完的时候 站在她旁边的高小颖 就笑了起来 笑得非常诡异 开什么玩笑 小职员 别闹 整个军林集团 都将会是我姐的好不好 哎呀亲妈啊 你到时候帮我跟姐夫说点好话啊 我也想进军林集团 陈淑珍迷茫的看着高小颖 不知道这丫头在笑什么 只是她迷茫 高小颖在笑 萧天策也在笑 小小也在笑 小小现在也是大人了呢 萧天策跟她约定了 要一起给妈妈一个惊喜 让她保守秘密 小小就真的会保守秘密 不往外透露的 晚上八点钟 天海市凯撒大酒店内 整个装修的富丽堂皇 金碧辉煌的凯撒大酒店 已经被上官博包下来了 因为今天 她要在这举办公司年会 晚上七点钟 宴会还没开始的时候 天海工业集团的一个个高管 上官家族的嫡系成员们 就已经开始入场了 是的 今天能够参加这场宴会的 无论男女 地位都很高的 上官家族是天海市最顶级的家族 要不是上边有着一个军林集团压着 他们上官家 就是天海市最大的家族企业 所以今天能够来参加这场宴会的人 几乎都是天海市最顶级的人物 女人也都是光鲜艳丽 各行各业的顶级名媛 而高薇薇一早也就跟着上官同来到了这里 她心里有些慌 因为她很少参加这种顶级层次的聚会 很多都不懂 以前唯一参加过的一次 还是两个月前 尹家的那次晚宴 但那次 她也是坐在最后排的角落里 全程都没有跟除了冷义军以外的人 去交流 而今晚不一样的 上官同陪着她 一直都站在会场的最中心地带 不断地有天海市的顶级名媛 端着酒杯过来跟她问好 高薇薇也是紧张地点头示好 而那些天海市的顶级名媛们 其实她们以前也都有着自己的圈子 天海市的顶级女人里面 她们几乎都认识 但今晚突然出现了这个高薇薇 她们却都很是陌生 但高薇薇身边有着上官同陪伴 而且上官同也一口一个姐姐的叫着 于是那些天海市的顶级名媛心里 也都在不断地猜测着高薇薇的身份 心里暗暗猜测 高薇薇到底是什么来头 而今晚的宴会 她们也都知道 今天晚上 听说会来一些真正的大人物 整个天海市的大人物 比如天海市寻天司的司长陆天寻 政务司的司长司天正 军林集团的副总裁人平生 天海战部的战神汪天海 尹家家主尹正 武家的家主武涛 王家的家主王志 以及最近天海市商界的新贵 来自北江市的江北辰 龙九 还有来自前江市的首富沈青天 她们都会来 这些顶级的社交名媛们 天海市最顶级的女人们 一个个心里 其实也都紧张跟忐忑 一时间 她们也不知道 今晚宴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因为她们接到这个宴会的邀请 也挺突然的 是下午四点钟突然接到的 而宴会更是上官家族的 老家主上官伯亲自邀请的 所以她们也不敢拒绝 并且很着急的就去选衣服 打扮 然后匆匆地赶了过来 而等她们赶到会场后 第一个不对劲的地方 就是上官同一直陪着的高薇薇 让她们都感觉到很不对劲 喂喂喂 你也来了 就在这时 早上刚刚去过高薇薇家里的 尹朝哥跟冷义军 一路小跑到了高薇薇身边 尹朝哥跟冷义军两人身上 也都穿着一条黑色蕾丝边的长裙 低胸露背 皮肤白皙 白皙的小脚上踩着高跟鞋 跟高薇薇站在一起很配 刚刚冷义军跟尹朝哥 看到高薇薇也在的时候 也挺惊讶的 于是就一路跑了过来 高薇薇笑着对两人说道 嗯嗯 今天是天海工业集团的年会 我是里面的员工 我就来了呀 冷义军跟尹朝哥 深深地看了高薇薇一眼 笑着点了点头 心里有些怀疑 这可是高薇薇第一次 真正的在这种高端的 顶级的场合里露面 他们俩心中 几乎是瞬间就猜到了一些东西 嗯嗯 恐怕是那个恐怖的男人 要让高薇薇露面了 他的一些身份 要揭露给高薇薇看了 尹朝哥跟冷义军心中 几乎是同时就明白了过来 高薇薇自然是不知道 尹朝哥跟冷义军在想什么 他笑着对冷义军跟尹朝哥说道 朝哥 义军姐 你们跟彤彤应该认识吧 冷义军跟尹朝哥 往尹朝哥身上看了一眼 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嗯嗯 认识的 我跟彤彤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尹朝哥对尹朝哥伸出手说道 彤彤 好多年不见了 你越来越漂亮了 尹朝哥也笑着跟尹朝哥握了下手说道 嗯嗯 朝哥 好久不见 你可比我漂亮多了呀 尹朝哥 上官小姐 你好 我是尹朝哥科技的冷义军 我们之前也见过的 冷义军也笑着对尹朝哥伸出手问好 上官同继续笑着点头说道 冷小姐 你以前都不告诉我 你跟微微姐是大学同学啊 我要是早知道 我早就管你教解了 希希 来来来 咱们四个赶紧去座位上吧 我爷爷他们快到了 四个女人打完招呼后 顿时就笑成了一团 他们四个随便拿出一个来 都是那种最顶级的美女 而现在 他们四个在一起 顿时就吸引了全场顶级明媛的目光 因为要知道 上官同跟尹朝哥的身份 太强了 但随后让他们心中 更震惊的事情就出现了 因为此刻四个女人的站位 却是他们不认识的那个高薇薇 站在最中间 尹朝哥跟上官同热情的 陪在高薇薇两侧 也许高薇薇不觉得有什么 但宴会上其余人 心中却是十分的震撼 刚刚一个上官同是那样 现在尹家的凤凰尹朝哥也是这样 那高薇薇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而且看高薇薇的举止 也不像是大家组里出来的女孩 那怎么上官同跟尹朝哥 都以高薇薇为首呢 就在这时 整个会场上 响起了一道激动的声音 大家安静 今晚我们宴会最重要的客人 已经来了 现在有请我们晚宴最尊贵的客人 当今龙国战部新任的第七指挥官 萧天策 萧先生入场 哄 顿时全场的宾客们沸腾了 原来今晚会有这么一尊天大的人物到来 那可是龙国战部的第七指挥官 只是不等他们如何震撼 会场大门口 此刻一身黑色笔挺西装 脸如刀削 帅气无比 身上自带着天然上位者气势的萧天策 缓缓的踏步走了进来 而在萧天策身后 跟着一众天海是最顶级的大佬 天海战部战神汪天海 巡天司司长陆天巡 政务司司长司天正 上官家族家主上官博 尹家家主尹正 武家家主武涛 王家家主王志 以及天海新贵大佬 江北辰 龙九 沈青天 萧天策宛如一尊帝王一般 被众人簇拥在中间 向着会场走来 一时间 整个宴会众人 心中全都震撼无比 这牌面 太大了 龙国战部第七指挥官啊 天大的人物了 第133章 动情的高威威 第三个 全场的目光 这一刻都集中在了萧天策的身上 太年轻了 太帅了 这是龙国有史以来 最年轻最帅气的战部指挥官 而且龙国战部的指挥官 都是天王级实力 麾下能够管辖十大战神的存在 没看到这一刻天海战部的战神汪天海 就恭敬无比的跟随在人家身后吗 威威 你老公太帅了 冷义军不由的 看着万众瞩目的萧天策 对身边的高威威说道 而随着他这一说 顿时站在高威威身边不远处的社交名媛们 全都震撼地看向了高威威 这一刻他们明白 为什么上官家族跟尹家的掌上明珠 要对这个女孩那么热情啊 感情人家的身份地位 真的是要比他们强太多太多了 龙国战部指挥官的妻子 别说这天海了 就算是放到燕京去 高威威的身份跟地位 也是最顶级的女人 最荣耀的女人 这时 萧天策也看到了站在一边的高威威 于是就笑着对他招了下手 威威过来 哦 高威威下意识地点头 他在这种场合 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因为他几乎就从没参加过这样的场合 而萧天策不一样 就算当年在燕京的时候 这种场合他也是常客 当时他在燕京时候的地位 就算比不上龙野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他对于这种场合 很是自然 而同样的萧天策 也猜到了高威威的心思 第一次在众人面前亮相 还是作为最焦点的人物 还是一出场 就是成为整个天海市最顶级人物们的中心 高威威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多少会有些紧张呢 于是萧天策就把他叫到了身边 拉着他的手 今夜他的目的 本就是让高威威在众人面前 在天海市最顶级阶层的人物面前 亮个相 他给高威威站台 为半月后接管军林集团做准备 他萧天策的妻子 势必会享受到一世荣耀 不然他萧天策这么拼干吗 这一刻 萧天策笑着 拉着高威威的手 向着第一排的座位上走去 而这一刻 跟随在萧天策身边的高威威 自然也成了全场众人的焦点 相信今夜之后 高威威的名字 也会在天海市最顶级的圈子里流传 再也没人敢招惹 也绝对不会再出现 像当初在北疆市 高家那些势力眼 对付高威威的恶心事情 因为 谁敢 龙国占卜天王 第七指挥官的妻子 试问 谁敢不进 高威威这会儿 在万众瞩目之下 心跳得特别特别的快 握着萧天策的手心都出了汗 她是真的紧张 尤其是此刻在场 所有的天海市顶级社交名媛 都羡慕无比地看着她 她更是紧张得不行 萧天策笑笑 握紧了她的手 拉着她走到了座位上 然后 指着身后恭敬跟随的几人 对她介绍道 威威 这位是天海战部的战神 汪天海 萧天策说完 汪天海不等高威威开口 就赶紧主动地笑着说道 见过高小姐 高小姐以后有什么吩咐 大人不在的时候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汪天海说着的时候 赶紧拿出一张名片 弯腰递给了高威威 态度恭敬至极 嗯 谢 谢谢汪战神 高威威有些不太适应的 对汪天海说道 随后 萧天策又给高威威挨个介绍了 陆天寻 思天正 武涛 王志 任平生等人 无一例外的所有人 在萧天策介绍完后 都恭敬至极地 给高威威递上了名片 高威威也紧张地道谢 等给高威威介绍完后 萧天策就拉了张椅子坐了下来 只是萧天策坐下了 但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 不管是思天正 还是汪天海 又或者天海各大家族的家主 都不敢坐 高威威这会儿也觉得很紧张 虽然这里面他也有认识的人 比如江北辰 龙九 沈青天 但他还是觉得紧张 而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他紧张 汪天海等人比他还要紧张 到了现在这些天海市的一众大佬们 也是真的清楚了 眼前的这个女孩 善良温柔 五年前在萧天策最绝望的时候救过他 这女孩在萧天策心中的地位 无比之深 哪怕他受到一点点委屈 很伤心 萧天策都会暴怒无比 所以此刻天海市这些大佬们 心里都紧张无比 天 天策 我也跟你们一起吗 还是你们聊 我去找赵哥他们 高威威紧张地对萧天策问道 萧天策看着他笑了笑说道 行 你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 有些紧张 那你就去找赵哥他们吧 他们也有的话说 嗯嗯 高威威这才大大的松了口气 而下一刻不等他动身 萧朝哥跟上官童 就在上官伯跟营正的眼神试一下 走到了高威威身边 笑着拉着高威威去了他们那一桌 都是天海市最顶级女人的一桌 而上官童跟萧朝哥 也早就得到了两家老爷子的吩咐 那就是 今夜无必要照顾好高威威 不能让高威威感到尴尬 而这种事 也许萧朝哥不太会做 但上官童却是熟练无比 上官童本身就是这种场合的风云人物 于是高威威那一桌 在上官童 晚宴正式举行 台上上官家族的一个个高管去致辞完 台下的众人也就开了酒宴 萧天策靠在椅子上 他不端酒杯 就没人敢喝酒 于是他也就笑着跟众人喝了起来 人嘛 也不能太脱离世俗了 有的时候 还是该融入一下的 而宴会中旬的时候 高威威身边 就围满了一个个穿着时髦 打扮着光鲜艳丽的女人 过来给他敬酒 当然没有任何女人 敢真的让高威威喝酒 于是 他们端地都是酒 而高威威的杯子里都是果汁 但就算这样 当高威威跟他们喝酒的时候 都让那些顶级名媛们受宠若惊 无他 就是高威威的老公 太强了些 没见第一桌上 天海市的那些最顶级的大人物们 一个个的都坐得比直吗 那态度一个比一个恭敬 晚宴结束后 萧天策拉着脸有些红的高威威 坐上了车 回家 车上萧天策看着高威威说道 你喝酒了 高威威脸红地说道 嗯 喝了一点点红酒 没多喝 就一些 萧天策点点头道 嗯 那待会儿回去 早点睡 高威威点头 过了会儿后 他对萧天策说道 老公 谢谢你 萧天策摇头笑笑 谢什么呀 你是我妻子 我怎么能让你受委屈呢 而且老婆啊 以后这种场合会很多的 你千万不要舍不得花钱啊 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就好 高威威点头轻声嗡了一声 说真的 今夜的晚宴 他心里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他也很快乐 虽然说他也清楚 宴会上的那些女人 不是真的跟他交朋友 对他好 也都是因为 他是萧天策的妻子 但这也够了不是吗 他这辈子 除了萧天策以外 也不会再爱上别的男人 不是吗 老公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等明天去了军林集团 我也一定会努力工作 不给你丢人的 我一定会变成 跟赵哥 彤彤那样的顶级女人 陪在你身边 高威威握着拳头 内心坚定的对他自己说道 这一刻 高威威心中做了一个决定 做萧天策的女人 就只为了以后 在参加今晚这种场合时 不给萧天策丢人 一定要让人内心觉得 萧天策的妻子很优秀 到家后 小小已经睡了 萧天策在阳台上抽烟 高威威则是去洗了个澡 只是等他洗完出来后 萧天策却愣住了 因为高威威身上 换上了一条粉色透明的薄纱睡裙 性感无比 白嫩的身材若隐若现的 萧天策看了后 顿时就激动了 威威 你这是 萧天策咽了口口水 对高威威问道 高威威光着脚 走到萧天策身前 点起白嫩的脚尖 两条洁白的藕臂 搂住萧天策的脖子 深情款款的对萧天策说道 老公 明天 我不想去上班了 可以吗 萧天策笑了 弯腰就把高威威抱在了怀里 拉上窗帘 把高威威放在床上 压在他身上说道 小美女 你明天不想去上班 那你想要干什么呀 高威威搂着萧天策的脖子 脸红无比的 在萧天策耳边轻声的难道 说完又咬了下萧天策的耳朵 咬着亲了一口 老规矩 此处 关于第四更的时间点 调一下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左右吧 因为基本最后一张字数会多 还有 我不一定能再坚持 每天更新一万五六千字 多久了 我的章节字数多 每天这么多字 很疲惫 可能过几天需要休息一下 大家见谅 第134章 好女婿 登场 第四更 第二天早上 一大早陈书珍就起来了 并且第一时间开始了梳妆打扮 等到早上八点的时候 吃完饭的陈书珍 就已经迫不及待的 拉着萧天策要回娘家了 妈 真的不叫薇薇了吗 就我跟你去吗 要不再把爸叫上吧 萧天策有些古怪的 对陈书珍说道 陈书珍摇摇头说道 薇薇 让他多睡会吧 他昨夜也挺累的 嗯 萧天策老脸也不禁一红 想到早上他起床的时候 还睡得非常非常死的高薇薇 就有些心虚 昨夜高薇薇主动的要找他 他自然得 让他知道知道他老公的厉害 再怎么说 也是堂堂皇级的存在 身体素质 那可是杠杠的 嗯 结果高薇薇就体力透支了 萧天策估计高薇薇 不到中午或者下午 是醒不了的 陈书珍见萧天策脸色不对劲 作为过来人的他 瞬间也就明白了什么 于是就赶紧插开话题说道 嗯嗯 昨夜薇薇不是喝了很多酒吗 让他睡会儿吧 天策你跟我回去 也就是吃个午饭的事情 吃完咱们就回来的 而且你爸 哼 我都不想说他了 蹦迪还蹦上瘾了 多大的人了都 我看他是飘了 等过几天 我非得好好地收拾收拾他不可 萧天策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说道 嗯嗯 行 妈 那咱们就走吧 陈书珍也满心地激动 终于要一锦还乡了 自己这女婿 可是如今堂堂的龙国第七战部的指挥官 全是滔天 就连坐镇天海战部的汪天海 在自己女婿面前 也是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的 嗯嗯 所以心情激动的陈书珍 昨夜连他最喜欢的麻将也没去打 就是为了养好精神 今天回娘家 好好地出一口恶气 而且陈书珍身上的衣服 也都是最顶级的名牌 昨天晚上 他让高小颖陪他去买的 去的天海市最顶级的商场 嗯 刷的自然就是萧天策的那张黑卡 反正那种卡萧天策多的是 也省得自己那小姨子 每天可怜巴巴的 于是就把那张不知道有几千万 还是几个亿的黑卡 给了高小颖 自然的高小颖 也答应他保密的事情 嗯 于是昨天下午到晚上 高小颖跟陈书珍就逛风了 真的是逛风了 天海市最顶级的商场 价格都不看一下的 直接就买了 所以此刻 陈书珍身上 那是一身的雍容华贵 怎么看都是一个贵妇人 等到陈书珍跟萧天策到楼下的时候 陈书珍就疑惑地对萧天策说道 天策 那个 那个咱们开哪辆车去啊 是开你那辆兰博基尼的毒药吗 嘿嘿 那车好啊 我听说是全球限量版啊 那个霸气啊 陈书珍自从知道萧天策 有着一辆兰博基尼毒药之后 就想上了 昨天晚上想了一夜 就想着 今天坐着萧天策的豪车回娘家 到时候 直接亮下那群人的眼球 但下一刻 萧天策却摇了摇头说道 妈 我不开那辆 当然你也会开车 要不您就开那辆吧 我坐别的车过去 嗯 那我开车的话 你怎么办 你 陈书珍疑惑地对萧天策说着 只是他还没说完的时候 远处就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刹车声 陈书珍 足足十几辆的天海战步最顶级的龙骑轿车 听到了萧天策跟陈书珍面前 连那车牌子都是天海各位数字 霸气至极 而车队的前后方 还有着几辆战不战车 上面站满了天海市最精锐的战士 每一个都是五星巅峰的战士 身上时刻弥漫着铁血气息 再加上那霸气的统一的服装 让人一看 就知道 这是精锐之师 而且还是精锐中的精锐 下一刻 天海战神汪天海 以及天海市巡天司司长陆天巡 以及市政司司长司天正 就一身正装的 从其中一辆龙骑轿车上走了下来 恭敬的走到萧天策身边 拜见道 拜见大人 萧天策点点头 从兜里 拿出兰伯吉尼的车钥匙 扔给陈书珍 笑着说道 哼哼 妈 您开兰伯吉尼先去吧 我们在后面跟着您 您放心 今天我给您撑足了场子 陈书珍看着眼前的三位天海市顶级的大人物 心里那叫一个兴奋啊 好女婿 懂我 兴奋的她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就是一个劲儿的点头 她赶紧对着汪天海 陆天巡 司天正说道 今天麻烦三位大人了 麻烦了 汪天海等人赶紧摇头说道 别别别 陈姐 您千万别这么说 那个 那个我们也不忙的啊 明先走 我们在后面跟着就行 三人心里其实是挺无奈的 试想他们三个的身份跟地位都是啥样的呀 若是换做以往 陈书珍这样的女人 他们连搭理都不会搭理的 但现在人家是肖天策的丈母娘 而且肖天策的性格 他们仨也是彻底了解了 那就是对她好的人 她是千倍万倍的回报 而对她有敌意的人 那就是分分钟弄死的事 连犹豫都不带的 好了 上车吧 早去早回 你们仨 也跟我一块吃个饭 有些事顺便就说了 别以后再找我 这几天我可没空 肖天策笑着说着 随后就上了车 是的 高薇薇马上就去军林集团上班去了 她也打算这几天亲自接送小小上学 小小在小区里面找了个学校 但肖天策这些天一直有事 所以都没有亲自送过小小 这让她心里挺遗憾的 而且小小现在正是好玩的年纪 特别的可爱 她现在恨不得每天都待在小小身边 跟小小一起玩 陈淑珍开着肖天策的豪车 一脚油门就走了 嗯 别看陈淑珍年纪是大的些 但她心里还是有着青春的 而且今天的心情又是格外的激动 所以开起车来 那叫一个兴奋 不断的加速 大半的小时候 陈淑珍就到了她爸妈的小区里面 她母亲 也就是高威威的姥姥 已经过世了 就她父亲在 而陈淑珍去得早 所以 她那两个哥哥 也都没去上班呢 他们陈家人 都住在同一个小区里面 其实陈家也不穷的 在天海市 也有着一个小公司 陈老爷子一直坐着 虽然不大 但好歹 也价值个几千万的 而且这些年 他们陈家人 也在天海市 置办了一些房产什么的 所以陈家人 对于嫁到北江市 并且在那边不受待见的陈淑珍 心里多少也是有些看不起的 尤其是 他们也知道 陈淑珍嫁给的那个高正 那完全就是个废物 开的车才是十几万的 连个好点的车都没有 北江市那破地方 好点地段的房子都买不起 所以 陈淑珍的那些亲戚 在她面前 自然是有些优越感的 只是此刻 在陈家小区大院内 陈淑珍的老父亲 以及她的两个哥哥们 看着陈淑珍 开着一辆蓝薄金尼毒药 停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都惊呆了 陈淑珍的老父亲 眼睛睁得大大的 看着陈淑珍问道 淑珍 这是你的车 下一刻 陈淑珍的大哥 也皱着眉头说道 淑珍 好久不联系了 但是你这车 陈淑珍的二哥 也随后说道 三妹 这车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是全球限量版的 蓝薄金尼毒药吧 这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啊 而且这价格本身也不低 你这车 是哪来的啊 陈淑珍那叫一个得意啊 而且此刻 随着他跟陈家人 聊天的这几分钟 这个天海市的中等小区里面 已经有不少人围了过来 这可是真正的豪车 在全世界 都算是最顶级的豪车啊 一个个都羡慕无比的 看着陈淑珍 陈淑珍看着自家人 那震惊的表情 听着他们那不敢置信的话语 陈淑珍心里 那叫一个得意啊 这一刻他只觉得 积攒在他心底 多年的闷气 一扫而空 下一刻 陈淑珍笑着说道 嗯 这是我女婿的车 怎么样还好吧 对了 我们现在也回天海来了 住在市中心 房子也不大吧 也就个几百平的富士吧 爸 你那公司有什么难处吗 如果有的话 记得跟我说啊 我帮你解决 陈淑珍说完 随后又对他大哥说道 大哥 听说你去市政司上班了 对吗 如果有困难 也可以跟我说啊 最后 陈淑珍又看向他二哥说道 二哥 还有 我听说 你孩子去了寻天司对吗 也行啊 要不要我跟陆天寻去打个招呼 都是一家人 帮衬一下子 嗯 等陈淑珍说完后 陈家三人都全部震撼了 这会儿 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一个个都惊讶无比的看着陈淑珍 陈老爷子死死的盯着陈淑珍 好一会儿后说道 哎 淑珍啊 这些年是我们对不住你 但我们也有难处 你那车赶紧还回去吧 天海这边的医院里 我也认识几个专家 爸带你去看看吧 陈老爷子说完后 陈淑珍的二哥 跟大哥 也一脸同情的看着陈淑珍 那意思就是 陈淑珍有病 疯了吧 陈淑珍意味深长的 看着他们三人说道 爸 大哥 二哥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 你们真的不用我帮忙 陈老爷子三人摇了摇头 随后陈老爷又从兜里 掏了张银行卡 递给陈淑珍说道 淑珍啊 这卡里还有点钱 你拿着去 你 哈哈哈哈 这可是你们说的呀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呀 陈老爷子还没说完 就被陈淑珍大笑着打断了 下一刻 陈淑珍就拿出手机 给萧天策打了个电话 此刻 就在小区外面 不远处的萧天策所在的车队 萧天策的车里 萧天策有些无奈的笑了下 随后说道 可以了 到我们出厂了 走 给我丈母娘撑厂子去 随着萧天策的话落 顿时整个车队就开动了起来 一辆接着一辆的车 天海是寻天司的 天海是市政司的 天海占步的 级别最高的车辆 就行驶了进去 下一刻 在陈家众人震撼无比的目光中 他们就看到了一些 在电视上网上 才能够看到的大人物 天海是寻天司司长 陆天巡 天海是市政司司长 斯天正 天海战神 汪天海 全部出现了 而且周围上百号最精锐的将士 瞬间就护卫在了周围 而这一刻 站在陆天巡 斯天正 汪天海三人身前的萧天策 一脸苦笑的走到了 陈书珍跟前说道 妈 这回心里舒服了吧 陈书珍兴奋的点头 嗯嗯 舒服了 畅快啊 哈哈 好女婿 走走走 回家吃饭 这里也是咱家 陈书珍说完 就赶紧对下的脸色惨白 浑身发抖的陈老爷子说道 爸 赶紧的呀 天策来了 快回家 难道你还让天策 在外边站着不成 他他他 他是 他是 陈老爷子结结巴巴的 对陈书珍问道 陈书珍点头说道 嗯 我女婿啊 你们当年骂的那个女婿啊 骂他欺负了 微微就跑了的那个 天策当年 失去占卜了 现在回来了 嗯 级别也不高吧 现在也就是个龙国战部的第七指挥官吧 嗯 不高 下面也就管是来个战神而已 陈书珍这会儿 那是很低调的说着 但陈家三人 却震撼的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肖天策有些苦笑的 对着陈老爷子拜了一下 老爷好 中午吃饭的时候 陈家一大家子人 都居数无比 而肖天策就跟陆天巡 汪天海等人聊一些事情 饭吃完后 肖天策就带着人走了 他对于这一家人 也没什么好感 当年高威威一个人艰难带着小小的时候 这些人跟高家那些人没什么区别的 一点忙都帮不上 还对着高威威冷嘲热讽的看他笑话 这样的行为 肖天策是不可能原谅的 这次过来 也是为了给陈叔珍出口气罢了 也是为了让这些势力眼感到后悔罢了 若是搁在北江市 这家人的下场 不会比高家人好到哪去 所以肖天策是不会多呆的 等到下午肖天策回到家的时候 高威威已经起来了 也吃了点东西 就是还是觉得浑身无力 酸痛得不行 见肖天策回来后 他很是忧愿的看了肖天策一眼 他老爷家里 别说今天他没起来 就算他起来了 他也不想去的 没什么 从小到大都没去过几次 而且他带着小小那几年 陈家人一丁点的阴性都没有 他早就跟他们断了联系了 肖天策走到高威威身后 从后面抱住了他 在他那修长白皙的脖梗上亲了一口 笑着说道 老婆 要不再去休息会儿 昨天尹昭哥 说今晚请咱们吃饭呢 他不是一直想要见见我吗 我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你休息会儿 晚点咱们就过去吧 高威威疑惑的扭头 看着肖天策说道 昭哥想见你 呃 他不是早就见过你了吗 肖天策摊摊手笑着说道 嗯 是啊 早就见过了 所以我也不清楚 他为什么那么想见我 老婆啊 你说他是不是喜欢上我了 毕竟我这么帅 你说是吧 哦 肖天策还没说完 高威威就一口咬在了 他胳膊上 个狠狠的盯着肖天策说道 你敢 高威威一边说 一边刺着小虎牙 握着小拳头 一副奶胸奶胸的样子 超胸的 晚安 第135章 与世界为敌 第一更 晚上7点钟 天海市市中心 昭哥科技旁边的一家高档的西餐厅内 还是上次尹昭哥找的那家 还是一个靠窗户的非常安静的位置上 尹昭哥 冷义军 以及肖天策跟高威威坐了下来 坐下后 高威威就笑着对尹昭哥问道 昭哥 你为什么那么想见天策啊 而且 你单独约他就好了呀 尹昭哥故意撇撇嘴 看着高威威说道 你快拉倒吧 我要是单独约你老公 你这小妮子 不会吃醋吗 而且也没有什么 非要避开你的花药坦 你就来呗 而且我有喜欢的人了 也是一个盖世英雄 这事儿你老公也知道的 高威威扭头看了肖天策一眼 忽闪着大眼睛问道 昭哥喜欢的人你知道 肖天策拍了下脑门 想到尹昭哥喜欢的人后 他嘴角的肌肉 都不由自主地抽抽了两下 点头说道 嗯 我知道 下一刻 肖天策脑海里 就想起了鹿那个鱼木疙瘩的话 尹昭哥 他喜欢我 那我需要杀了他吗 一想到鹿说的那句经典至极的话 肖天策就一阵郁闷 你嘛 你俩要是能成 那才怪了 于是他不由地对尹昭哥说道 尹小姐 你是认真的 你真的喜欢咯 尹昭哥听肖天策这么问 眼神深处 顿时就浮现出了一丝思念跟爱恋 点头说道 嗯嗯 我喜欢他 他救了我两次了 每次都是在我最绝望的关头 出现 肖天策看着尹昭哥那迷恋的眼神 内心深处深深的叹了口气 哎 这丫头没救了呀 下一刻 肖天策再次深深的看了尹昭哥一眼说道 那个 不是我说 尹小姐 你跟陆最终走到一起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的 太低 太低了 基本都不可能的 呵 尹昭哥却笑了笑 拨弄了下脸侧的长发 眼中生起一丝美好的回忆 陆娜高大的身影 站在他面前的情景 他身那么的有安全感 尹昭哥浅浅的喝了口咖啡 缓缓说道 缘分这东西 谁说的准呢 而且我相信 我们两个最终能成的 最后肯定会走到一起的 这时 高微微好奇的对肖天策问道 老公 你就帮帮昭哥吧 既然你认识那个路 你就帮帮昭哥呀 昭哥很难喜欢上一个男人的 而且 昭哥跟一君姐这种女人 只要是喜欢上了一个男人 基本这辈子都不会变的呀 肖天策的嘴角 再次抽抽了两下 看着自己的傻习书说道 还别说 你还真的说对了 你这个好学姐 也喜欢上了一个男的 但我估计也不能成的 基本不可能的 肖天策看着冷义君问道 冷小姐 你别告诉我 你也是认真的 你跟面 从始至终 也就只见过一面而已 你确定你那是喜欢 肖天策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身边的高微微都惊呆了 满脸不可置信的 看着冷义君问道 学姐 你也有喜欢的人了 冷义君的脸上 生起了一丝尴尬 但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反而很是大方的 就对尹昭哥承认了下来 认真的看着高微微说道 嗯 微微 我也喜欢上了一个男人 就是你老公的兄弟 他叫面 昭哥喜欢的那个男人 叫陆 也是你老公的兄弟 天啊 怎么可能 你们俩 你们俩 这也太 太快了吧 高微微惊讶地张着小嘴 一脸的不可置信 哎 不是我给你们俩泼冷水 我也是认真的 你们俩跟陆还有面 基本是不可能的 你们完全就不是 一个世界里的人 所以我劝你们俩 你们要是有那时间 那还不如在天海 找个别的男人呢 天海市是龙国经济 最发达的城市 优秀的男人不要太多 何必呢 你们苦苦追寻到最后 最大的 可能就是没有结果 肖天策叹息着说道 他能够看到 不管是尹昭哥 还是冷义军 都是动了真情 而这俩女的 某些方面 是跟自己的老婆是一样的 一般不会轻易 爱上一个人 但一旦爱上了 那就会义无反顾地去追 很难改变内心的想法 执拗的不行 也许 正因为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 才能更加互补啊 肖先生 难道你跟薇薇是同一个世界里的人吗 这时尹昭哥深深地看了肖天策一眼 呃 肖天策文言顿时就愣住了 因为尹昭哥说的对 他跟高薇薇 又是同一个世界里的人吗 只是下一刻 我们可爱漂亮傻白天的高薇薇大小姐 就一脸天真的搂住了肖天策的胳膊 笑着点头说道 是啊 天策跟我就是 一个世界里的人啊 他现在就在天海啊 冷义军跟尹昭哥 两女看着对面那情商明显欠费的高薇薇 不禁一阵牙疼 你老公的身份都快暴露完了 你居然还不知道 这时 肖天策也拍了下高薇薇的胳膊 说道 嗯嗯 咱们就是同一个世界里的人 冷义军深深地看了肖天策一眼 对面这个男人 真的是有着太多太多数不清的传奇 高薇薇这辈子都没去过域外战场 但他是去过的 能够在那种恶劣至极的环境中 一路杀出来 并且建立天神殿那样的庞然大物 自身名号 更是震慑整个域外的天神殿主 真的就是神一样的男人 而且六七年前 在天海市崛起的那个商界的传奇 硬生生地凭着一己之力 盖压了天海市那些最顶级的家族势力 后来就算是他消失之后 他在军陵集团留下的那些 一路跟随他的人 也拼命地把军陵集团 做到了天海市第一 他想象不到 当初的肖天策身上 到底是有着怎样的美 才能够让那些顶级精英 前赴后继 义无反顾地跟随着他 就算是他不在 也能够继承他的志向 一往无前 所以 这次尹昭哥回归龙国 他内心里最想要见到的人 就是那三人 一个是高薇薇的老公 一个是军陵集团的创始人 最后一个就是天神殿的店主 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三人居然就是同一个人 就是此刻坐在他对面的肖天策 此刻肖天策看着尹昭哥 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认真地对尹昭哥问道 好了 说正事吧 尹昭姐 你这次叫我过来 你为什么一直想要见我 可以说了吗 尹昭哥也认真地点了点头 无比认真的 看着肖天策说道 其实没有什么 无非就是一直以来 我看不上任何一个男的 但唯独你除外 你这些年在狱外战场上的事情 我也知道的 五年之内 你能取得那样的成就 让我很钦佩 可以说 你是第一个 让我内心钦佩的男人 所以 我想要见见你 这时 高薇薇笑着插话道 嗯嗯 我老公可是狱外战神 天王级的强者呢 嘻嘻 厉害吧 那是自然的 那可是我老公呢 高薇薇对面的冷义军 不禁一阵牙疼 内心暗道 狱外战神 天王 也就你这个傻丫头 那么天真的认为 你老公 你老公是整个狱外战场的 大魔王好不好 也就在你身边 他收敛了很多 你让他去狱外试一试 他走到哪 狱外那些势力 就得跑道啊 尹昭哥的措辞 用的都是不确定的量词 所以 高薇薇也没有听出来 萧天策看着尹昭哥笑了笑 眼神中自然流露着一股 天生王者的气息 说道 嗯 原来是这样 其实也没什么的 我当时就是想要 回来报仇罢了 五年前我被赶出家族 然后又被最信任的兄弟 下毒追杀 我只是想要强大自己 然后回来报仇罢了 尹昭哥深深地看着肖天策 看着这个传奇一样的男人 缓缓点头道 嗯 懂了 今天我亲眼看到了一个 传奇一样的人物 肖天策谢谢你 肖天策笑笑 意味深长地说道 尹小姐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也告诉你一下 你喜欢的路 包括冷小姐喜欢的面 他们两个也是极度优秀 传奇一样的男人 他们两个要远比你们想象中的强 而我本来也是不看好你们的 但现在我想要看看 看看你们以后到底有没有缘分 尹昭哥跟冷义军 脸色极为认真的点了点头 是啊 路跟灭 又何尝不是传奇一样的人物 那天 路跟灭对战的 可是两尊半部巨博级的存在 而且单对单的话 两人都能够压制对方 所以换句话说 路跟灭 就是即将马上晋级为 真正巨博级的存在 真正黄级的存在 这一刻 肖天策身上 自然而然的 就散发出了一股强横至极的王者之势 他肖天策 要做这天下的王者 哪能够被他认可 在狱外战场上 一路跟随他的兄弟 又怎么可能会弱呢 又怎么可能 不会成为一尊皇 说白了 肖天策这次回归龙国 是把身上的傲气 全部收敛了起来 没有在高威威面前表露出来罢了 但若是在狱外战场上 天神殿主一出 谁敢争风 肖天策心中 一直都有着一股傲气 无论在哪 他都是最顶级的强者 尹昭哥看不起天海市的男人 因为他是天才 他有着心里的傲气 那肖天策也是一样 他的事也是放眼的全世界 他的心胸 也是容纳的全世界 跟全世界最顶级的强者争锋 他内心有着绝对的信念 做到最强 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 所以肖天策这次回龙国 说实在的 他没有把任何一个强者 一方势力 真正的放在眼里 高威威迷恋无比的看着肖天策 这一刻他感觉 他老公好像变得不同了 他说不出来 但他就觉得他自己更喜欢了 尹昭哥继续对肖天策说道 现在你当年的仇已经爆了 接下来怎么的打算 肖天策想了想说道 安稳的过日子呗 威威明天就去军林集团上班了 肖天策说到军林集团 高威威就笑着对冷义军 尹昭哥点头兴奋的说道 嗯嗯 昭哥 义军姐 明天我就去军林集团上班了 心里也有些小紧张呢 但我一定会做好的 尹昭哥跟冷义军 看着高威威 那一副要努力工作的样子 两人的嘴角 就狠狠地抽出了两下 你去军林集团上班 大小姐别闹 整个军林集团 都是你老公的 你还上个毛线的班 这一刻 冷义军跟尹昭哥 真的是被高威威 那天真无邪的样子给打败了 两女深深地看了 高威威一眼 心里同时暗道 威威啊 你想象不到 你老公到底 究竟有多么的厉害 这一刻 两女的心里 都对高威威 充满了无限的羡慕跟祝福 肖天策救了回来 冷义军跟尹昭哥 心里很确定 当年高威威 救肖天策的时候 救她这智商 绝对没有想太多 就是真的想要救 而至于任何危险的后果 恐怕这丫头都没有去想 她可能就觉得 大不了找寻天司呗 但万幸 当初追杀肖天策的那些杀手 追丢了 没有找到高威威 所以高威威后来 才会平安无事 但当年那个天真善良的傻女孩 恐怕这辈子都不会想到 她当年的几番付出 却为她 换来了一尊盖世英雄 一尊盖压当世 所有制强者的盖世英雄 一尊这辈子 只会守护她一人 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也在所不惜的盖世英雄 冷义军尹昭哥 对面的肖天策 拉着高威威的手在笑 这是她的妻子 她需要用一辈子 去守护的女人 有的时候 虽然有些傻白甜 虽然有些情商不在线 但那又如何 是的 那又如何 有她肖天策 天神殿主 在她身边守护 谁敢再欺负她 这一张算是个铺垫 剧情没有推进 但是的有 第136 全能顶级 店主大人 一 第二更 晚上睡觉的时候 因为明天要去 军林集团上班 所以高威威一早就去睡了 肖天策 却是有些睡不着了 她一个人走到阳台上抽烟 从她归来到现在 已经真正的过去了 两个多月了 域外战场那边 由于她前几天去了一趟 短时间内 也不会再起波澜 她回过龙国到现在 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很多安排 给高威威举办了一场盛世婚礼 陪着小小玩 再过些日子 军林集团再全部交到高威威手上 高威威跟小小这边 她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多了 她睡不着 是因为心里有些事情 之前她回来的时候 是不打算去一趟燕京的 但现在她觉得 无论如何 她都得去一趟 哪怕只是给母亲上个坟 也得去一趟 而且今天白天 她跟着陈淑珍 去了一趟高威威姥家后 肖天策也突然想起来 她老爷现在也还在世呢 当年她母亲去世后 她老爷也是极度的伤心 于是肖天策决定 等军林集团的发布会 举行完毕之后 她就去一趟燕京 见一些人 同时也跟一些人 彻底的做个了断 而距离军林集团的发布会 也就只剩下了两周的时间 两周 高威威去军林集团工作两周 也能够大体的 把军林集团熟悉下 这样两周后 直接把军林集团交给她 她也不太生疏 那这剩下的十四天 怎么过呢 肖天策皱着眉头想了下 抽了一根烟后 她看着床上安静熟睡的妻子 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那就是这十四天 她要全方位的 给高威威展现一下她自己 让这小丫头知道 自己可不止 是会带兵打仗啊 让她知道 她老公在别的方面 可也都是顶级的啊 一根烟抽完 肖天策心里就有了决定 这些天都在高威威面前 展现一下她自己 那两周后 等高威威 知道她就是军林集团的创始人后 也不会那么的不可接受 肖天策的嘴角扬起 一丝笑意 第二天早上 高威威还没起床的时候 她就被一阵香味给诱惑醒了 等她穿着睡衣光着脚 走到房门外的时候 就看到客厅的餐桌上 摆放着一大堆 精致到极点的早餐 清白相见的青州 精致的各种动物图案 爱心图案的糕点 就像是画出来一样的爱心尖淡 还有热腾腾的豆浆 高威威看着看着眼睛 就不由得睁得大大的 而这时刚做完早餐 洗完手的肖天策 也抱着小小走了过来 笑着对高威威说 快点去洗漱 洗漱完了 就先吃饭 吃完了再去化妆 去吧 高威威愣愣地看着桌上的早餐 说道 这这这是你做的 肖天策还没说完 她怀里的小小 就已经急了 馋得不行 她的两只小眼睛 就死死地盯着桌子上的 那几只小猪 跟小兔子的糕点 口水都流出来了 一边流着口水 一边对高威威说道 是啊 妈妈 都是爸爸做的 可香了呢 我想吃 爸爸不让 说必须等着你 妈妈 你快去洗脸吧 小小饿了 我好想吃 小小捂着小肚子 一脸委屈地 对高威威说道 嗯 你 你还会做饭 哦 我马上去洗 马上去 高威威惊讶无比地 看了肖天策一眼 然后就冲到卫生间里 去洗漱了 高威威洗漱得非常快 女儿已经饿了 她也就没敢多浪费时间 所以 也就五分钟的时间 就出来了 而高小颖也出来了 至于陈淑珍跟高正 这俩夜生活 丰富的人 还在睡呢 都双眼放光了 高小颖更是拿出手机 不断地拍个不停 高威威也拿出手机 拍了起来 小小就郁闷了 因为她想吃 她真的饿了 而且 她爸爸做的糕点 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但妈妈跟小姨 就顾着拍照 于是小小就可怜巴巴的 小夏巴无力地 煮在桌子上 等着这俩麻烦的女人 姐 姐夫 这太漂亮了 我都舍不得吃了 高小颖拍完照 准备吃的时候 她就有些不知道 怎么下嘴了 高威威也是满脸的尴尬 因为她貌似 发现了一个 很了不得的事情 那就是 她的老公萧天策 居然会做饭 而且 好像还做得 非常好吃的样子 先别说味道 就看这卖相 都是顶级的厨艺 嗯 然后她自己的厨艺 是不行的 跟萧天策比起来 是差得远了 啪 就在这时 小小拿着小勺子 往她盘子里的 粉色小猪的屁股上 拍了一下 结果就传出来了 一声清响 而且那粉红小猪的糕点 还谈了谈 小小顿时就乐了 大眼睛睁得大大的 对萧天策说道 爸爸 小猪好可爱 我们不吃了好不好 萧天策想了下 笑着说道 嗯行 那要不 我们吃兔兔 小小想了一小话后 吃了一口盘子里的小猪 对萧天策说道 爸爸 小猪真像 高小颖 高威威顿时 无言以对 然后他们两个大美女 也就低头吃了起来 只是当他们刚吃了几口后 就被美食的味道 给深深的攻陷了 刚开始吃的 两大一小三个女人 他们仨就直接上手了 小小更是连吃了 三只可爱的小猪 吃过早饭 高威威就红着脸去化妆了 但还是低着头跑回去的 因为他觉得自己 好像没眼见人了 他刚刚吃了太多了 粥喝了三碗 当然是小碗 但那也是三碗啊 而且高点也吃了好多块 好多块 换好衣服化完妆后 高威威就去了楼下 准备开车去上班了 而萧天策 也给小小收拾好书包 收好辫子 准备带着小小去上学了 楼下 高威威看着小小的头上 那无比漂亮的七八条小辫子 他心里就一阵严重怀疑他自己 因为萧天策 给小小收的辫子太可爱了 太漂亮了 他自己都做不到 这会儿看着非常开心的小小 高威威心里有种预感 自己这女儿 以后肯定跟他爸爸亲了 绝对的 好了 去上班吧 我送小小去上学 反正最近我也没事做 萧天策笑着对高威威说道 高威威点点头 转身 想要上车的时候 突然又回头 看着萧天策问道 那个 你学过做饭吗 萧天策笑着说道 嗯 会一些 怎么样 好吃吗 高威威脸红的说道 嗯 好吃 挺好吃的 萧天策笑笑说 嗯 行 那以后 只要我有空 我就给你跟小小做饭 高威威的脸更红了 摇头说道 不行 那可不行 你以后还要去占步的 你很忙的 以后你教教我 还是我来吧 而且 这本来也是我该做的 只是高威威说完 萧天策刚想说话的时候 他身边拉着他的手 小小就急了 是真的急了 那可爱的小脑袋摇晃得跟个波浪鼓似的 不要 不要 我不要 妈妈做饭不好吃 我要爸爸做 我要爸爸做 啊 高威威心里顿时就生起了巨大的挫败感 翘脸更红了 自己这女儿 还真的是 真的是一点情面都不给自己留啊 我 我去上班了 高威威不敢再在原地待下去了 赶紧钻进车里 开着车去上班了 还上什么班啊 公司都是爸爸的 妈妈太笨了 小小都猜到了 妈妈还猜不到 就在高威威走后 小小还在撅着嘴说他 呵呵 不许说妈妈 妈妈很努力的 小小你要多鼓励妈妈 知道吗 肖天策笑着对小小说道 小小笑着点点头 非常可爱的吐了吐舌头 知道了爸爸 爸爸你好帅 爸爸你真帅 爸爸你怎么就那么帅呢 嗯 小小为了让肖天策给他继续做饭 给他梳头发 就一个劲的夸肖天策 但小嘴真的是甜 嗯 这点随他爹 既聪明眼又高 情商也高 肖天策被逗得开怀大笑 抬头看了眼高微微的车影 笑了笑男男道 你老公可不仅仅是会做饭 会输辫子哦 还有很多顶级的技能呢 你可是找了个宝藏老公啊 第137章 全能顶级 店主大人 二 第三更 五分钟后 肖天策就带着小小到了幼儿园门口 也就是当初他找了大半个月 最后才找到的幼儿园 在幼儿园门口 小小刚出现后 顿时就吸引了一大群小朋友的注意 小小来这学校已经上了几天课了 也有认识的几个小伙伴了 这会儿小小刚一出现 几个长得同样帅气的小男生 就围了过来 还有几个非常精致可爱的小女孩 都围在了小小身边 哇 小小 你这白裙子好漂亮 一个小女孩羡慕无比的对小小说道 小小得意的一笑 嗯嗯 那肯定的 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呢 哇 小小 你的辫子也好漂亮啊 是你妈妈给你输的吧 我妈妈就不会给我输 我的好难看 有一个长得很漂亮 但披散着头发的小女孩 一脸郁闷的说道 而这个小女孩说完 她旁边的一个短发高挑 穿着一身职业装的美女 脸就红了 对着肖天侧 有些尴尬的笑了下 她是个事业心很重的女强人 自己的头发都懒得流长的 更别说给自己女儿输辫子了 那可是难为死她了 这时小小又说道 不不不 这也是我爸爸给我输的 我爸爸可厉害了呢 长得又帅 又会输辫子 还会给我做饭 今天早上的糕点可好吃了 小美 你要不要吃 我偷着带了点出来哦 小小说完 就赶紧从小书包里 拿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糕点出来 很是大方的递给了面前的小女孩 哇 好漂亮的小兔兔啊 太可爱了 小小 我们不吃她了好不好 小美两只小眼睛都放光了 看了会儿手里的小兔兔后 又看着小小说道 小小 你爸爸好厉害啊 比我妈妈都厉害 那是我爸爸可厉害了 买了好多辆漂亮的车呢 还有一家很高 很大很霸气的公司呢 小小得意非常的说道 那个叫小美的四岁小女孩文言 顿时就羡慕得不行 随后她扭头看着她身后的 那个美女说道 妈妈 你给我换个爸爸行不 我也想要小小那样的爸爸 小美说完 又看着帅气无比的肖天策说道 叔叔 你好帅啊 你能当我爸爸吗 嗯 这个可真不行啊 嗨嗨 这小女孩都把肖天策整猛了 她旁边的那女孩的母亲 这会儿也是脸红无比 低着头 脸红的都快滴出水来了 她都不敢去看肖天策 因为她面前的这个男人 那是真的帅啊 而且身上那气质 真不是装出来的 而是天然就散发出来的 她也是一个小主管 见过的成功男人多了去了 所以她一眼就能断定 眼前的男人 绝对不是普通的男人 再加上刚刚她女儿的话 这男人应该真的是一个 极为成功的企业家 小小这时见小美要抢她爸爸 于是脸色瞬间就变了 把小美手里的兔兔抢了回来说道 哼 小美 我可以给你分享 我爸爸做的好吃的 但这并不代表 你也可以管我爸 叫爸爸 那是我爸爸 你不许叫 肖天策听着面前这两小女孩的对话 就觉得脑袋有些大了 赶紧对小小说道 小小赶紧去上学 还有送出去的东西 哪有收回来的道理 你想吃 爸爸晚上再给你多做点 小小这才可怜巴巴的点点头 又把可爱的小兔兔给了小美 然后他们俩就手拉手去里面上课了 等到几个小朋友走后 肖天策有些尴尬的看着 刚刚那小女孩的母亲说道 那个 抱歉啊 小孩子说话不注意 那美女见肖天策跟他说话 一时间脸就更红了 低着头 从包里拿了一张名片 递给肖天策说道 先 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 可以跟您交个朋友吗 嗯 肖天策心里一颤 这女人不会当真吧 难道自己的魅力 就这么大吗 不过她也没多想 拿起名片 就笑了笑说道 嗯 可以 我叫肖天策 咱们都是孩子的家长 以后常联系 那美女赶紧点头 嗯嗯 那先生 您 您先忙 我得赶紧去上班了 那美女妈妈说完 就红着脸低着头 赶紧走了 不知为什么 刚刚肖天策 跟她说话的时候 她心跳就特别的快 非常的快 一时间 这美女妈妈 心里就暗暗复肥 还是人家的老公好 自己那老公 太废物了些 哎 但没办法 自己已经结婚了 和这样优质的男人 没缘分了 要不发展个情人 不不不 我可不是那样的女人 我都有孩子了呀 哎 后悔啊 结婚那么早 女人一边往车上走 一边复肥着 她得赶紧去 军林集团上班了 嗯 是的 她也是军林集团的员工 而且都在那边上班一年多了 最近听公司说 两周后 他们总裁要开发部会 现在整个公司都在做调整 每天都很忙 业务也越开越多 于是 她也不敢再多耽误 就赶紧开着车去了 当然这个小插曲 肖天策自然是不在意的 也不知道 刚刚那个美女妈妈 居然是自己手下的员工 嗯 就算知道了 也不在意的 她这辈子 只爱高威威一个女人的 先生 您今天忙吗 您要是不忙的话 可以进来陪孩子 我们今天上午 主要是教孩子们画画 你也可以来的 这时 就在肖天策想着事情的时候 耳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她抬头一看 就看到一个长得 非常非常漂亮的美女老师 在跟她说话 这美女幼师 看起来年纪挺小的 也就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穿着运动鞋 白色的白褶裙 梳着长发 脸也非常漂亮 身上还有一种青春的朝气 虽然肖天策对别的女人没兴趣 但跟美女说话的话 心情还是会好一些的 而且她是真的没事 她的事情太多了 索性就全部 扔给下边的人去做了 反正 她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陪着妻子跟孩子 于是她就点点头说道 嗯 好啊 我没事的 那美女老师 见肖天策答应下来 也非常开心 毕竟肖天策长得很帅 而且小小她也非常的喜欢 于是 她就带着肖天策往里面走 这个幼儿园站地很大 里面有专门的美术教室 只是那美女老师 刚带着肖天策进去的时候 远处就跑来了 另外一个美女幼师 对肖天策身边的老师 着急的说道 应该上不了了 我昨天采购的东西 没有送过来 那个叫唐古的美女幼师 文言也着急了 就在她想要说话的时候 肖天策笑了 拿出手机 一边给江北辰发短信 一边说道 别着急 我让人送过来 半个小时的样子吧 很快的 对了 还有别的需要的吗 你们还得上音乐课吧 那音乐器材够吗 半个小时后 两个美女幼师震撼无比地看着 停在他们幼儿园前面的三辆大卡车 里面所有课外需要的东西 培养兴趣的东西 美术器材 音乐器材 体育器材等等 一件一件的 开始往学校里搬 那个叫唐古的美女幼师 可爱的小嘴巴 张得大大的 看着肖天策说道 肖 肖先生 这也太太多了 而且太贵重了 我们幼儿园 没有那么多资金的 肖天策笑笑说 没事 算我赠送的 孩子们还小 不能苦了他们 走吧 现在美术器材有了 咱们去给孩子们上美术课吧 嗯 可是 这也太 美女幼师还想在说什么的时候 肖天策已经向着远处走去了 一时间这个美女幼师 满眼都是肖天策那帅气的背影 他也刚大学毕业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肖天策这样优秀的男人 一时间满眼的小金星 心脏砰砰砰的跳个不停 上午的美术课上 肖天策也拿着一个画板 在小小身边画画 两个小时后 小小画了一幅爸爸妈妈宝宝在一起的图画 没有太好的美感 但却很有味道 叫唐古的美女幼师走到小小身边 蹲下身子 给小小的画作评价 他大学就是学美术的 也是天海大学 天海美院毕业的 美术上的造诣非常高 他看着小小的话说道 小小 你画的爸爸妈妈的眼睛 缺点东西 你看啊 往这边点一下 是不是就好了 是不是看起来 爸爸妈妈就都在笑呢 小小看着唐古老师给他点出来的东西 看了一会儿后 他就开心的拍起了手来 哇 老师你好厉害啊 小小也要努力 对了老师 你看看我爸爸画的怎么样 爸爸画的妈妈也可好看了呢 美女幼师笑着点头 随后就对肖天策说道 肖先生我看看您的大作 美女幼师说完 就看向了肖天策的画板 只是他一看之下 心里就震撼了起来 眼睛睁得大大的 满脸不可置信的对肖天策说道 肖先生 您 您以前也学过美术吗 这也太 太漂亮了 不 你这水平 比我们大学的老师都要高了 比那些外教都要高 此刻肖天策的画板上 画的是穿着长裙的高微微 站在江边的情景 就跟拍出来的照片一样 不 比照片还要有灵魂 画板上的女孩 身上充满了青春的朝气 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 他呼吸了江边新鲜的空气 整个人都在放空 而且 这幅画从侧面看的时候 画上女孩的背影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味道 画上面女孩的线条 也非常的美 所以这个叫糖果的幼师震惊了 肖天策笑笑说道 以前没事的时候 学过一些 这幅画是我妻子 五年前我刚跟她见面时候的情景 美女幼师看着画上面的高微微 不由得感叹道 那她一定很美很美 肖天策点头 嗯 我们就住在附近 糖果老师 去家里吃饭啊 我介绍你跟我妻子认识 美女幼师兴奋的问道 那样可以吗 肖天策点头道 嗯 可以的 随后 美女幼师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事的 赶紧跟肖天策说道 哦 对了肖先生 下个月 我们幼儿园要办一场晚会 到时候 小小也得准备节目的 我们的主题是亲子晚会 你可以想想 你给小小准备个什么样的节目 肖天策还没说完 小小就忽闪着大眼睛 对肖天策说道 爸爸 爸爸我想学钢琴 可以吗 我喜欢弹钢琴 可是我不会弹 肖天策笑着说道 好啊 那爸爸教你 这样 下午我就买台钢琴 放到家里 晚上教你弹好不好 嗯嗯 爸爸教我弹钢琴 好开心 小小开心的笑着 美女幼师更加惊讶的 看着肖天策问道 肖先生 您还懂音乐 肖天策说道 嗯 以前在意外的时候 见过几个钢琴大师 学过一点 水平不高 但教女儿倒是够了 其实肖天策没说的是 他遇到的钢琴大师 可不是一般的大师 那都是世界最顶级的 他在域外学美术 学音乐等 都是为了压制淡化心理的杀气 没想到他学着学着 他自己也有了最顶级的水准 当然 他身上还有各种顶级的技能 马上就要把军林集团 交给高薇薇了 他在那之前 也要让高薇薇 认识一个全新的他 全方面的了解他 第138章 全能顶级 店主大人 三 第四个 阿T 中午时分 正在军林集团 食堂内吃饭的高薇薇 突然就打了个喷嚏 而这已经不是 他今天打的第一个喷嚏了 他已经连着打了好几个了 薇薇 你怎么了 感冒了吗 此刻坐在高薇薇身边的沈宇璇 对高薇薇关心的问道 嗯 沈宇璇前天深夜就到了天海 昨天就正式入职军林集团了 而且不只是他 还有跟他一起 从前江市过来的萧红 说实在的 沈宇璇跟萧红也特别的猛 因为他们俩是前天下午 突然接到沈青天的电话 沈青天让他们俩连夜赶到天海来 然后等他们俩过来后 就直接给他们 办理了军林集团的入职手续 整个过程都特别的突然 沈宇璇到现在还都反应不过来 直到今天 他见高薇薇也过来入职后 他心里突然明白了些什么 这一切都是萧天策安排的 沈青天跟他说过 军林集团本就是萧天策的 这一刻 沈宇璇心里又对高薇薇 升起了无尽的羡慕 薇薇姐 要不我下去 给你买点感冒冲剂吧 萧红也一脸担忧的 对高薇薇说道 高薇薇皱着眉头说道 不知道 但应该不是感冒 我总感觉 有人在背后 说我坏话一样 高薇薇顿了顿 接着对沈宇璇跟萧红说道 哈哈 宇璇 小红 你们俩来天海了 而且 咱们现在又是同事 那晚上去我家吃饭啊 我让我老公先把饭做好 沈宇璇脸色无比古怪的 看着高薇薇问道 薇薇 你让萧天策在家 给你做饭 你让一个战神 他就知道了 嗯 好吧 我也好久没见到小小了 怪想他的 那晚上就去你那 沈宇璇对高薇薇说道 嗯嗯 我也是 薇薇姐 我也很想小小 小红也开心的点头 三人吃完饭后 就都回到各自的工位上去了 他们也不在一个部门 只是高薇薇走后 沈宇璇心里的感慨就更多了 半个月后 军林集团总裁的发布会吗 那现在 薇薇也入职了 难道萧天策 要把军林集团 交给高薇薇 沈宇璇心里猜测着 但他什么也不会跟高薇薇说 只会在心中为自己这个闺蜜祝福 忠心的祝福 晚上高薇薇 沈宇璇 萧红到家后 萧天策就已经做好了晚饭 嗯 清一色最顶级的菜品 色香味都是顶级的 沈宇璇感觉萧天策的厨艺 都比得上五星级酒店的大厨了 吃完饭后 小小就把萧天策白天画的那幅画 拿到了高薇薇面前 妈妈 妈妈 你看爸爸画的你 好漂亮 高薇薇看到画上的他自己后 也是不禁地震撼了一下 因为天策画得太好了 画上的他也实在是太漂亮了 沈宇璇跟萧红 在看到那幅画的时候 也是被震撼了一下 菜做的好吃 画也画得十分漂亮 这是你画的 你画画这么好吗 高薇薇惊讶的抬头 看着萧天策问道 萧天策笑笑说 嗯 学过一些 画得还行吧 不等高薇薇说话 小小就跳到高薇薇面前说道 妈妈 爸爸画得可好了 我们老师 唐国老师 都非常喜欢爸爸的画呢 唐国姐姐 你们那个女老师 高薇薇文言顿时就抓住了重点 对萧小问道 萧小点头道 嗯 是啊 妈妈 唐国姐姐可漂亮呢 还有萧美的妈妈 今天早上看到爸爸给我说的辫子时 也可羡慕了 萧美妈妈 高薇薇一瞬间又抓住了重点 对萧小问道 嗯 萧小 那个萧美的妈妈也很漂亮吗 萧小点头道 嗯 挺漂亮的 不过没有妈妈你漂亮哦 高薇薇的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悄悄地握紧了拳头 咬着牙看着萧天策 一字一句地问道 唐国姐姐 萧美妈妈 好啊 萧天策 你竟敢背着我找别的女人 高薇薇这会儿算是明白了 她今天白天上班的时候 为什么一个劲地打喷嚏 原来是家里这个大猪蹄子 在外面拱白菜呢 萧天策顿时一脸的无语 赶紧正色地摆手说道 没有没有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别瞎想啊 我们就是说了两句话而已 没别的 萧小这时也帮着萧天策解释道 西西 妈妈 你想多了 爸爸才不会看上别的姐姐跟阿姨呢 爸爸最爱妈妈了 妈妈你别生气哦 来来来 妈妈 你看看爸爸给我买的钢琴 可漂亮了 妈妈你会弹钢琴吗 你教我好不好 小小说着说着 就把高薇薇拉到了窗户边的钢琴旁 一脸期待地看着高薇薇 高薇薇顿时就愣住了 有些尴尬地说道 那个小小 妈妈 妈妈不会啊 高薇薇说完 小小顿时就一脸嫌弃地看着高薇薇 哼哼道 妈妈你不会 那我就让爸爸教我了呀 爸爸会 而且弹得可好了呢 小小说着说着 又把萧天策喊了过来 萧天策走过来后 高薇薇就更加惊讶地看着他问道 你 你还会弹钢琴 萧天策一脸无语地说道 看不起谁呢 我当然会啊 咱再怎么说 也是钢琴时级好不好 高薇薇一脸地不幸说道 你钢琴时级 那都是世界顶级的了 我才不信呢 哼 你要是真的会 那你就给我弹一首 萧天策笑着摇了摇头 心里暗道 好吧 那就让你看看你老公的实力 凡用事实说话 随后 萧天策就坐到了钢琴旁 神情瞬间就专注了下来 随后 一首世界级的卡农 就弹了出来 高薇薇一开始 还准备等着看萧天策笑话呢 毕竟在他心里 萧天策是战场上的英雄 只会战斗的 根本不懂音乐 更别说音乐中的王者钢琴了 但他听着听着 很快就深深地陷了进去 萧天策弹得太有感情了 也非常的动听 让人感动 这一刻 不只是高薇薇 就连坐在客厅中的 沈宇璇跟萧红 也是迷茫了 他们三个女人 再加上小小这个小美女 四个女人 都听得入迷了 而且 此刻坐在钢琴前面 认真弹奏钢琴曲的萧天策 给人一种田径高雅的感觉 完完全全的 就是一个世界级的钢琴大师一样 完全不像是战场上的战神 他们几个一时间 都有些迷茫了 眼前这个 在他们面前演奏钢琴曲的男人 是萧天策 一曲完毕 萧天策都走到高薇薇身前的时候 高薇薇都没有反应过来 还沉浸在那忧伤的音乐当中 萧天策不由伸手 在他眼前晃了晃后 说道 如何 你老公谈的还可以吧 非常 好好 高薇薇愣愣的说道 随后 他又抬头深深的看着萧天策 这一瞬间 他仿佛看不透眼前这个男人了 沈宇璇跟萧红 也愣愣的看着萧天策 心里的迷茫更多了 眼前这个男人 就好像是一团迷雾一样 让人看不清楚 他到底有多少才华 有多么的优秀 而高薇薇不知道的是 今天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接下来的几天当中 随着他在军林集团上班的日子 一天天过去 他就在萧天策身上 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优点 越来越多的各项才华 本来想今天 把这个小过度写完的 但实在撑不住了 抱歉了 还有说个事 在书评区 故意给一心插评喷我的 大家不要再去打理那些人了 不值得 咱们跟那些人 也不是一类人 他们可以素质不高 店主大人 四 第一个 时间一天天过去 很快高薇薇就在军林集团 入职一周了 这一周的时间 高薇薇也对整个军林集团 有了初步的了解 只是随着他对军林集团的了解 越深入 他心中的震撼就越多 因为庞大无比的军林集团 就如同一艘高速移动的巨舰一样 每天都在向着前方乘风破浪 高速的前行 就比如 军林集团 几乎每天都有着新的项目立项 军林集团的高管们 每天都在急速的忙碌着 军林要比的不是某个方面 超越天海其他的公司 他们是要力争所有方向 都要做到天海市最优秀的地步 就比如 冷义军跟尹昭哥做的昭哥科技 主攻只能是 AI跟芯片方向 高薇薇以前还觉得 有着尹昭哥这个女天才加盟 昭哥科技会做到天海市第一 但当他进入军林集团后 他就发现他错了 而且是错得非常非常离谱 因为军林集团对这个项目 在五年前就已经立项 而且 这五年来 一直都在做着最秘密的研发攻坚 当然之前是在海外的 而现在 随着军林集团那个传奇创始人的回归 这个项目已经被迁移回了天海 并且让高薇薇极度震撼的是 昭哥科技 是因为有了尹昭哥这个女天才的回归 才做起来的 但军林集团的智能疾控跟芯片等系统 却是网络的世界各地最顶级的天才 高薇薇根本无法想象 军林集团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军林集团 从与外世界各国招来的天才 能够堪比尹昭哥的就好多个 所以高薇薇震惊了 而且还有一点 其实高薇薇没有注意过 那就是她看似无意中听到的消息 都是沈宇璇故意透露给她的 让她知道 因为沈宇璇在那天跟高薇薇见面后 她心里就明白了 高薇薇这次入职军林集团 就是要来接管军林集团的 而这两周的时间 高薇薇心里是以为她是过来实习的 但不是的 几乎军林集团那最顶级的十几个副总裁 每天都在开会 为高薇薇做着最周密的提升计划 力争在这十几天内 把军林集团的所有项目 全部都展现在高薇薇面前 为她接下来的全面接管做准备 所以之后的高薇薇 她每天都处在极度的震撼中 周六日也顾不得休息了 因为军林集团 压根就没有周六日的概念 想休息就去休息 不想休息 那就去公司加班 三倍的加班费 而且军林集团向来都是管饭的 衣食住行都管 只要你去工作 军林集团那个创始人的概念 就是绝对不让员工有后顾之忧 军林集团将最大限度的给员工们 解决个人问题 于是高薇薇就更加震撼了 军林集团在高科技方面 要远超昭哥科技 而且在远洋重工方面 也同样的要远远超过 上官家族的天海重工 高薇薇毕竟在天海工业集团 工作过一段时间 所以对那个天海市排名第二的集团 也是很了解的 但当她真正来到军林集团后 才真正的感觉到差距 那巨大无比的差距 可以说 如果不是军林集团 要故意给上官家 影家留下一定的份额 那他们两家的公司 早就活不下去了 就是这么强横 军林集团 不愧是天海市的第一 不愧是真正的世界级的 排名前几十的大企业 在上班一周后 高薇薇心中就无比坚定的想到 真的 他从来没有想象过 他去军林集团上班的这一周 会如此颠覆他的想象 太强大了 太强了 随着他接触的越来越多 他就越发的感觉到 军林集团的野心跟信心 也越发的感觉到 当年那个传奇级的人物 是有着多么强的雄心壮志 虽然他曾经一度消失了五年的时间 但他在消失之前 却曾经给军林集团 留下了一个宏伟的规划发展蓝图 剩下的 那些高管们 照着那个传奇规划的蓝图 去拼就好了 有了方向 就不会迷茫 而且现在高薇薇知道 那个传奇时隔五年 已经又重新夺回了军林集团 前两个月军林集团 开始了全面的整合 并且又有了海外神秘 且强大至极的资本集团的注资 所以 今时今日的军林集团 再度一飞冲天 如今的军林集团 每天都在疯狂的往前推进 业务直线上升 股票的价格 更是在一个月内 就翻了一倍之多 也就是说 两个月前 军林集团就是天海市第一了 但现在 它的估值又再度翻了一倍 所以 如今的军林集团 一个公司 就相当于天海市第二到第十的企业 全部加起来 甚至还要乘以二 由此就不难想象 今时今日的军林集团 为了迎接他那个 即将亡者归来的主人 他们是多么的拼 多么的强 同样的 高薇薇在军林集团上班的这一周 也极大的开阔了他自己的视野 在军林集团 每天都有龙国各地顶级的人才 甚至世界各地顶级的人才 过来公司谈事情 完完全全的国际化 世界化 在军林集团里 随时都能够看到一些 意外的精英在走动 这些都是为军林集团服务的顶级人才 真 太大了 太强了 当年那个军林集团的创始人 真的不会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人物 也许只有那样的传奇人物 才能够建立起这样强大的公司来吧 那个创始人跟天策一样 也姓肖 下周就能见到了 嗯 到时候 我让天策也来 让他也来见一见这军林集团的传奇创始人 没准他们还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 毕竟都是一样的传奇 一天周五 高薇薇站在军林集团的楼下 看着面前高耸入云的军林集团 心里无限的感慨 至于军林集团的创始人 是不是肖天策 这个高薇薇是压根就没想过的 他老公再厉害 也不能各个方面都那么强吧 而且随着高薇薇对军林集团越发的了解后 他心里也就清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军林集团这种传奇级的创始人的重要性 也能够堪比龙国的一位天王级的指挥官了 这是龙国最顶级的商业天才 甚至公司内部都在传言 很可能明年军林集团的创始人 就能够成为龙国的首富 是的 就是首富 毕竟军林集团现在已经有了问鼎龙国各家公司第一的资格 他又是一家真正的科技创新为主的企业 甚至整个军林集团的安防部门 也都是清一色的五星级别的高手 还有从域外征调来的半部战神级的存在 非常之多 而汪天海的天海战部 也有着一条专门快速抵达军林集团的地铁 就是为了保护军林集团的安全 天海战部这几年就已经迁移到了军林集团的边上 所以当日才有了汪天海 即便知道傅军林那个人有着很大的问题 但他也要立保傅军林 而且当时不只是汪天海 包括陆天巡 思天正 也是要立保军林集团的 军林集团就是天海市各界的一棵大树 参天的大树 他不能倒的 他要是倒了 天海各界都得遭殃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军林集团的创始人 目前就已经在龙国富豪榜上排名前五 未来更是非常有希望问鼎龙国首富的那个传奇创始人 他的身份是真的能够堪比一位天王级的强者的 高薇薇心中突然很激动 他心里在想着 到时候军林集团的那个姓肖的创始人 跟自己老公见面后 他们两个又会是怎样的情景 几乎同样的年纪 但每个人都在各自的领域里 取得了天大的成就 绝大部分人再怎么努力 努力一辈子都不可能取得的成就 那样顶级人物的见面 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而且高薇薇觉得他的老公很好 但太孤单了 有兄弟 但是他的身边却几乎没有跟他同级的朋友 薇薇 想什么呢 你看着军林集团的大厦 已经发呆了十分钟了 这是高薇薇身边的沈宇璇 开口对高薇薇问道 高薇薇笑了笑说道 宇璇 你说我家天策 跟这个军林集团的创始人 谁比较强 你说他们俩能成为朋友吗 沈宇璇听着高薇薇的话 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眼睛瞪得滚圆的 看着高薇薇问道 高薇薇 你是认真的 高薇薇疑惑的看着沈宇璇问道 什么认真不认真的 沈宇璇嘴角再次抽搐地问道 你说 你要拿军林集团的总裁 跟你老公比 你是认真的 高薇薇认真的点头说道 嗯 是啊 这些天我也了解了 而且 你不是也说过吗 军林集团那个传奇级的创始人 地位也堪比一位 天王级的指挥官吗 我老公也是啊 所以你说 他俩谁会更强一些 你说他俩要是成为朋友 那该多好 那个我还有事 你自己慢慢想吧 这事我帮不了你 我先走了 沈宇璇不想再跟高薇薇待下去了 这还怎么聊啊 非常非常的优秀 但你也不至于这么扎我心吧 还成为朋友 还比一比 怎么比 你跟我说怎么比 那军林集团的创始人 也消失了五年的时间 然后两个月才回归的 你别忘了 军林集团两个月前出事的那天晚上 你老公就在天海市 好不好 你怎么就不会想到 他们就是同一个人呢 沈宇璇心中赋斐着 但同样的 他想着想着也就愣住了 是啊 如果他不是提前知道 萧天策有问题 如果他不是在新闻上 突然看到了他父亲沈青天 江北辰 龙九在军林集团门口的身影 那他会去怀疑吗 毕竟军林集团的创始人 也是一个真正的传奇啊 年龄不到三十岁 但却已经快要成为 龙国的首富了 那他会怀疑 军林集团的创始人 跟萧天策 就是同一个人吗 一时间 沈宇璇愣住了 因为如果抛开那些先决条件后 他是真的不会去怀疑的 不会去怀疑 这两个人 其实就是一个人的 微微 是啊 我也很期待 你跟你老公说说 让他跟那个军林集团 创始人见面的事情 我也好期待啊 哎 你个傻丫头 你说你上辈子 是拯救了银河系吗 这辈子 能够让你找到 这么一个强大的老公 走远后的沈宇璇 突然回头 对着身后的高薇薇看了一眼 看着那还在发愣的高薇薇 嘴角不禁扬起一丝 祝福的笑意 第140章 全能顶级 店主大人 无 第二更 而这几天 让高薇薇同样每天 都在震撼中的 除了他拼命工作的 军林集团外 还有他家里的那个男人 嗯 就是他的老公 萧天策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他的老公 突然就变了 每天都在给他新的惊喜 比如从最开始的 顶级厨艺 美术 音乐 然后再到后来的 他每天晚上回来加班 做各种工作计划 项目报表 项目策划 每当他疑惑 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萧天策就走到他身边 几乎就是粗略的看一眼 然后就给他讲出了 大致的思路来 让他毛色顿开 而且 往往萧天策 做出来的东西 要比他还要好得多得多 而且他突然发现 当他费劲地去查询 各种域外的资料 看不懂那域外的文字时 他的老公萧天策 居然能熟练至极地 给他读出来 让他看懂 要知道 他查域外的资料时 可不是只有简单的英语的 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语言 但萧天策都会 而且还能非常熟练地 给他朗读 以及给他解释是 什么意思 萧天策除了这种能力外 他的车技也是顶级的 那是上周末的晚上 冷义军非要带着高薇薇 去天海市的外环飙车 嗯 结果他老公一出手 直接就轻松至极地碾压全场 车技无双 要知道当天晚上那个场地里 还有一些职业赛车手的 但就算是那些职业赛车手 都把他老公奉为车神 天海市的车神 高薇薇恐怕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天晚上他坐在副驾驶上 看着萧天策开车时的情景 连续弯道的飘移过弯 那发动机轰鸣的声音 以及轮胎轮骨摩擦碰撞出的火花 都让他热血沸腾 还有 除了车技以外 高薇薇发现 萧天策居然也会跳舞 各种顶级场合的交际舞 都无比标准自然 他虽然不会 但也能被萧天策带着跳起来 成为全场的焦点 还有服装设计方面 高薇薇以前逛街的时候 都是自己去挑选试穿 但这几天萧天策跟他逛街的时候 他几乎都不用自己去挑了 往往萧天策随便给他搭配几下 他都能够变成另外一种感觉 比如邻家风 少女风 女总裁风 等等各种风格 萧天策都能够轻松的 给他搭配出来 并且教会他 穿什么样的衣服 就如何如何做 更能体现出什么样的气质来 还有 他的老公居然还会化妆 而且 那化妆技能 比他还要高得多得多 往往都能把他打扮得超级漂亮 所以 那几天萧天策帮他化妆的时候 高薇薇曾一度认为 萧天策才是个女的 嗯 除上述的各种技能之外 萧天策对各项体育运动 也是熟练无比 总之 高薇薇就是每天都处在震惊中 这十多天的时间里 他白天在军陵集团上班 时刻都处于对军陵集团的震撼中 而回到家后 又处在对他老公萧天策的震撼中 等一段时间之后 高薇薇突然发现 原来他好像对萧天策的了解 很少很少 他也终于明白 他的老公 绝对不是一个 只会在域外带兵打仗的战神 他还会很多很多的东西 每一项只要他会的 几乎都是顶级的 高薇薇最后确定 若是萧天策不当兵 那他在都市里 也能够混得非常好 因为他会的各种技能 实在是太多了些 但正因为他的老公越来越优秀 嗯 其实是本来萧天策就很优秀 只是他以前没有发现而已 所以应该说 当高薇薇发现 他的老公越来越优秀之后 他心里的担心 就越来越浓了 因为萧天策本身长相也非常帅气 长相跟身材 都是顶级的那种 而且各方面又极其优秀 身上的气质 更是绝世无双 所以这些天 他跟萧天策在一起 去逛街的时候 出去玩的时候 路上总有长得漂亮的美女 想要跟萧天策搭讪 这让高薇薇气得不行 虽然他知道 他老公不会对别的女人动心 但他心里也吃醋 就这样 时间转瞬间就过了十一天 又到了一个周四的晚上 而距离军林集团 那个传奇级的创始人 召开发布会 也只剩下了三天的时间 三天后 也就是下周一那天 军林集团就会举行这五年来 军林集团最大的一场发布会 届时天海市各界 甚至整个龙国商界的大佬 精英们都会赶过来参加 而军林集团从明天开始 也将暂停挥下所有业务的推进 全力备战三天后的发布会 因为那场发布 会要再做一些巨大的人事调整 还要宣布 军林集团未来五年 十年的蓝图 业务暂停三天 高薇薇也终于喘了口气 晚上回到家吃完萧天策 做到饭后 就去洗了个澡 嗯 为了让高薇薇休息得更好 某人就又让高薇薇 狠狠地运动了一番 于是无奈之下的高薇薇 就只能又去洗了个澡 回到床上 高薇薇又换上了一条新的 白色吊带蕾丝边的睡衣 白白的大长腿 展现在外边 她的皮肤这些天 在萧天策给她精选了一些化妆品后 更白了 非常的诱人 萧天策忍不住就又压在了她身上 想要再来一次 但却被高薇薇求饶地推开了 老公 别 我真的不行了呀 明天还要上班呢 萧天策笑着说道 你们明天不是不工作了吗 就是布置一下会场 跟排练下流程什么的吗 高薇薇点头说道 嗯 是啊 因为军灵集团的发布会 下周一就举行了 所以虽然这三天 我们不用工作 但也不会闲着呀 而且 这是军灵集团这五年来最大的发布会 是面向全世界的呀 我们当然得准备好了 萧天策看着高薇薇 那一脸憧憬的样子 就不由地说道 哼 看来你是真的 喜欢军灵集团啊 怎么样 在军灵集团工作 感觉比在天海集团如何 高薇薇文言立马就坐了起来 兴奋的对萧天策说道 老公 我跟你说 这俩公司根本就没有可比性的 军灵集团太强了 是一家真正的世界型企业 完全不比每周 西欧那些做了百年的公司拆的 真的很厉害啊 哦 是吗 哼哼 行 那你喜欢就好 萧天策笑着说道 高薇薇点点头 继续对萧天策问道 嗯嗯 对了老公 那我们集团下周一的发布会 你也要去的吧 我听说天海战部的战神 汪天海也要去 寻天司司长 市政司司长 都要去的 那你是天王级的战部指挥官 你也在天海 你去吗 萧天策刮了下高薇薇的小鼻子说道 当然去了呀 或者你觉得 我在这 你们集团敢不邀请我吗 高薇薇更兴奋了 点着小脑袋说道 嗯嗯 老公 我很期待 到时候 你跟军灵集团那个传奇级的创始人 聊天的情景呢 你们俩都是最顶级 最优秀的男人 萧天策文言愣住了 自己妻子这脑回路 他该怎么回答 自己跟自己成为朋友 自己跟自己聊天 这也没法弄 于是 萧天策就尴尬的笑了下说道 嗯 应该不会吧 啊 为什么呀 老公你身边都没几个朋友的 我也想你多交几个朋友的 哦对了 老公你是龙国战部的第七指挥官 那以你的权限 你也没有见过那个军灵集团的创始人吗 高薇薇有些疑惑的对萧天策问道 因为他感觉 以他老公的身份地位 想要见个人 应该不是什么男士 萧天策摸了下鼻子说道 我跟那个萧涵叶见面吗 没有 我也没兴趣啊 怎么了 高薇薇这时 心里感觉萧天策好像是有点生气了 毕竟 他这是在一个男人面前说 另外一个男人优秀呢 于是 他就笑笑岔开了话题 嗯嗯 不见就不见吧 反正老公你是最优秀的 萧天策笑笑说道 嗯 那我比你们那个集团的创始人如何 你觉得 谁更优秀一些 高薇薇笑着说道 当然是老公你啊 高薇薇的眼珠转了转 哈哈哈哈 你啊 撒谎都不会 你这小眼珠转的 萧天策无比宠溺地 摸了摸自己这傻媳妇可爱的小脑袋 这傻丫头 他现在倒是非常期待 下周一 他看到自己就是军灵集团总裁时的表情了 应该很好玩吧 嗯 下周一 你老公就在给你这小丫头 展现一个霸道总裁的身份 让你知道知道 你老公就算不去占步 也有照顾你一辈子实力 萧天策脸上笑着 心里暗暗想着 现在也是时候了 高薇薇这些天 每天都在成长 而随着他的成长 他的接受能力也越来越强了 所以 也是时候再给他摊排一些实力了 小过度写完 兄弟们给我检查下错别字 有的话告诉我 我自己看 会容易忽略掉 第141章 没事 豆薇薇 上 第三个 第二天一大早 也是周五那天 高薇薇跟往常一样 穿上了一条白色蕾丝的裙子 就去上班了 军灵集团提倡女员工们化妆打扮 因为打扮得更漂亮些 工作起来也更有信心 嗯 这也是军灵集团那个创始人 当年的一个建议 而等高薇薇走后 萧天策把小小送到学校里后 他就没事干了 这些天他该做的 该在高薇薇面前表现的 也基本做的差不多了 他也能够看得出来 高薇薇来到天海 待了一段时间后 又去上官家族的公司 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最后又在军灵集团待了半个月 高薇薇现在的视野 已经开阔了许多 跟以前在前江市 北江市那种小地方 完全不一样了 而现在高薇薇在天海市 不管是身处的环境 还是交往的人 都是最顶级的 这么长时间下来 高薇薇已经完全的融入了他们 毕竟他自己身上穿的用的 包括开的车 都是最顶级的 以及他还有个 让整个天海都为之战力的老公 所以高薇薇提升的特别快 也许他的能力还不太够 还不能够掌管整个大集团 但是他的视野却完全够了 站在什么样的高度 看什么样的风景 而现在 高薇薇每天都站在天海市最高的地方 看到的不仅仅是天海市的顶级风景 他看到的 还有整个世界的风景 肖天策站在小小的学校门口 看着军林集团所在的方向 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他想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那就去找高薇薇玩好了 于是 肖天策就开着车 去了军林集团那边 而且在车上的时候 他就换了一套新的衣服 脸上粘了一层仿真的人皮面具 眼中带着一对特制的隐形眼镜 能够改变眼神的那种 然后发型又换了下 身高也用功法拉长了几厘米 瞬间 肖天策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身上也不再是那种正义的天生王者气质 而是带了几分邪气 嗯 当然这种略微带有一些邪气的气质 对女人们而言更是致命 尤其是那种漂亮的女人 军林集团门口 肖天策下车的时候 人平生都看呆了 一双老眼瞪得滚圆 不可置信地看着肖天策说道 肖总 你你你 你这是咋回事啊 肖天策笑笑说 我过来玩啊 现在发布会还没开 我当然不能以本来的面目露面啊 还有 我现在是肖寒业 别说露嘴了 我去看看我那傻媳妇去 她在哪一层办公呢 嗯 哦 夫人在二十三层的市场部那里 您现在要过去 人平生想 要不是肖天策给她发消息 让她下来接她 她真的都认不出肖天策了 她到现在 还是一副震惊的样子 肖天策有些无语的看着人平生说道 一些小手段罢了 你要是检查我的指纹 DNA等 还是能够检查出来的 这不算什么 所以之前我才跟你说 要加强军林的安防系统 以后重要的机密部门 一定要进行DNA检查 不然被人混进去了都不知道 人平生愣愣的 看着变成另外一个人的肖天策 不由自主地问道 肖总 难道现在域外的科技 已经发达到了这种程度吗 你居然连声音都变了啊 肖天策文言 嘴角狠狠地抽出了两下 一脸嫌弃地看着人平生说道 你妹的科技 说了 这只是一些小手段而已 在域外战场混的杀手 稍微有点实力 都能够办到 没啥新鲜的 都是一些浅层的东西 血肉重组 那才是顶级的医疗科技 而且 军林不是也在做这个吗 行了 别废话了 赶紧进去吧 而且有你跟在我后面 别人也不会认出我来 嗯嗯 好的肖总 人平生压下心里的震惊 就跟着肖天策 向着公司内部走去了 而自从肖天策 进入军林集团后 一路上 他走到哪里 哪里都能够传出一阵轰动之声 因为能够让人平生跟随 在军林集团内部 随意走动的 也就只有军林集团的 那个总裁了 好帅 总裁好帅 不行不行 我腿软了 一个美女员工 在肖天策经过他身边后 整个人都有些站不住了 总裁就是总裁 好有气势 就跟那西方皇族一样 气质绝伦 而且真的好帅 比一些明星还要帅得多 又一个非常漂亮的 穿着高跟鞋 露着大长腿的美女 心脏砰砰砰的 快速跳动了起来 肖天策面对那些 尖叫着无脸的女员工们 都是抱以笑意 说真的他很怀疑 若是他想要做个渣男 估计能让整个龙国的渣男 都跪地膜拜 这都不用他出手 稍微显露一下 那些女的就得扑上来 哎 幸好他是个正经的男人 哎 老人啊 你说我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对吧 现在还要拼才华 真的是 一处没人的楼道拐角处 肖天策一脸感慨的 对人平生说道 低着头的人平生 嘴角狠狠地抽了几下 脑袋上 地中海中间的一缕头发 被窗外吹来的风吹地 飘动了几下 任平生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 只能忍着心里的郁闷 点头说道 嗯嗯 是啊 谁说不是呢 哎 浪费了肖总你这一张 帅气逼人的脸 任平生心里 其实都快恶心地吐了 你嘛 不带这么自恋的 嗯 虽然肖天策本来就是非常帅气 也很有气质的男人 但他任平生自己也是个男的呀 此刻 任平生心里负匪归负匪 但嘴上还是对着肖天策点头赞赏 没办法 谁让他是军林集团的总裁呢 惹不起惹不起 哎 可惜我这帅气的容颜啊 你说要是当个渣男该多好 偏偏我骨子里的教养跟素质 又不允许 哎 难搞啊 肖天策一边说着 一边对着楼道对面走来的两个美女员工 点头微笑了一下 那两个美女员工 顿时就惊喜的路都走不好了 赶紧捂着脸跑开了 我特冒 心太崩了 你再这样 老子特么不干了 这是你的军林集团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任平生这一刻 看着肖天策那臭屁的样子 都想握起拳头 撸起袖子上了 这时 站在他前面的肖天策 突然转身回头看着他说道 老人啊 你心里有啥不满 都得忍着啊 说真的 这几年 我可是在狱外战场混的 你不是知道 已经是个天王了吗 你是真的打不过我的呀 对付你 我只需要出一招 你就死了 任平生心里真的在哭泣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嗯 因为五年前离开天海市之前的肖天策 不是这样的 那是要多正经 有多正经的 连玩笑都很少开的 所以想到这 任平生不禁开口对肖天策问道 肖总啊 这些年 您在狱外战场上 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你怎么连性格都变了 经历了什么吗 没啥 也就几千次 徘徊于生死之间的战斗吧 后来我也想开了 人就活这一世 所以呢 就不要太委屈自己了 心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干嘛活得那么累呢 你说是吧 肖天策笑着对任平生说道 任平生嘴角狠狠地抽出了两下 郁闷无比地说道 肖总 你别给我灌毒鸡汤 所以 这就是你把军林集团 扔给我们几个老家伙 自己去想清闲的理由 哈哈 肖天策看着任平生的表情 顿时就乐了 大笑了两声 重重地拍了拍任平生的肩膀 就继续向着前面走去了 嗯 该找自己那傻白甜的小媳妇 去了 顺便探探吧 看看那小媳妇有没有背着自己 跟别的男的勾搭 你信不信老子料挑子不干了 任平生盯着肖天策远去的背影 咬着牙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道 只是下一刻他心里就泄了气 算了 咱好歹也是军林集团的全球副总裁呢 忍住忍住忍住 任平生心里嘟囔了几句后 脸上又再次浮现出了笑脸 不能跟前过不去 不是吗 嘿嘿 此刻肖天策正在楼层里寻找高威威 高威威暂时还没找到 倒是碰到了拿着一叠资料 不知道要去干什么的沈宇璇 然后沈宇璇看着肖天策也惊呆了 什么鬼 这是军林集团的总裁 我爹不是说军林集团的总裁是肖天策吗 那眼前这个人又是谁 而且他身后还有人平生跟着 沈宇璇心里顿时就迷茫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而肖天策也没想到在这里 会先碰上沈宇璇 于是就对着沈宇璇笑了一下 这时人平生走到沈宇璇跟前说道 沈小姐别发呆 赶紧见过肖总了 沈宇璇这才压下心里的疑惑 对着肖天策叫道肖 肖总好 肖天策笑着点头说道 嗯 你就是沈青天的女儿沈宇璇吧 我听沈青天提起过你 嗯 不错 很优秀 对了 我听说当今龙国战部新任指挥官的妻子 也在我这对吧 她是叫高薇薇 沈宇璇猛猛的点头 嗯 是 是的 肖天策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说道 嗯 行 她在哪呢 你带我去见见她 我也想要看看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能成为我龙国战部最年轻指挥官的夫人 带路吧 肖天策脸上的笑容更胜了 第142章 没事 豆薇薇 下 第四个 哦 好 沈宇璇点点头 就带着肖天策去找高薇薇了 沈宇璇满心疑惑的在前面带路 肖天策在她后面笑着跟着 很快 两人就到了一个市场部分部的办公大厅里 里面高薇薇正在电脑前 认真的做着一个文案策划 只是下一刻 正在认真工作的高薇薇 就听到耳边一阵阵尖叫声跟惊呼声 整个办公室都沸腾了 天啊 总裁大人来了 总裁大人好帅 一个个女员工在高薇薇身边尖叫着 毕竟军林集团太大了 全球的员工算起来都有十万多人 而天海总部这边有着两三万人 所以这里绝大部分的员工 都是第一次见到军林集团的总裁 而且 这个办公室里绝大多数的员工 也是这五年中后入职到军林集团的 至于身份也很好辨认 这会儿 人平生不就跟在他身后吗 小生也是一愣 随后他就不由自主地抬起头 往门口看去 然后他就看到沈宇璇向着他这边走了过来 而且沈宇璇身后还跟着一个高大帅气 身上有着一种说不出气质的男人进来 在那个男人身后 就是军林集团的第一副总裁 人平生 高薇薇见那个军林集团的总裁 向着他这边走过来 他也是愣了一下 军林集团的总裁大人居然来找他 沈宇璇这时已经走到了高薇薇身前 对高薇薇小声地说道 薇薇 萧总找你 他想要见见你 应该是因为你老公是萧天策的缘故 高薇薇点点头 心里也是有些惊喜了 要知道军林集团的这个总裁 也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人物 而且在某些方面 也能够堪比一尊龙国战部的指挥官的 跟他老公一样的优秀 而像高薇薇这种想见见传奇的人 也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事情 跟那方面没有关系 那种感觉怎么说呢 就像是粉丝喜欢追星一样 粉丝压根就没想到 要跟那明星在一起 就是单纯的想要见见 嗯 现在的高薇薇就是这样的心态 而一个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内 就把公司做到天海第一 甚至龙国前五 在全世界也能排进前百的传奇人物 他也是非常好奇的 这时萧天策走到了高薇薇面前 笑着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就是高薇薇 高小姐吗 高薇薇心脏砰砰的跳个不停 有些紧张的说道 嗯 我是 萧总 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萧天策看着自己这傻媳妇这副表情 就很想笑 嗯 然后他也没有憋住 就真的笑了出来 自己这傻媳妇 还真的是没有认出自己来啊 嗯 萧总 您 您笑什么呀 我脸上有东西吗 高薇薇看着眼前的男人在笑 他心里就更紧张了 萧天策摆摆手说道 嗯 没 没有 我来找你是有点事情的 走吧 去你们主管办公室说吧 你们旁边的那间办公室 而在萧天策说完的时候 人平生就走到前面 把办公大厅后面办公室里的人赶了出来 然后萧天策跟高薇薇 在众人的瞩目下 就去了里面的办公室 天哪 萧总叫高薇薇进去 要做什么呀 不会是要做那事吧 萧总选我呀 怎么不选我呢 我愿意现身啊 一个高挑的打扮的很艳丽的美女员工 羡慕的直跺脚 萧总裁不会选你呢 我在小说上看的 像萧总这样的霸道总裁 他们更喜欢清纯的有些萌萌的女孩子 你这么浪 肯定没戏了 又一个女员工撇了撇嘴说道 而此刻站在大厅里的沈宇璇 则是深深的皱起了眉头 她感觉很不对劲 不是说 君灵集团就是萧天策的吗 那这个男人又是咋回事啊 而且 君灵集团的总裁 他的身份地位不比萧天策低多少的 现在那个男人把高薇薇带进了办公室里 而且 里面就他们两个人 这要是那个男人对薇薇做点什么 那薇薇可怎么办 越想越着急的沈宇璇 就赶紧跑到了外边的楼道里 拿出手机 就急切万分的给他爸打电话 他知道 他爸现在也已经入住君灵集团了 就在这栋大楼最上面的几层里 电话刚一接通 沈宇璇就急切万分的说道 爸 我问你 你两个月前 在前江的时候 你跟我说 君灵集团就是萧天策的对不对 沈宇璇捂着嘴巴小声 但无比急切的对沈青天问道 电话那边的沈青天明显愣了一下 才给他回复道说 嗯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而且我跟你说过来啊 后天的君灵集团的发布会 就是萧大人 为了给薇薇一个惊喜才办的呀 沈宇璇急了 赶紧说道 但是爸 就在刚刚有一个君灵集团的总裁 来找薇薇了 现在 他已经把薇薇带到办公室里去了 那里面就他们两个人啊 爸 那人也不是萧天策啊 电话那边的沈青天也疑惑了 停顿了几秒后问道 宇璇 你别开玩笑 君灵就是萧大人的 怎么可能还有别的总裁 还有 你凭什么确定 那人就是君灵集团的总裁的 沈宇璇说道 那个人平生跟着他呢呀 而且人平生给大家的感觉 他跟随的那个人 就是君灵集团的总裁萧寒业啊 但你不是说 萧寒业跟萧天策就是一个人吗 这时 电话那边的沈青天也急了 啪的一下就挂断了电话 沈青天要给任平生联系了 这要是有人敢冒充萧天策 对高薇薇做点什么 那可就真的是捅破天了 到时候整个天海都得搭乱了呀 到时候 龙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战部指挥官 跟龙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商业传奇 对撞在一起 那还不搅得天翻地覆啊 沈宇璇越想 就越是觉得 这样下去不行 真的会出事的 想到这他又赶紧给他爸沈青天打电话过去 但那边显示正在通话中 又过了十几秒后 沈宇璇等不及了 转身就往办公室里冲 想要把高薇薇拉出来 但就在他刚想要进去的时候 里面的人平生一脸苦笑地走了出来 很隐蔽地对着沈宇璇做了个嘘声的动作 小声说道 沈小姐 别着急 刚刚进去的那位 就是你心里的那位 沈宇璇文言 嘴巴顿时就张得老大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人平生说道 任总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我跟你说 这薇薇要是在里面要是出点事 那会很麻烦的 真的会很麻烦的 沈宇璇无比凝重地看着任平生 任平生苦笑着叹了口气说道 沈小姐 我发誓 那真的就是萧大人啊 他脸上只是沾了一层皮而已 他就嫌得蛋疼 非要过来找高小姐玩 还特么地以着萧寒业的身份 奶奶的 任平生说完 就把手机拿出来 点开之前萧天策给他发的微信 让他下去接他的那条 递给沈宇璇看 并且说道 你看这短信是萧大人的手机号 没错吧 嗯 沈宇璇在看清楚了任平生上面的手机号后 他也无语了 随后他也是明白了过来 如今萧天策是龙国战部的第七指挥官 那军林集团的总裁 除非是疯了 要招惹萧天策的妻子 所以 刚刚他所看到的事情 就算是再离奇 也是真的无疑了 刚刚那个萧寒业 就是萧天策 明白过来的沈宇璇 顿时就满头的黑线 尼玛 这俩人秀恩爱 秀得这么高级吗 沈宇璇嘴角都狠狠地抽出了起来 而此刻里面市场部分部的办公室内 萧天策坐在椅子上 看着在他面前紧张无比的高薇薇 看了好一会儿他说道 高薇薇 高小姐 我找你来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要看看 龙国战部最年轻指挥官的妻子 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哼 萧天策看着高薇薇笑着说道 而高薇薇文言 则是紧张地咬了咬嘴唇 一时间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毕竟眼前这个男人 萧天策见高薇薇逃走后 心里松了口气 但又觉得好玩 于是就继续逗着自己这傻媳妇 高薇薇文言点头 嗯 对 我老公叫萧天策 现在是龙国战部的第七指挥官 萧 萧总 我心里也一直很崇拜你 您别 别 萧天策文言转身坐回了座位上 但笑着看着高薇薇问道 高小姐 你想多了 我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嗯 虽然高小姐 你长得也倾国倾城 但很抱歉 我自身的教养 也不会允许我 对你做出什么事情的 而刚刚呢 也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 别当真 如果让你害怕了 那我说声抱歉 高薇薇文言 这才长长的松了口气 也是 人家这样堂堂的军林集团的总裁大人 又帅气又多精 在这都市里 想要什么样的女人 没有啊 他心中暗道 自己想多了 赶紧拍了拍胸口 萧总 大后天宁发布会上 我老公也会来的 我感觉 你们应该能够成为朋友的 高薇薇有些期待的说道 萧天策笑笑摇摇头说道 成为朋友 嗯 应该不会的 有些事后天你就知道了 算了 那就是你觉得 我跟你老公谁更优秀一些 啊 高薇薇愣住了 因为眼前这个军林集团的总裁 问出了昨夜萧天策问他的那个问题 一模一样的 这个 这个 你们俩都没法比的 你们是不同领域的 我老公是占卜的 你是商界的 你们 你们不一样的 都很优秀 都很优秀 高薇薇想了想说道 都一样优秀吗 座位上的萧天策 眯起了眼睛来 看着高薇薇的眼神深处 已经有了一丝危险的寒芒 这个傻女人 看来今夜的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了 萧天策心里暗暗下了决定 萧 萧总 那您还有别的事情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出去工作了 高薇薇有些紧张的说道 萧天策点点头说道 嗯 行 没什么事了 等大后天的发布会上 再跟你老公见见吧 萧天策说完 就起身 亲自给高薇薇打开了房门 然后又一路把高薇薇送到了他自己的工位上 而高薇薇看着 办公室里 所有同事看他的那种无比羡慕的眼神 他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于是他就抬头看着萧天策说道 萧 萧总 我 我要工作了 嗯 行 你工作吧 萧天策点头说道 随后又笑着对他说道 不要太累了 有什么需要 随时上去找我 这几天我应该都在的 高薇薇有些尴尬的点了点头 然后尴尬的笑了下 他这会觉得 他自己已经解释不清了 偏偏眼前这个男人 还真的就对他什么都没做 就是在办公室里 跟他待了半个小时的样子 萧天策最后又深深的看了高薇薇一眼 然后对身后的人评生说道 以后高小姐有什么需要 你多帮忙解决了 是的 萧总 人评生非常认真的点头 随后他又对高薇薇说道 高小姐 以后您工作上有什么需要 萧总不在的时候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随时都在的 人评生说完 就跟着逗完小媳妇的萧天策走了 而两人走到门口后 就又遇到了 在楼道里站着的沈宇璇 这会儿 沈宇璇满头黑线 对萧天策小声说道 萧总 很好玩吗 萧天策一愣 随后就乐了 点头道 嗯 好啊 谁让他昨天晚上敷衍我了 敷衍我说 我比军林集团的总裁优秀 沈宇璇一愣 问道 那今天 你又以着军林集团总裁身份问他 他怎么说的 沈宇璇这一刻 心里突然有种很不祥的预感 果然 下一刻他就感觉 萧天策那眼神里 闪烁了一丝危险的寒忙 他说 我们俩一样的优秀 萧天策说完 就走了 人平生赶紧恭敬的跟随在身后 而沈宇璇回头 看向办公室里 朝高薇薇的工位上看了看 然后他就忍不住拍了下脑门 这傻丫头 完了 你这次可是把你家那个 大魔王气得不轻了 哎 薇薇 你完了 别惊讶啊 今晚没有第五更的 我今天早点写完 是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 最近压力太大了些 就去做个按摩 然后好好休息一下 也好好地规划下后面的情节 第143章 逃亡三千里的女孩 第一更 晚上高薇薇回到家后 发现萧天策居然没有给他做饭 而且一直黑着一张脸 心情很不好的样子 高薇薇就走到萧天策面前温柔地问道 老公 你怎么了 哼哼 萧天策咬着牙冷哼了两声 没有再搭理高薇薇 然后萧天策就去陪小小姐作业去了 高薇薇一脸的猛 这时高小颖走到高薇薇身边 高薇薇就赶紧对高小颖问道 小颖 你姐夫怎么了 高小颖眼神有些古怪地盯着 高薇薇说道 姐 这事你别问我 姐夫今天不是去找你了吗 是你惹着他了吧 高薇薇愣住了 想了好久才摇头说道 没有啊 我没有惹他 哎 高小颖看着高薇薇深深地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嗯 萧天策下午回来后 把今天的事情跟高小颖好好地吐槽了几句 反正高小颖已经去过军林集团了 所以 萧天策在他面前 倒是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于是就都跟他说了 嗯 到底怎么了 怎么你们一个个的都那副表情啊 高薇薇心里更加的疑惑了 到现在 他也没有把今天去找他的那个军林集团的总裁 跟萧天策联系在一起 晚上睡觉的时候 萧天策还是一副冷脸 不想搭理身边这个傻媳妇 高薇薇就凑到萧天策身边各种安慰他 哄他 老公 别生气了好不好 老公我错了 对不起啊 你笑一下好不好 高薇薇开始在萧天策怀里撒娇 萧天策冷哼一声说道 姐 在你心里 还有跟你老公一样优秀的男人不是吗 嗯 高薇薇傻了 他这会儿突然想到 今天白天军林集团总裁问他话的时候 他说的那些话 但他不清楚萧天策是怎么知道的 而且知道的这么快 老公 你 你都知道了 高薇薇无比惊讶地看着萧天策 萧天策嘴角狠狠地抽出了几下 翻过身 不想再搭理这个女人 嗯 他要用冷包力去对付他 高薇薇看着萧天策那小脾气 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老公心眼这么小的呢 这也太 太那傻了吧 于是 高薇薇接下来就各种去哄萧天策 哄了好久 又加上主动送上一次筋疲力尽的折腾 才总算是把萧天策给哄好了 深夜零点 高薇薇身子有些颤抖地看着身边熟睡的男人 一脸的欲哭无泪 自己这老公 真的是太 太小心眼了一点吧 我也没说 你不好啊 我也没说 你不过优秀啊 我只是说 你们一样优秀的 你这么在意我说的一句话吗 嗯 其实高薇薇不知道的是 萧天策还真就这样 真就小心眼 对高薇薇的小心眼 其实 这点萧天策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 他内心深处对高薇薇 非常非常的小心眼 高薇薇哪怕是在外面 跟一个男的正常说笑 他心里都不舒服 他也不知道为啥 时间快速流逝 第二天周六的时候 萧天策又故意带着人皮面具 去军林集团晃悠了一圈 继续在高薇薇面前 刷了一波存在感 第三天周日的时候 也就是发布会开始的前一天 萧天策又去刷了一波存在感 只是后面萧天策 就是坐在高薇薇身边 以着军林集团总裁的身份陪着他 也不跟他说话 但就算是那样 整个军林集团的员工们 也都炸锅了 到处都在传 军林集团的总裁大人 喜欢上了高薇薇这个有夫之妇 甚至有很多不知道高薇薇老公身份的女员工们 私底下都开始劝高薇薇赶紧离婚 接受总裁大人 而显然的公司内部的员工们 对于高薇薇跟军林集团总裁的关系 越传越厉害 也越传越离谱 人们也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对高薇薇羡慕的 而另一派就是单一的嫉妒 有的人开始对高薇薇吼 有的人就开始各种给高薇薇甩脸色 嗯 不管怎样 反正萧天侧以着军林集团总裁的身份 在高薇薇面前连续露面三天的事情 就已经让整个军林集团的员工们 都知道公司内部有着一个高薇薇存在 而随后 高薇薇老公是战神的身份 不知道被谁传了出来 所以一时间 本就炸开的军林集团更加炸了 军林集团的总裁是一个传奇人物 而高薇薇的那个老公 也是一个域外的封号战神 一时间 所有人都觉得 高薇薇就像是女凭言情小说里的女主角一样 当今整个天海市最优秀的两个男人 居然都在他身边打转 嗯 高薇薇在军林集团的名气就更高了 而且很快就扩散到了整个天海市 因为周日那天中午 军林集团的总裁 在大庭广众之下 邀请高薇薇 在明天的发布会上 坐在他身边 坐到第一排的位置 一时间一直堵在军林集团门口的 数百家的媒体 顿时就争相报道 高薇薇的脸 也瞬间就出现在了天海市的 各个新闻版面的头条之上 周日下午三点钟 军林集团的总裁办公室内 肖天策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看着远处天海市的景色 脸上多了一丝笑意 安排得差不多了 明天就要举行发布会了 他现在很期待明天高薇薇看到自己 就是军林集团总裁时候的表情 人平身恭敬地站在肖天策身后 老人不容易啊 心里遭受着各种折磨 这种日子终于快要结束了 老人顿时觉得 他总算是熬出来了 所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下一刻 人平生笑着对肖天策说道 肖总 明天夫人看到军林集团的总裁 就是你的话 估计他得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不过肖总 现在整个集团的人都在传 夫人跟军林集团总裁的八卦呢 我要不要出手压一下 肖天策笑笑 意味深长地说道 压一下 为什么要压呢 这本就是我故意的呀 在发布会之前 让薇薇的名字被整个军林集团的人记住 这样不是更好吗 这样明天才不会显得突兀 不是吗 人平生愣住了 他此刻几乎是一瞬间就反应了过来 是啊 如果这一切都是以着让高薇薇 提早进入整个军林集团的事业为目的 那这样的话 人平生瞬间就明白了肖天策的心思 不由得感慨道 肖总 你真厉害 肖天策笑笑说 嗯 没有什么厉害不厉害的 我只是不想他再受苦罢了 记住 此刻到明天的发布会之前 无论发生什么事 发布会都照常举行 好了 我走了 你去安排吧 人平生也正色道 是 肖天策走了 到楼下的时候 他再次深深的 往高薇薇所在的楼层看了一眼后 离开了 十几分钟后 肖天策就开着车到了家门口 下车后 他脑海中想着 中午跟高薇薇见面时 高薇薇的表情就不由得笑了笑 傻丫头 那是你老公啊 天天晚上在一起睡 你居然都认不出来 等明天吧 明天给你一个惊喜 肖天策笑着深深的吸了口气 但下一刻就在肖天策要往家里走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身后有个人的气息 在往他这边跑来 跑到他身后十米远的地方 突然停了下来 嗯 肖天策皱眉 哥 突然一声淒厉至极 悲伤至极的女孩的叫声 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什么 肖天策听到这个声音 非常的熟悉 下一刻他猛的转身过去 然后他就骇然的看到了一个 穿着一身破烂白色的 但沾满了各种污垢的裙子的女孩 女孩脸上极度惨白 嘴角往外流着血 胳膊上 腿上 也都有着一道道 不知被什么东西 滑破的伤口 而那些伤口 有的已经愈合了 有的却是新的 还正在往外流着鲜血 小梅 肖天策心里顿时就浮现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而此刻 站在肖天策十多米远处的女孩 脏乱的不成样子的女孩 在他看清肖天策的脸后 眼中的泪水瞬间奔涌而出 哥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 哥 女孩的哭声无比凄厉 无比悲惨 他从夏京 两天一夜 奔袭三千里赶到这里 就是因为他曾听人说 肖天策回来了 就在天海 本来他到天海后 也并不知道 肖天策到底住在哪里 但几分钟前 他正在迷茫徘徊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人开着车 从他身边经过 他瞬间就看到了 车里的人跟肖天策很像 于是 他就拖着疲惫至极的身子 一路追了过来 也许是天意 今天下午 心情大好的肖天策 并没有开得太快 哥 我终于找到你了 终于找到你了 女孩难难道 肖天策也是心神俱正 但下一刻 肖天策就要说话的时候 突然看到女孩身后 出现了一个 拿着刀的西装男人 那男人在出现后 就瞬间出现在了 女孩的身后 手中的刀向着 女孩的脖子抹去 而更远处 还有着一名 拿着狙击枪的人 枪口对准了女孩的心脏 说一句 今天发布会的情节 会写完 别怀疑我的风格 不拖就不拖 第144章 店主暴怒 哥 女孩凄惨地看着肖天策 她也感觉到了 身后追来的杀手 她想要躲避 但她一路 从夏京逃到天海 已经实在没有力气了 她也没想到 在她费尽千辛万苦赶到天海 并且老天开眼 让她真的找到肖天策之后 却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要死去 一时间 心中有再多的话语 只能化为了 这一声复杂至极的歌 肖天策心神俱颤 她无法想象 小梅身上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让她如此不顾一切地来找自己 而现在 又是那么的绝望 而此刻眼看着小梅身后的那名杀手的刀 就要切断小梅的脖子 肖天策怒了 身上杀意 瞬间滔天而起 哄 下一刻 一声爆响传出后 肖天策的身影 就直接跨越了十多米的距离 直接到了小梅身前 一掌把小梅身后的那名杀手的脑袋 拍得粉碎 这一刻的肖天策 已经暴怒 而下一刻 啪的一声轻响 隐藏在更远处的那名拿着狙击枪的杀手 也开枪了 枪口正对准小梅的脑袋 其实那名拿枪的杀手 是在肖天策有所动作的同时 就开枪的 这一刻 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躲避了 毕竟子弹的速度要更快一些 肖天策抱着小梅 死死地盯着子弹射来的方向 滚 碰 但下一刻 一声轻响传出 天一拿着一把长刀 直接砍飞了正面射向肖天策跟小梅的子弹 然后天一不再有丝毫的停留 身影瞬间爆发 手持长刀 向着那名枪手所在的方向冲去 刘火口 肖天策盯着那名杀手所在的方向 声音冰冷至极地说道 他现在心中的愤怒已经滔天 怀里的小梅 这会儿已经晕了过去 他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女孩 眼中一片冰寒 而此刻 就在天一行动的瞬间 更远处再度有着一名杀手出现 只是那名杀手 看到眼前这一幕后 再也不敢出手 转身就想要逃 但下一刻 他的身边 却是瞬间多出了七尊战神级强者 此刻除去护卫高威威的天二跟天七 留下保护小小的八大战神级护卫 全部出现 八 八尊战神 怎么可能 那名还想要逃窜的杀手 瞬间惊恐至极 他们三个也都是半部战神级的强者 这次他们一路追杀小梅到天海这边 其实就是为了在小梅 见到肖天策之后 当着肖天策的面 把小梅杀掉 给肖天策一个警告 但打死他们也想象不到 在肖天策身边 还有着八名战神级的护卫 顿时这名疯狂逃窜的杀手 就被吓破了胆子 不过这名杀手 也是一个狠角色 下一刻就想要咬碎口中的毒丸自尽 但他没机会了 天三一拳轰在了他脸上 把他整嘴的牙齿都打掉了 而后就是他的双腿双手 顷刻之间就被禁术折断 而那边天一 也把那名持枪的杀手擒住了 在几大战神巅峰的强者面前 这些杀手 就算是想要自杀都难 两个小时后 肖天策房间后面的一栋楼里 昏迷的小梅 身上的伤口已经清洗完毕 并且用上了最好的疗伤药 这会儿 他正躺在床上熟睡 大哥 问出来了 下一个天一 走到肖天策跟前小声的说道 肖天策点头 眼神无比复杂的看着床上躺着的 身高只有160 但体重却还不到100斤的 刚23四的女孩 轻声说道 她叫小梅 二十多年前 是我妈从外面捡回来的 她很懂事 从小就把我当成少爷照顾 明明我比她大 也就把她给忘了 我只是记得 当初她好像是去了我母亲的家族 每天都在打扫我母亲曾经住过的房间 她叫唐小梅 用的我母亲的姓 你刚刚说问出来了 那是不是我母亲的家族出事了 唐家出事了 天一眼神复杂的点了点头道 嗯 是的大哥 您母亲的家族 严禁唐家出事了 而且 这事也很复杂 追查下去 好像还跟您父亲有点关系 嗡 肖天策在听到天一的话后 眼睛一眯 眼神中有着冰冷的沙鸡在涌动 点了点头道 去外边说 肖天策说完 天一就跟着她一起出去了 站在外面 天一跟肖天策说了全部的事情 而唐家的事情 也要从五年前说起 五年前 肖天策的母亲唐运生死 肖天策被逐出家族 唐运死后 跟肖家联姻 背靠肖家大叔的燕京唐氏一族 也就遭遇了巨大的磨难 尤其是肖天策的父亲 肖宿在唐运尸骨未寒的时候 就迎娶了别的女人 并且对外放出话去 这辈子肖家跟唐家再无瓜葛 于是夏经唐家 顿时就失去了最大的靠山 家族的生意开始越发的艰难 而这就是唐家磨难的开始 只是唐家在夏经 虽然不是名门大族 但家族里之前 也出过一尊开国战神的 只是那尊坐镇家族的战神 早已生死多年 但就算那样 唐家在大夏国开国之初 也在夏经打下了大片的基业 所以到了唐运那一带 唐家才接受了肖家的联姻 那个时候的唐家有钱 而肖家有权 所以联姻是非常合适的 双方互补 而实际上 当年夏经萧唐两家联姻后 两家也确实都从那场联姻中 得到了巨大的利益 就这样一路相安无事的 过了二十多年 但这种情形 在五年前终于变了 五年前 萧天策的母亲生死 他父亲萧素立马就断掉了 跟唐家的所有合作 并且还趁机侵吞了唐家的大片基业 而之后的这五年中 唐家越发的落魄 一年不如一年 终于在几个月前 夏经另外一个有着战神坐镇的顶级家族皇家 对唐家下手了 想要吞掉唐家的所有基业 并且第一时间就对着唐家发动了围剿 如今唐家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天一顿了顿继续说道 就在三天前 皇家更是对唐家下了最后通牒 要他们在一周后 也就是下周三的时候 必须把唐家在燕京所有的资产 全部交割给他们 否则 唐家灭族 萧天策眼中寒芒闪烁 冷笑道 哼 真是好大的口气 无法无天了吗 在燕京坐镇的龙战国是干什么吃的 嗯 天一皱了皱眉头 想了会后 小声地说道 大哥 刚刚我逼问那俩杀手的时候 从他们口中得知 最近一年 皇家家族里 时常地有着神秘的高手进出 隐约间 皇家内部还多了一尊战神巅峰 而皇家的家主 也是战神巅峰的级别 所以大哥 我感觉在那皇家背后 应该有着一些传承久远的门阀支持 最少一家 萧天策眼睛一眯 随后笑了笑说道 门阀吗 何为门阀 家族中必须有着天王级强者坐镇的 才叫门阀 不可能有到巨峰级的 因为如果到了巨峰级 那放在域外战场 也是皇级的存在 放在任何一方境内 也都是能够坐镇战部的存在 就比如龙战国 又比如熊师战部的那两尊巨峰 添一点点头道 对方最多也就是有一尊 或者几尊天王巅峰 半部巨峰的存在 撑死了 这点失恋 不用大哥你出手 我们召回四天王 足可以盪平他们 不管对方是一家影视门法 还是几家 我们天神殿 都可盪平他们 萧天策眼中寒芒涌动 他深深的吸了口气 本来他不打算这么快就去下京的 但看来还是得赶紧去了 不然唐家撑不住的 好在明天 就是军陵集团的发布会了 发布会办完 他多一天跟高威威交接 正好周三就能够赶到下京 萧天策想了下 心里瞬间就有了决定 对天一说道 天一 你立刻跟千变联系 让天十一到天二十 十尊巅峰战神 即刻起 立刻从域外战场脱离 前往下京 拱为唐家 是 天一点头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走到一边 就开始跟千变联系 而半个小时后 距离天海数万里远的域外战场上 天神殿势力所在的一个个据点里 十尊巅峰战神 迅速脱离战场 从不同的方向向着大厦下京进发 第145章 布局下京 第三个 这一日 封烟漫天的域外战场上 天神殿十大战神巅峰强者 横穿大半个域外战场 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下京的方向集结 而要知道 距离天神殿主 屠落域外战场无数强者 还没过去多久呢 所以 此刻天神殿十大战神的异动 顿时就引发了 域外战场各方势力的强势关注 天神殿一处隐秘的据点内 千变的电脑屏幕上 出现了鹿根灭的身影 鹿对着千变问道 千变 店主争调十大战神 去荣国燕京干什么 千变说道 去守卫燕京的唐家 唐家正在遭遇劫难 而现在店主在天海有事 短时间内不能北上 千变说完 下一刻 屏幕上的灭天王也开口说道 那要不我们再去一趟大夏国吧 千变皱了下眉头说道 不用 你们俩 还有战根案 你们身为店主挥下最强的力量 你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赶紧突破的黄级 难不成每次大战 还都要店主亲自赶来吗 你们四个废物 赶紧给老娘操练 快速突破 夏京的事情 既然店主没说 那你们就不用管 千变说完 就挂断了视频电话 自从上次萧天策 亲自赶来域外战场后 千变的性格就变了 最近这段时间 他也在拼命的修炼 想要变得更强 突破天王那一层次 正式踏入到那个领域 但天王级太难了 一时半会 他是突破不了的 不过他心里也有种感觉 快了 他感觉快了 就在千变挂断视频电话后 他身后的黑暗处 一个全身都笼罩在斗篷里的人影出现了 人影出现后 对千变淡淡说道 千变 夏京堂家对店主的意义很大 是店主的另一个家 不能出现闪失 而大夏燕京中 卧虎藏龙 甚至有不少传承百年以上的 真正的世家门阀存在 现在既然四大天王都处在 晋级的紧要关头 那就由我这老头子去一趟吧 你给我安排路线吧 今晚就赶到那边 千变文言一经 这个老者很神秘 他都不了解 这个老者到底是什么实力 他只知道这个老者 萧天策让他竟称为刑老 刑老是三年前 萧天策在狱外战场 一处决地中解救下来的 当初刑老跟人对战 已经重伤垂死 是萧天策不顾一切代价 把他救了回来 并且拉到了天神殿当中 这三年里 这刑老一直都待在 天神殿的情报部门中养伤 隐藏在这里 而现在 他却要去燕京 千变美目微皱 看着刑老 缓缓说道 刑老 您 您身上的伤好了 刑老摇了摇头说道 伤了本源 哪那么容易好啊 放心吧 我死不了 当年萧店主把我救下来后 我就决定暂时先不死了 我现在也恢复到了 半步黄疾的实力 若是伤势不反噬的话 就算是在燕京 遇到了那龙战国 我也无惧 所以我去最合适 不是吗 丫头 行 刑老 谢谢 谢谢您 千变深深地吸了口气 对着刑老一拜 道谢 而刑老全身包括脑袋 都隐藏在黑袍之中 他隐身在天神殿三年 但这三年中 除了萧天策之外 再无一人看到过他的真面目 千变做事 也从不拖泥带水 很快就给刑老安排了最快的路线 今夜就能够抵达大夏国夏京 千变把一只特制手机递给了刑老 再度弯腰拜道 刑老 那夏京唐家的事情 一切就拜托您了 刑老笑了 笑声传来 定不如使命 随后刑老的身躯 就消失在了后面的阴影中 所以这一夜 域外战场上的各方势力 并不知道天神殿这边 派往大夏国的人手中 还隐藏了一位极为恐怖的存在 一位能够在关键时刻 抵挡著戎战国的制强者过去 而就在天神殿的精锐力量 往夏京那边集结的时候 域外战场东部战区 一处大夏国战部的秘密基地内 伤势彻底痊愈的肖战天 也走了出来 他身上的气息攀升的非常之多 这几次任务中 他多次的处在生死一线 倒是领悟了很多东西 而此刻他身上的气息 已经隐约的要突破到 真正的天王级了 是的 不是半部天王 而是真正的天王级别 肖战天身上的气息 每时每刻都在增强 都在往外边一散 这是即将要晋级的征兆 快则下一刻就会正式晋级 慢则要几天以后 走到外面的肖战天 呼吸着域外战场上的空气 心里也是无比的感慨 摇了摇头笑了下说道 没想到到头来 我都要退了的时候 却要突破了 其实肖战天也明白 他这么多年坐镇域外战场 他的积累早就够了 他就是差那么一丝丝的鸣雾 而半个月前 当他在生死一线时 看到天神殿主追杀 另外一尊黄疾 以及天神殿主出手的那一刻 他就鸣雾了 他就知道 他能够踏入天王了 该回下京了 好多年没有回去了 我的孙儿应该已经长大了吧 倒是想要回去看看他了 我这个当爷爷的 太不称职了 为了大下国战部 我舍弃的太多太多了 放心吧 孙儿 这次爷爷回去后 爷爷这尊天王 给你撑腰 帮你把肖家做大 肖战天心里 有些复杂的想着 十几年前 他离开大下国 前往域外的时候 执行的是绝对机密的任务 所以 他就断绝了 跟下京肖家的一切联系 把所有的精力 都铺在了任务上 而现在他也圆满了 也是该退的时候了 域外战场那边发生的事情 肖天策自然是不知道的 他也不知道 肖战天也恰巧过几天 就要回燕京 而此刻 他刚跟千年通完电话 行老要去下京吗 看来那件事情 他是想明白了 有他去下京也好 那下京那边 就更不会出事了 我倒是能够放心不少 挂断电话的肖天策 难难道 嗯 大哥 你就放心吧 唐家不会出事的 天十一 他们已经往那边赶去了 四天王也收到了消息 如果这次下京那些影视的门阀 真敢出手的话 那就图了他们 天一也笑着说道 说真的 对于燕京那些 隐藏在黑暗里的老鼠们 他们天神殿 还就真的没有放在心上 出来一个灭一个 出来两个涂一双 这十天三走了出来 走到萧天策身后说道 大哥 唐小姐醒了 萧天策有些疑惑 唐梅的伤势 按理说不该这么快就醒的 他也不再多想 赶紧就走了进去 房间内 清醒过来的唐梅 情绪非常的激动 他没死 而且 萧天策就在这 下一刻门打开 萧天策刚走进来 唐梅的眼泪就又掉了下来 复杂无比的看着萧天策叫道 哥 唐家出事了 你 萧天策点头说道 嗯 刚刚我已经知道了 小梅你安心养伤 周三早上 我跟你一起回下京 小梅听后 心中有些感动 但随后 就赶紧摇头 眼神无比着急的说道 不 不是的 哥 你快把派去的人叫回来 快点叫回来 传闻那个皇家中 有两尊战神 而且还是很强大的战神级强者 哥你 小梅还没说完 萧天策就笑着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没事 他们才两尊而已 我派了十尊巅峰战神过去 他们大概今天晚上就能到了 所以 你不用担心 小梅眼睛顿时就瞪得老大 满是难以置信的看着萧天策问道 哥 你 你说十尊 十尊巅峰战神 你 你 你不是也才战神初期吗 呵 战神初期 唐小姐 你可能听错了 或者你在下京听到的传闻 并不是真的 大哥可不是战神哦 他比战神强多了 他现在是大厦战部的第七指挥官 麾下有着十几位战神级强者的 天一笑着对唐梅说道 什么 这这这 我哥 我哥 难道是天王级的强者 战部指挥官 只有天王级的强者 才有资格担任啊 哥 你 你真的是天王级 不是战神 唐梅眼睛瞪得老大 死死的盯着萧天策 因为这事情是不能够开玩笑的 那可是关系到唐家的生死存亡的 萧天策笑着点点头说道 嗯 是真的 小梅 哥从小到大骗过你吗 所以放心吧 下京那边不会出事的 萧天策说着说着 眼睛就变得冰冷了起来 眯着眼睛缓缓说道 而且 唐家 那可是我母亲的家 也是我的家 谁敢动 我必定让他尸骨无存 萧天策说着说着 身上猛然散发出一股 远超战神级别强者的威势 唐梅这会儿信了 她一直生活在下京那边 战神级的强者 她见过很多很多 战神级强者在外面少见 但在下京那边 还是能见到的 毕竟龙国一大半的战神 都在下京战部总部那边 作为中枢的机动力量 随时支援四方 同时也守卫京师 这一刻 唐梅看着气势滔天的萧天策 他眼角再度流了一行眼泪下来 心里想到了 萧天策母亲的身影 不由得喃喃道 唐姨 您看到了吗 少爷他成为天王了 他没有让您失望 他成为天王了 电脑修了半天 我再去写一张 抱歉 明天新电脑到了之后 砸了这个 第146章 萧天策就是军林的总裁 第四个 晚上七点钟 从军林赶回来的高薇薇 一脸焦急地跑到了 萧天策这边 看着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满身是伤的唐梅 不禁捂住了嘴巴 他之前给萧天策打电话时 萧天策跟他说了这事 这会儿他赶到后 就看到了这一幕 高薇薇都差点哭出来 他怎么也想象不到 这个叫唐梅的 比他还要小几岁的女孩 长途跋涉的三千里 从燕京来找萧天策 只是床上输液的唐梅 却是在笑 他看着长得倾国倾城的高薇薇 心里也是震撼 不由得笑着对高薇薇说道 嫂子 你真漂亮 你跟哥哥真配 高薇薇赶紧坐到他床边说道 小梅 你的事 我听天策说了 这样待会儿你这篇叶书完了 就去我家 我爸妈都在家 他们照顾你 小梅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不了 嫂子 我怕我有些不适应 这些年我习惯一个人了 嫂子 我就不去打扰 你跟哥了 我没事 真的没事 放心吧 唐梅在对着高薇薇笑着 唐韵也就是萧天策的母亲 活着的时候 她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看到她儿子结婚 只是她到死也没有看到 而现在萧天策结婚了 妻子很漂亮 小梅也能感觉到 高薇薇是真的很善良 她刚刚也听萧天策 说了一些高薇薇的事情 于是 她看向高薇薇的眼神中 也带了一丝的复杂 萧天策默默地退了出去 让高薇薇跟小梅单独聊话 晚上深夜的时候 萧天策站在阳台上抽着烟 夏金堂家那边 有着刑老跟十大巅峰战神赶过去 不会有任何事情 那边她倒是放下了心来 尤其是刑老 其实对于刑老全盛时期的实力 萧天策他自己都不太清楚 但总之很强就是了 那位老人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而且还是大下国的强者 行了 你到底是谁呢 你那么强 当年又是谁把你打成那样呢 能杀你却不杀你 就是让你自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 不过 不管如何 这次你帮我 那下次你有需要的时候 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萧天策看着燕金的方向 心里喃喃道 下一刻 身上穿着一条白色蕾丝睡裙的高薇薇 走到了萧天策身边 伸手抱住了萧天策 抱了一会儿后 他抬头看着萧天策说道 老公 我知道你想去燕金了 你去吧 不用管我的 你要是着急 明天去也行的 萧天策文言笑了笑说道 不了 明天不是说好了 要跟你一起去参加军林的发布会吗 而且你也别太担心了 燕金那边我已经有了安排 那边不会有事的 行了 你好好睡觉吧 明天有的你忙的 萧天策在笑 是的 燕金唐家那边的事情 虽然让他心里有些难受 但事情已经出了 去处理就好了 而且 现在他做了安排之后 那边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那么接下来 就是把明天的发布会办好 天海这边也给高薇薇交接好 这样他去燕金时 也再没有什么太多的牵挂 嗯 在萧天策怀里的高薇薇点了点头 很快一夜过去 第二天到来 一大早 高薇薇就精心打扮了起来 身上穿上了一套女士西装跟黑丝袜 只是却被萧天策给嫌弃了 今天这傻丫头也是主角啊 怎么也得打扮得漂亮点 于是在萧天策的要求下 高薇薇就换上了一条白色蕾丝长裙 脚上也穿上了白色的高跟鞋 白色的裙子 再加上高薇薇那洁白如雪的肌肤 让他显得更加的漂亮 嗯 我 我非要穿着什么 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啊 我只是军林集团的一个小员工啊 高薇薇有些紧张的 对萧天策说道 萧天策点点头笑着说道 嗯 合适 挺合适的 行了走吧 萧天策说完 就没等高薇薇再说什么 就拉着打扮的倾国倾城的高薇薇下了楼 向着楼下的那辆霸气绝伦的兰博基尼毒药走去 嗯 只是当萧天策把高薇薇拉到车前的时候 高薇薇却突然站在原地不动了 怎么了 上车啊 走到另一边的萧天策打开车门 有些疑惑的对高薇薇问道 高薇薇愣愣的指着面前的豪车 对萧天策问道 这辆车是咱们的 萧天策乐了 感情自己这傻媳妇 现在才注意到 这车在楼下都停了好多天了 而且之前陈淑珍还开着回娘家来着呀 萧天策笑着看着高薇薇说道 嗯 是啊 怎么了呀 有什么问题吗 嗯 或者你到现在才发现吗 高薇薇那性感的小嘴张的老大 愣愣的看着萧天策说道 可 可这 这 这好像是兰博基尼啊 这得多少钱啊 这车 真的真的是咱们的吗 萧天策满头的黑线说道 废话 赶紧上车 这车都买了十几天了 妈都开着出去玩了好多次了 爸大半夜的都开着这车出去 蹦迪了好多次了 就你才发现 高薇薇傻了 这些天他全部的心思都铺在工作上了 这车之前他看事看到过 但他从来没有看到自己家的人开车出去过 然后 现在他老公跟他说 这车就是他们的 他能不震撼吗 那 那这车的多少钱啊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 高薇薇震撼的咽了口口水 对萧天策问道 刚说完 他就又愣住了 嘴巴张得更大了 对萧天策说道 不对 这车 我记得 半个月前 你开着去过天海工业集团一趟 对不对 萧天策无语的拍了下自己的额头 有些不想在搭理 自己这可爱的傻媳妇了 大姐 感情您是现在才反应过来 才问的吗 嗯 其实半个月前 萧天策还奇怪呢 当初他开着一辆新的豪车 去找高薇薇 高薇薇居然都不问一下的 好吗 感情人家压根就没注意过 自动忽略了 高薇薇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 抱着小小的高小颖 突然出现在了高薇薇身后 给他打开车门说道 姐啊 姐夫有钱啊 你是不是忘了 姐夫五年前 也是在天海市开过公司的 多少还有点钱的 你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行了 赶紧上去吧 高薇薇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就被高小颖给推到了车里 而萧天策随后也是一脚油门 就把车开动了起来 系好安全带 这车快 很快就能到军林集团了 驾驶位上 萧天策一边开车 一边对高薇薇说道 高薇薇一边下意识地把安全带寄上 这才问出了心里那个疑惑的问题 老公 你五年前到底在天海开的什么公司啊 很赚钱吗 这种豪车你都买得起 萧天策顿时满头的黑线说道 小丫头 你这是看不起谁呢 真当你老公就只会打打杀杀 我做个公司就不行吗 呃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呃 我 高薇薇想要马上解释 只是他越解释越说不清楚 萧天策脸色有些黑 不想再跟这傻戏俗说话 打又打不得 骂也舍不得 哎 没办法 难搞啊 萧天策有些头疼 这几天 他在军林集团 查看高薇薇的工作报告时 感觉高薇薇很聪明的啊 怎么在自己面前 就老是这么犯傻呢 十几分钟后 随着萧天策 一个漂亮的飘移刹车 兰博基尼挺稳 下一刻 萧天策跟高薇薇 从车上走了下来 此刻已经上午九点钟了 军林集团举行发布会的 多媒体大厅内 已经坐满了人 外围也站满了记者 老公 我有些紧张 高薇薇在萧天策耳边轻声说道 萧天策拉紧了他的小手说道 没事 你是龙国战部指挥官的夫人 谁敢看不起你 走吧 别怕 有 我呢 萧天策说完 没再给高薇薇反应的时间 就拉着高薇薇走了进去 当萧天策拉着高薇薇进场的时候 顿时整个发布会大厅都安静了下来 像那些大人物 知道萧天策身份的 比如汪天海 思天正 陆天巡等人 都对萧天策跟高薇薇恭敬的低头 而军林集团的高管们 他们也听说了 高薇薇的老公是一尊战神 而且这几天集团内部 也在盛传高薇薇跟军林总裁的绯闻 而此刻 当高薇薇的战神老公到来后 顿时所有人心中都激动了 他们都想看看 待会儿 他们总裁跟高薇薇老公见面的情景 所以 这些人也都安静了下来 萧天策脸上自始至终都弥漫着微笑的表情 拉着高薇薇 就走到了第一排的位置上坐下 萧天策神情自若 只是他旁边的高薇薇 却有些紧张地抓着自己的裙子 而当萧天策落座后 军林集团的发布会也正式开始 台上军林集团的第一副总裁任平生 拿着话筒笑着说道 欢迎诸位来参加今日的军林集团的发布会 我在此代表我们萧总 感谢大家 而我们军林集团 向来办事都不拖泥带水 那么现在发布会开始 任平生说完 下方掌声雷动 任平生顿了顿又说道 那下面就有请我们军林集团的总裁 萧总登场 为大家讲几句话 大家可能不认识萧总 但应该都听说过萧总的传奇事迹 七年前 萧总创办军林集团 两三年的时间就做到了上市 虽然后来萧总被人背叛 离开了五年的时间 但军林集团仍在他的规划下 一路向前 成功地成为了天海第一的企业 如今萧总更是王者归来 两个多月前 为军林集团拨乱反正 为军林集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从今天开始 我们军林集团 将正式跟全世界的顶级企业争锋 所以下面 有请萧总登场 任平生说完 顿时台下的数百号的天海市的顶级人物 都沸腾了 彻底的沸腾了 那可是当年的那个传奇啊 而此刻 坐在萧天策身边的高薇薇 心里则是紧张无比 两个最优秀的男人 就要见面了 而这几天 那个萧寒业 在公司里总是找他 待会儿自己老公不会跟人打起来吧 自己老公那么小心眼的一个人 嗯 高薇薇想着想着 生怕萧天策待会儿冲动 于是就想要伸手拉住萧天策 但他刚一伸手的时候 却发现萧天策就已经站了起来 高薇薇心跳顿时就快了起来 赶紧死死地 拉住萧天策的手 苦苦哀求道 老公 快坐下 快坐下 别冲动 我错了 我发誓 军林集团里的那些传闻都是假的 我发誓 你别冲动 别冲动啊 萧天策文言笑了 事情都到了 这份上了 也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了 于是 他就笑着看着高薇薇 突然变了一种声音说道 高小姐 我跟你老公比 谁更优秀一些呢 这声音 就是这几天 萧天策伪装成萧寒夜时候的声音 嗯 老公 你 你 你的声音 怎么 怎么 高薇薇顿时就傻了 萧天策笑着说道 傻媳妇 你是想说我的声音 怎么跟那个萧寒夜一模一样吗 萧天策笑得很是开心 高薇薇愣愣地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萧天策深深地吸了口气 叹了口气 身子对着高薇薇前倾说道 因为 萧寒夜就是我呀 我以前的名字 就叫萧寒夜啊 这时 台上的人平生 也一脸苦笑地 看着高薇薇身前的萧天策说道 萧总 您赶紧上台吧 都等着你呢 人平生说完 又对着台下的众人 大声笑着说道 大家热烈欢迎 我们军林集团的总裁 萧天策 萧总登场 哄 高薇薇整个人这一刻 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小嘴张得大大的 满眼不可置信地 看着身前的男人 走到了台上 而台上的人平生 以及台下的汪天海 陆天巡 思天正 以及刚刚赶过来的江北辰 龙九 沈青天 还有他最好的闺蜜沈宇璇 都对着萧天策微笑鼓掌 高薇薇这一刻 顿时就明白了 他的老公 此刻站在台上的萧天策 就真的是军林集团的总裁 下一刻 高薇薇不由站起身 不可置信地对萧天策问道 老公 可 可是你的脸 萧天策从兜里拿了一张面具 戴在了脸上 声音再次变化 对高薇薇笑着问道 傻老婆 你现在知道了吗 嗯 高薇薇彻底傻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萧天策就是军林的总裁 随后 萧天策又撕下了脸上的面具 露出了本来的面容 对高薇薇说道 小丫头 你等着 你竟然敢说别的男人 跟你老公一样优秀 你完了 哄 当萧天策话落后 台下的军林集团的所有高管 以及不知道军林集团总裁 真正身份的天海市各界的大佬 这一刻全都震撼的疯了 心情无法形容 啥也不想说了 大家晚安 第147章 我要你 陪我 军林 天 下 第一更 什么 总裁就是那高薇薇的老公 之前总裁带了个面具 逗高薇薇完吗 这时 台下的数百号军林集团的高管 全都骇然了 一个个眼睛睁得大大的 满脸的不可置信 如果是这样的话 高薇薇 岂不是就是真正的总裁夫人了 整个军林集团 都是她的 这一刻台下的军林集团的女高管们 都羡慕得疯了 彻底抓狂了 而高薇薇此刻耳边回荡着 萧天策那调侃的话语 看着台上笑着的萧天策 以及萧天策带有一些小危险的眼神 她虽然内心已经无比确定了 确定了萧天策就是军林集团的总裁 但她一时间还是很难接受 高薇薇愣愣地看着萧天策说道 你 你 你怎么就成为军林集团的总裁了 台上的萧天策笑着对她说道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 我五年前在天海市开了一个公司 这是你不是一直都知道吗 萧天策脸上的笑容更多了 可 可 可这是军林集团 你你你 你当初开的公司 就是军林集团 高薇薇无比震撼地看着台上的萧天策 萧天策笑着反问她说道 怎么军林集团就不是一个公司了吗 高薇薇这一刻 突然发现 萧天策这么说 她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说的没错呀 军林集团就是一个公司 但 但这特么能一样吗 这可是军林 天海市排名第一 龙国排名前十的顶级大公司啊 啊 高薇薇这一刻 心里都快疯了 你嘛 自己男人说她五年前 开了一个公司 居然就是军林集团 我的天啊 高薇薇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又对萧天策问道 那 那你两个月前 那天突然来天海市这边 待了一夜 就 就是为了夺回军林集团 萧天策点头道 嗯 不然呢 难道让你跟小小过来受苦吗 哎 傻媳妇啊 你还真的以为 你老公让你来天海 是让你拼命赚钱的吗 呃 不 不是吗 高薇薇下意识地 问出了这么一句话 台上的萧天策 真的是被自己这傻媳妇给打败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 我堂堂欲外战神 能让我的妻子跟女儿受苦吗 你是咋想的啊 还是说在你心中 你老公就那么不靠谱吗 让自己的妻子出去赚钱 自己在家待着玩 你说你那小脑袋 一天天的都想啥呢 呃 我 高薇薇这会儿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是真的说不出话来了 因为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太突然了 实在是太突然了 他的老公居然是天海市最大集团的总裁 而他真正的身份 不是军林集团的一个小员工 而是集团总裁的夫人 整个估值上万亿的大集团 都是他家的 高薇薇现在整个脑袋都是猛的 他不敢相信 但他不知道的是 此刻他身后的所有人 在场的所有顶级的女人们 心里都快羡慕的疯了 大姐啊 你不相信 让我去啊 让我来啊 你老公可是军林集团的总裁 军林总裁啊 可 可是可是高薇薇心中 还有着太多太多的疑问 他想要问出来 但却发现 萧天策身上所有的事情都对得上 此刻台上的萧天策 就是笑着看着他 笑而不语 等着他消化掉这里面的信息 高薇薇看着萧天策 突然想到 萧天策的经历 跟军林集团总裁的经历 完全一样 他突然想到了两个月前 他第一次来天海 跟冷一军吃饭的时候 冷一军发生的事情 当时他还觉得不可能 就是像了一些 但现在 他却是真的相信了 军林集团的总裁创始人 五年前遭人背叛 追杀 失踪 嗯 五年前他在北江市的江边 看见了重伤垂死的萧天策 救了他 萧天策伤好后 就去了狱外战场 而这一走就是五年 五年后 军林集团的总裁突然回归 一夜之间 就重新夺回了属于他的军林集团 而萧天策 两个月前 正好就来到了天海 下一刻 高薇薇突然转身 看着沈宇璇问道 宇璇 你 你早就知道 沈宇璇笑着点点头 有些无语的 对高薇薇说道 嗯 也就你这傻丫头 不知道罢了 你是不是忘了 当初萧天策 从天海回去的那天 在饭桌上 我问他的事情了 沈宇璇也是一脸的无奈 这傻丫头 他其实不是不相信萧天策 而是不敢相信他自己 相信苦了多年的他 好运会突然降落到他身上 高薇薇随后 又看向了身边的江北辰 龙九 沈青天三人 问道 江总 龙总 沈叔说 你们 你们 也早就知道了 沈青天三人 笑着点了点头 对高薇薇恭敬地说道 嗯 薇薇 我们三人在两个月前 就被萧大人暗中地安排到了天海 而且 就在你入职军林集团的前一天 我们也正式进入了军林集团 现在 我们是军林集团的顶级副总裁 接下来 我们将跟任平生任总一起 辅佐你 掌管整个军林集团 沈青天说完后 江北辰跟龙九 也笑着对视一眼后 就弯腰对着高薇薇 深深一败说道 高总 以后请您多多关照 我们将辅佐您 一起把军林集团做得更大 轰 当江北辰龙九的话落后 顿时整个发布会现场 再度掀起了轩然大波 所有人都震撼莫名地 看着台下的高薇薇 刚刚沈青天他们几个人的话 是什么意思 难道萧天策要让高薇薇 接管整个军林集团 高薇薇也再次愣住了 他愣愣地 看着沈青天问道 沈叔叔 你们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小丫头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我要亲自去掌管这个公司吧 这是高薇薇身后 站在台上的萧天策 对高薇薇开口说道 高薇薇惊讶无比地转身 看着萧天策问道 你 你 你不打算管理军林 萧天策笑着说道 嗯 不然呢 我要是管公司的话 你也上班 那小小怎么办 咱俩都不在家吗 呃 呃 高薇薇发现 眼前这男人说的一点也没错 但 但他就是觉得无比怪异 陪孩子是挺重要的 但 但这可是军林集团啊 天海市最大的集团公司啊 这就 这就不管了 真的不管了 高薇薇傻了 小嘴张得大大的 他心里的震撼 从今天出门一开始就没有断过 而且一波接着一波的 一波比一波强大 这 这可是军林集团啊 你 你的军林集团啊 天海市最大的集团啊 你 你不要了 你不管了 高薇薇愣愣地看着萧天策问道 萧天策无语地点头说道 你这不废话吗 我赚钱不就是为了让老婆孩子过得好点吗 既然钱赚够了 干嘛还拼 我又没疯 而且 你不是一直想用工作证明自己一下吗 那不正好 把军林给你 你不就有实现自己梦想跟价值的机会了吗 卧槽 高薇薇听着台上男人的话 整个人都不好了 心里狂吼道 你说的好有道理啊 我竟然无法反驳 但 但 但这特么的 可是军林集团啊 你就这么相信我 我 高薇薇这会儿是真的都快疯了 他指着自己对萧天策问道 不 不是 萧天策无所谓的说道 倒闭就倒闭呗 多大点事啊 大不了破产清算呗 反正咱们的钱早就够了 这辈子也花不完了 而且 我还给你安排了四个人辅助你 任平生 沈青天 江北辰 龙九 他们四个也很有经验的 所以 你基本不会扑街的 放心吧 而且 不要有心理压力 做不起来就做不起来呗 有啥呀 啊 卧槽 我特么 这一刻 萧天策话落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疯了 这男人 这个天海式的传奇男人 就这样把天海式排名第一的大公司 给扔出去了 就这么简单 卧槽 这是什么手扁 又过了几分钟后 台上的萧天策 深深的吸了口气 脸上的笑容收敛 变得认真了起来 身上的气势轰然而起 对着全场说道 安静 顿时整个发布会现场 全都安静了下来 这一刻 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一股 强横的压迫感 这一刻 他们想起 眼前这个军灵集团的总裁 还是一尊龙国的御外战神 强横无双的御外战神 萧天策见众人安静下来后 就对着众人说道 现在我宣布 我妻子高薇薇 从即刻起 正式接管军灵集团 从此以后 我解除军灵集团总裁的职务 任平生 江北辰 龙九 沈青天 你们四人辅佐 军灵集团做起来就做 做不起来 就申请破产去 随后 萧天策又看向台下 站着发呆的高薇薇 说道 上来 不 不是 萧天策 你 虽然咱们是夫妻 但你 真的 真的要把整个军灵都交给我 高薇薇心中 还是无比震撼的问道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离婚的多了去了 萧天策文言笑着说道 你担心 以后咱们会离婚吗 嗯 你试试 高薇薇再次被萧天策 这么霸道的话 给震撼住了 直接来一句 你想离婚 你试试 好吧 眼前这男人 可是天王级的强者 他貌似还真的不敢提离婚 这男人太霸道了 而此刻 发布会现场的那些女人们 也都被萧天策这霸道至极的话 给震撼住了 太霸道了 这才是真正的霸道总裁 不过他们女人 就喜欢这样霸气无双的男人 萧天策无比认真地看着高薇薇 在所有人面前 指着他的脸说道 高薇薇 你听清楚了 这辈子 你也别想跟我离婚 军灵集团我给你了 就是给你了 不要想着不接受 五年前 我被傅军灵陷害追杀 你救我的时候 我这条命 就都是你的了 在我危难之时 你冒死相救 那我东山再起之时 你就必将陪我君临天下 轰 高薇薇听着台上男人 那霸道无双的话语 心中一瞬间 就被感动填满 眼睛瞬间湿润 而台下众人 这一刻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再次被萧天策的话 深深震撼 此刻所有人脑海中 都出现了两幅画面 一幅就是五年前 高薇薇就重伤 垂死的萧天策的画面 可能那个时候 高薇薇根本就不知道 萧天策的具体身份 但五年后 这个男人王者归来 带给了她一世的荣耀 不对 百成婚礼 对 这高小姐 就是两个月前 轰动整个忠誉的 百成婚礼的女主角 天啊 她 她就是那位 百成婚礼的女主角 当年被赶出家门的 命运悲惨的女主角 这时 台下的一个记者 在给高薇薇拍照的时候 突然感觉高薇薇的脸 很是眼熟 她两个月前 正好就去参加过 北江市的那场 百成婚礼 而没想到 现在她又在这 军林集团的发布会现场 再次遇到了高薇薇 轰 顿时间 全场再度一片哗然 这位高薇薇 是北江女主 两个月前 她在北江市 嫁给了一位 龙国的域外战神 而现在那个男人 又给了她一个 顶级的大集团公司 提前祝大家气息快乐 没有女朋友的 赶紧去找 还来得及啊 第148章 天海尾声 第二个 发布会现场 肖天策伸手指着 高薇薇的 那个情景 顿时就被很多记者 拍了下来 而且此刻 这些记者都激动疯了 他们心中也几乎瞬间 就想好了新闻标题 我东山再起时 我要你陪我 军林天下 军林集团的军林 本就是军林天下的意思 而这一刻 军林集团的名字中 又有了特殊的含义 那就是 我要你陪我 军林天下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对人 高薇薇脸上 一滴青泪滑落 肖天策走到她面前 伸手温柔无比的 给她擦掉了眼角的泪水 笑着说道 哭什么 你不开心吗 高薇薇哽咽的点头 开心 开心 然后她直接扑到了 肖天策怀里 眼前这个男人 给了她太多太多 她无法想象的多 而当初 她就只是救了他一下 但却获得了 别人一辈子 都想象不到的荣耀 是的 想都不敢想的 好一会儿后 肖天策拍了拍 高薇薇的被说道 好了 不哭了 这里人多呢 我们先离开 高薇薇咬着嘴唇 深深的吸着气 强行把眼泪给憋了回去 肖天策笑着 捧起高薇薇的脸蛋 温柔地说道 而且今后 你就是军灵集团的 女总裁了 笑一下 这么多人都在看着呢 高薇薇再次用力地点头 随后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就对了嘛 你可是最漂亮的女总裁呢 走了 完事了 剩下的交给人平生他们吧 你明天再来上班 肖天策地对高薇薇说道 说完后 她回头看着台上的人平生说道 人平生 你继续主持发布会 是 肖总 台上的人平生 恭敬地点头 哈哈 肖天策仰头大笑 拉着脸上同样笑忠 带泪的高薇薇 霸气无比地走了出去 这一刻 肖天策霸道无双 高薇薇笑叶如花 男的是盖世英雄 女的是倾国倾城 所以 肖天策拉着高薇薇往外走的这一幕 顿时就吸引了全场众人的目光 所有人都在盯着他们 看着他们离开 天海是所有人心中 这一刻都对高薇薇充满了羡慕 这个世上有那么一个男的 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真正的付出一切 没有任何虚妄 也不夹杂丝毫的杂志 下面 我宣布 江北辰先生 龙九先生 沈青天先生 即刻起 同时晋升为军灵集团的副总裁 其中 沈青天先生 晋升为军灵集团第二副总裁 江北辰先生 晋升为军灵集团第三副总裁 龙九先生 晋升为军灵集团第四副总裁 下面有请三位副总裁上台 台上的人平生 继续召开军灵集团的发布会 下一刻 一身西装穿着精致的沈青天 江北辰 龙九三人 笑着走了上去 跟仁平生站在一起 这一刻台下的众人 再度明误了 这四位 就是肖天策留给高威威的 执掌军灵的四大天王 高威威虽然弱 但这四位 随便出来一个 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任何一个都能够名震一方 更别说肖天策 虽说卸任了军灵集团的总裁之位 但他还有着龙国域外战神的身份 更有些人清楚 肖天策即将去燕京树职 是即将晋升为龙国战部 第七指挥官的存在 所以 一时间众人对于军灵集团的前景 更加期待了 所有人都不怀疑 高威威会不会把军灵集团做垮掉 因为他的背后 还有着一尊强横到极致的男人 更何况 就算是真的做垮了 又如何 跟高威威比起来 那个男人会在意吗 不会的 这军灵集团 本就是他送给高威威的礼物 所以一时间 天海市各界的精英 再次深深地记住了高威威这个女孩 这个从北江市刚到天海两个多月 但是让天海一次又一次震撼的女孩 此刻台下 沈宇璇跟萧红 也都激动地看着这一幕 萧红更是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毕竟沈宇璇知道肖天策的身份 但他却是不知道的 宇璇姐 萧大哥他 他对威威姐太好了 萧大哥真的好厉害 好厉害 萧红震撼无比地说道 沈宇璇点点头 眼中多了一丝复杂说道 也许 这就是缘分吧 当年他被人迫害追杀 逃到北江市 正好碰到了那时刚刚毕业的威威 威威很善良也很傻 什么都没想就把他给救了 而五年后 当他再次归来之时 就必将是他满身荣耀的时刻 一切都是缘 萧红深深地点了点头 他了解萧天策的性格 而且他自己内心深处 也对萧天策无限的感激 他这辈子都忘不了 两个多月前 在他以及他整个家都最绝望的时刻 小小给他打电话说 让他别担心 他爸爸会去救他 而当天傍晚的时候 萧天策就真的去了 带着当时前江市最顶级的人物去的 不仅救了他们一家人 之后更是给了他一个 他这辈子都无法想象的未来 是的 没有人会怀疑 跟萧天策 还有小小有着关系的萧红 虽然刚刚大学毕业 但他未来的发展前景 绝对是一片坦途 嗯 几年后 当成长为军林集团海外部负责人 高威威旗下得力助手的萧红 他也是对自己的人生无比的感慨 当然那都是后话 而此刻萧天策拉着高威威的手走出去后 站在会场后排的尹朝哥 跟冷义军也对视野眼走了出去 半个小时后 还是之前四人经常去的那家西餐厅里 还是之前的那个位置 高威威 尹昭哥 冷义军 萧天策四人落座 其他三人都在校 就只有高威威红着脸低着头 好一会儿后 高威威才抬起头 看着冷义军跟尹昭哥说道 昭哥 义军姐 你们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 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你们早就知道 天策就是军灵集团的总裁了是不是 没有 我们也就比你早知道一些吧 微微啊 要怪 就怪你老公藏得太深了吧 冷义军笑着对高威威说道 尹昭哥也是故意笑着 长长的叹了口气说道 微微啊 我也没想到 我最想见的人 居然就是你老公 而且早就见过了 微微 你真幸福 祝福你 而且以后 你就是咱们仨里最厉害的女人了呢 军灵集团的女总裁 多么风光无限啊 高威威红着脸说道 我 我不行的 我才出来上班两个月 我怎么管军灵集团啊 冷义军无语的说道 那就做垮呗 反正你家那口子又不在意 人家也不缺这点 你赔就赔了呗 嗯 萧天策有些无语的摸了摸鼻子 深深的看了冷义军跟尹昭哥一眼 警告他们 不要说漏了嘴 把该说的不该说的 全都一股脑的说出去 结果冷义军就对着萧天策笑着说道 不让我继续往下说了呀 嘿嘿 烦啊 那你把灭的联系方式给我 萧天策顿时无语 说道 你自己要去找我干嘛 我现在也联系不上他 这时 高薇薇突然看向萧天策 问出了一句明显超出他智商的话语 老公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在瞒着我 难道 你还有别的身份 萧天策顿时都惊了 看着高薇薇惊讶地问道 你为啥会突然有这种想法 高薇薇撅着小嘴说道 我就是问一下 你要是有的话 你就跟我说了呗 萧天策笑笑看着高薇薇说道 那你猜我还有没有 呵呵 高薇薇撇了撇嘴说道 应该没了 你都这么厉害了 难不成还有超越天王级的实力 超越军林集团总裁的身份 我猜不信 你肯定没了 对不对 嗯 没了 真没了 萧天策笑着 对高薇薇点了点头 而此刻听着他们俩对话的冷义军 跟隐昭哥 则是全都满头的黑线 有 你老公还有 你老公 还是天神殿的店主大人呢 以后没准还会接管整个龙国战步呢 两女这一刻在心里狂吼道 随后他们俩也深深的叹了口气 是啊 就算他们俩说出去 高薇薇能信吗 会信吗 刚刚萧天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 他就是军林集团总裁的时候 高薇薇都不信了 更别说天神殿店主的身份 以及很可能未来龙国战步接班人的身份了 这他们谁信啊 两女心里极度无语 沉默了好一会儿后 冷义军突然看着高薇薇 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无比认真的说道 薇薇 我跟你说个事 嗯 义军姐 什么事 怎么了 你怎么突然这么严肃啊 高薇薇有些不解的对冷义军问道 冷义军深吸口气说道 其实我今天来 一方面是看萧天策把军林集团交给你 而另一方面 其实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我要走了 很快 也许明天 也许后天 我已经决定了 啊 义军姐 你要走 高薇薇无比震惊的看着冷义军 这时 萧天策也是眉头一皱 深深的看了冷义军一眼说道 你要去狱外战场 冷义军淡淡的笑了下说道 嗯 我已经做了决定了 之前昭哥家里出事的那一次 让我想明白了很多东西 萧天策 也谢谢你 是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很多 萧天策文言 眉头皱得更深了 无比认真的对冷义军说道 你不懂 狱外战场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就算是我 在那边也不能真正的毫无顾忌 而你一旦遭遇真正的强者后 你会死的 真的会死的 而且你根灭最终的结果 很难的 真的很难的 所以 别去送死好吗 这时 高薇薇也急了 伸手抓住冷义军的手说道 义军姐 别去 真的值得吗 冷义军就是笑笑不说话 就是笑着看着高薇薇跟萧天策 但他那眼神中 却充满了坚定的神色 狱外战场 他一定会去的 冷义军旁边的尹昭哥 低下了头 也不再说话 但他的眼中 同样有着无比坚定的神色 他虽然去不了狱外战场 但他的心 却会跟着冷义军一起过去 而且 他会以着另外一种方式 陪在路的身边 而此刻 高薇薇没有发现的是 半个月不见的尹昭哥 虽然他脸上化了妆 跟平时差不多 但萧天策却是感觉到了 尹昭哥的虚弱 此刻这个女人的身体 跟精神状态 极度的虚弱 萧天策不知道这个女人 到底做了些什么 但他心里有种感觉 那就是 可能跟路有关 有着很大的关系 晚上回到家 萧天策跟高薇薇 去看了一眼唐美后 就回去了 晚饭的时候 高薇薇抢着帮萧天策做饭 他现在可是真的不想让 眼前的这男人累着一点 嗯 所以吃完饭后 高薇薇又很主动的 给萧天策打了热水 给他洗脚 然后又给他在床上按摩 等到晚上十点钟 萧天策突然翻身 把高薇薇压在了身下 眼神很是危险的 看着他说道 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你这是心虚吗 啊 我 我 我没有啊 高薇薇紧张无比的说道 眼神中带着一丝的慌望 是的 其实他心里就是有些心虚 毕竟之前 萧天策伪装成萧寒业 去军陵集团找他的那几天里 他可是说过一些 嗯 冒犯眼前这个大魔王的话 就比如 军陵集团的总裁 跟他一样的优秀 这会儿 高薇薇想死的心都有了 嗯嗯 就是感觉自己 被自己唇死的 那个时候他居然没发现 那萧寒业 就是眼前这个大坏蛋伪装的 高薇薇这会儿 见萧天策反应了过来 他哭了 老公 我说我知道错了 你信吗 高薇薇委屈巴巴的 对萧天策说道 那小模样 真的是让人恋爱无比 萧天策意味深长的笑着说道 知道错了吗 那以后你改吗 高薇薇赶紧用力的点头说道 我改 我改 可是我不信啊 萧天策说道 啊 高薇薇真的哭了 眼见他身上的衣服越来越少 身上男人的鼻息 越来越炙热 他心里就更慌了 老公 那个 明天 明天我还要去上班的 军陵集团的好多人都要看着我呢 高薇薇楚楚可怜的 推着萧天策的胸膛说道 他不要太了解 眼前这男人的战斗力 要是被他折磨一晚 明天能不能下床都不一定了 萧天策把高薇薇的小手一把拿开 眼神危险无比的说道 那是你上班 我又不去 关我什么事啊 可 可那是你的军陵集团啊 不 那是你的 可 可我要是做不好怎么办 说过好多次了 那就申请破产呗 哎 高薇薇一脸生无可恋的躺在床上 他放弃了 真的放弃了 天海卷即将结束 明天正式开启烟金卷 调整一下更新的事 以后每天保底三大张 字数其实跟四张是差不多的 然后每周再不定时爆发 不能一味的多更 质量会出问题 希望大家理解 当然 我每周最少爆发一次大的 第149章 天海是壁 第三个 第二天早上 高薇薇很早就起床 然后去洗漱完毕 换上了一套黑色的职业瘦身西装 下身穿着黑色西装裹臀短裙 腿上穿着性感的黑丝袜 脚上踩着黑色的高跟鞋 只是他刚想出卧室的门时 身子就止不住的一个裂浅 双腿有些酸痛 甚至他每走一步 双腿都有些颤抖 高薇薇恨恨的咬着嘴唇 看着仍旧躺在床上的萧天策 昨天晚上 萧天策折腾他太狠了些 而现在他还要去上班 这可是他当上军林集团总裁的第一天 总不能带头迟到吧 而问题是他要拖着一个 疲惫至极的身体去上班 但眼前这个男人 却什么也都不管的 躺在床上睡觉 尤其是当高薇薇看着萧天策 那见笑的表情时 就想冲上去 乖哈 今天可是你去上班的第一天 你现在是军林集团的总裁 乖 赶紧去上班吧 赶紧去实现你的价值跟梦想去吧 飞吧 少女 你自由了 高薇薇被萧天策气的直跺脚 整个人都要抓狂了 但他一跺脚 顿时双腿的酸痛就更厉害了 高薇薇哭了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最终高薇薇还是去上班了 开着某个大魔王的兰博基尼毒药 一路上高薇薇狠狠地踩着油门 而高薇薇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动身的那一刻 天一跟天七两名战神巅峰 最近已经隐约要进入半部天王的强者 在一左一右的暗中跟随着他 不管他开得有多快 天一跟天七都能够跟得上 派两尊半部天王级的高手 时刻保护高薇薇 这样的大手笔 恐怕也只有萧天策能够干得出来了 当然因为高薇薇是他的妻子 他这辈子也就这么一个妻子 所以哪怕是付出再大的代价 他也愿意 这里说一句 天一等人在两个多月前 从狱外跟随萧天策入境龙国的时候 本就是战神巅峰的级别了 而最近这些天 他们也没有闲着 尤其是半个月前 天一到天十等人 因为感觉没有帮上萧天策 内心就感到无比的自责 再加上远在狱外战场的千面 每天都在疯狂地催促着他们 在狱外战场上 剩余的战神巅峰强者 比如天十一到天二十 则是被千面 疯狂地派出去拉链 而龙国境内的天一等人 也是疯狂地暗中提升 于是 现在天一等人 终于快要完成晋级 正是迈入半步天王的程度 也就是这三两天的事情 天神殿的整体实力 其实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内 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在天神殿之内有个规矩 那就是 只有突破到战神层次 才能够拥有天字的序列代号 而比如天一 就是战神层次的第一作战序列 而现在天神殿的总体实力 已经拥有了五十尊战神强者 天字号作战序列 已经排到了天五十 而天神殿的将士 在突破天王后 可以脱离作战序列 单独的拥有一个代号 就比如天神殿殿主会下的四天王 他们的代号 都是单独一个字 半个小时后 上午八点钟 上午的太阳刚好升空而起 明媚的阳光照射在军灵集团 那巨大无比的玻璃幕墙上 那高达数百米的大厦身上 高微微的兰博基尼毒药 停在了军灵集团楼下 而此刻 军灵集团内部 以任平生 沈青天 江北辰 龙九为代表的军灵集团 四大副总裁 带着数百号军灵集团的高管 全部身穿一身黑色的西装 黑色的皮鞋 分成两排 站在楼下迎接着高微微的到来 而此刻 等高微微下车后 一群人瞬间弯腰拜见 拜见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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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滔天的音浪传出 楼上军灵集团的员工们 也都透过窗户 看着下面 那震撼的一幕 而楼下那些 从家里赶来的员工们 也都是恭敬无比的 看着高微微 高微微抬头挺胸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快速的迈步 向着军灵集团内部走去 今天是他彻底 接管军灵集团的第一天 虽然他以前 并没有上过多少的班 但他心里有着绝对的信心 一定能够把军灵集团做好 因为他的梦想 就是能够拥有一家 属于他自己的公司 然后他带着那公司 一路披荆斩棘 而现在他实现了 萧天策不仅给了他一个公司 更是给了他一个 巨无霸级别的公司 萧天策 你记住 我高微微这辈子 都是你的妻子 我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真的以为 我是傻白甜吗 老公 这辈子 必不负你 高微微心里难难道 所有高管 会议室开会 快 给你们五分钟准备的时间 高微微一进入军灵集团后 就直接干净利落地宣布了命令 而这一刻 高微微身上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也涌出了一股说不出来的 但跟萧天策又有些相像的气质 等高微微走后 他身后的沈青天 任平生等人都互相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讶 就刚刚高微微说出来的那句话 那个气势来看 这女孩也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的 她的话语中充斥着绝对的信心 刚刚高总身上的气质 跟五年前的萧总很像 那是一种绝对的自信 任平生看着高微微远去的背影 嘴里难难道 随后沈青天 江北陈龙九三人 也都惊讶地看着高微微那远去的 极度自信的背影 只有高微微自己心里清楚 当两个多月前 萧天策在北江市 给他准备了那一场 轰动全城的梦幻一般的百成婚礼之后 他每天都在暗中的拼命地努力了 在天海的时候 萧天策晚上看到高微微在加班 在努力 而其实白天萧天策没有看到的时候 高微微也更是如此 就比如 他在天海找工作的时候 即便是在地铁上 他也在拼命地学习着各种资料 而且别忘了 高微微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进入到上官家族的天海工业集团的 一个大学毕业后 五年都没有参加过几天工作的女人 居然能够通过天海市 排名第二的集团公司的面试 这就足够证明 高微微这些天的努力 高微微此刻迈着自信的步伐 走到了军林集团最顶层 整个楼层都只属于军林集团 总裁一人的办公室里 而几乎是同一时刻 还在家中的萧天策 也穿好了衣服 看着军林集团所在的方向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会心的笑意 高微微不知道的是 他刚刚进入军林集团的一举一动 肖天策全都看在眼里 肖天策关掉了手机上的视频 把手机放到了兜里 他喃喃道 微微我就知道 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我也相信 你一定能够把军林集团做起来的 其实我知道 你心里想要帮我 所以你每天都在拼命的努力 所以我不能拆穿你 我能为你做的 就只是站在你身后 为你加油 加油 所以这两个月 肖天策跟高微微的状态就是 高微微想要暗中努力 为肖天策做一些事情 帮助他分担一些东西 比如压力什么的 而肖天策知道 高微微为他所做的一切努力 只是高微微从来都没有说过 肖天策也从来没有说过 不说 才是对彼此最大的尊重 肖天策接着就送小小上学去了 嗯 在那幼儿园门口 又碰上了小美的妈妈 只是此刻那美女 在见到肖天策时 却震撼得不行 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他们军林集团的创始人 昨天的事情都传遍了 当然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罢了 送完肖小上学后 肖天策就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拿出手机 打开了天十一的加密通讯 很快那边就传来了天十一恭敬的声音 店主 肖天策恩了一声 脸上的表情 渐渐的变得阴沉了下来 眼中多了一丝寒意 低沉的问道 汇报夏金唐家那边的情况 电话那边很快传来天十一恭敬无比的声音 是店主 昨天深夜时分 我们十位从域外战场 入境大下国的兄弟 已经全部集结完毕 只是目前唐家的情况很不好 那夏金顶级豪门的皇家 给唐家的期限是明天 但那皇家 今天就已经在集结了 我们判断 皇家很可能等不到明天了 他们今天很可能就会对唐家动手 我们猜测 这可能跟您昨天在天海举行的发布会有些关系 那皇家已经不能再拖了 所以店主我们该如何做 咔嚓 肖天策身下的石板 瞬间断裂开来 可见肖天策心中的怒意 是何等之胜 肖天策沉默了好一会儿后说道 等 再等等 你们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得露面 等 让夏金那边 所有想要奋一杯羹 想要对唐家下手的人 全部出来 灭一个皇家 太少了 给我记住 丁死了 这次除了那个皇家以外 到底还有多少 一个也别给我放过 是 店主 天十一恭敬地答应 肖天策挂断电话后 心中的杀鸡滔天而起 他现在就可以飞到夏金去把皇家给灭了 但他要再等等 再等一天 等那些针对唐家的势力全部跳出来 然后一网打尽 一天的时间 唐家也能够支撑得住 而且 还有天十一等十尊巅峰战神 在暗中护佑 还有关键时刻 能够发挥出皇级实力的形容 所以 这一天的时间 肖天策等得起 而且 唐梅身上的伤势太重了 昨天才治疗了一天的时间 她的伤势还没有稳定下来 起码也要再等一天 唐梅能够动弹的时候 明天一早再回夏金 微风吹来 肖天策眼中的寒意更浓 唐家 那是他母亲的家族 他的外公 舅舅 小姨 表妹 都还在那里 等我 明天我就把所有敢欺负你们的势力 全部斩尽杀绝 肖天策心里难难道 本来想休息几天的 算了 感觉对不起大家 我再去写一张去 今天把燕金券正式开了 早睡的兄弟早点睡 下一张大概十二点左右去了 第一百五十张 不屈 唐氏 第四个 夏京东城区 唐家的别墅区内 此刻唐家别墅区内外 都不防上了最精锐的力量 五星级高手随处可见 甚至里面 还有这几尊半部战神级别的强者 只是即便是如此 整个唐家内外 都还是戎罩在一片阴云当中 气氛非常的凝重 上午九点钟 唐家的议事大厅内 唐家家主唐震唐老爷子 一脸阴沉的坐在主位上 他的黑眼圈非常重 整个人身上都弥漫着一股滔天的戾气 他已经连续好几天都没睡了 此刻唐家所有的嫡系高层 全部坐在这里 萧天策两个舅舅 一个小姨 还有几个年轻一代 都满脸凝重地坐在这里 他们跟唐震一样 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睡着了 所有人都极度疲惫 此刻在那大厅中间 站着一个一身桀骜的年轻人 他是黄凯 黄家家主 有着战神巅峰实力的 黄霸天的亲孙子 也是这一代黄家的 第一顺位继承人 今天他来这里 主要就是为了逼迫唐家妥协 此刻穿着一身灰色西装 脸上戴着金丝边眼镜 看似斯文 但实则眼神深处 时刻闪烁着凶光 他不是个好人 黄凯深吸口气 冷笑一声 盯着上面主座上的唐震说道 唐家主 我黄家给的条件 已经够好了 众所周知 凡在下金列位的顶级豪门 族中都必须要有战神强者作战 这是大厦开国以来 咱们下金各方的规矩 唐老爷子 不会不知道吧 虽说当今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 但战神级的存在 仍旧是镇压一遇气运的存在 黄凯顿了顿 继续高高在上的说道 唐震 不要再挣扎了 你们唐家即便是再等一天 也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现在 就立刻归顺我黄家 这样你们 还能在下金存在下去 否则 唐家明日之后 就不会再存在了 你明白的 坐在主位上的唐震 身上的怒气冲天气 死死的盯着下方的黄凯说道 混账 当今社会 尤其是大厦国战部总部 都在下金 你们安敢乱来 还有 为何你们黄家要苦苦相逼 我们唐家自问 从没得罪过你们黄家 凭什么 凭什么要对我们如此 唐老爷子心中悲愤无比 他心中有着滔天的不甘 他这几天 想要去联系龙战国跟万天邪 但那两人 现在仍旧带领着战部在征战 他得到消息 龙战国今天晚上 很可能就会归来 所以 他要拖时间 拖到最后 拖到龙战国归来 然后 让龙战国主持公道 当真是天大的笑话 或者 这真的是我有生以来 所听到过的最大的笑话 此刻站在下方的黄凯 仰头大笑 随后他笑容猛地收敛 盯着唐震 无比阴沉地说道 老不死的 你这把年纪 活到狗身上去了吗 居然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 为什么要针对你们唐家 哼 自古以来 都是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这个道理 难道你也不懂吗 而且 谁跟你说对你们动手的 只有我们皇家一家了 还有孙家 冯家 马家 什么 孙家 冯家 马家也参与了 唐震脸色轰然大变 要知道 那也是三个下京的顶级豪门 家中也都有着战神级的存在坐镇 黄凯点点头说道 我知道你在拖什么 不就是想要等龙战国回来吗 你恐怕等不到了 龙战国 他 虽然他挺老了 但他再怎么说 也是一尊皇级 更是大下战部的元帅 他回来的话 还是有些麻烦的 所以 唐震 听好了 我们一方给你们最后的期限 就是今天傍晚六点 如若六点之前 你们不答应 那今日太阳落山之时 就是你们唐家殒灭之客 黄凯说完冷亨一声后 转身就走 但他刚走两步 就被身后的一个声音叫住了 等等 随着声音传出 大厅内 一个年纪不大的女孩站了起来 也就二十二三岁的样子 她就是萧天策的表妹 唐诗雅 在燕京 也是顶级的美女跟才女 此刻唐诗雅深深的吸了口气 攥紧了拳头 眼神中有着一丝坚定 黄凯转身看着唐诗雅 在他身上坚挺的地方扫射两眼 冷笑着说道 唐诗雅 怎么 你叫住我想要如何 唐诗雅深深的吸了口气 说道 黄凯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得到我 可以 我答应 只要你们放过我唐家 我就是你的 你想对我怎样都可以 萧雅 你说什么呢 别胡闹 唐诗雅刚刚说完 一个中年美妇就站了起来 她是萧天策的小姨 唐燕 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 但仍旧漂亮性感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 让男人热血沸腾的成熟女人的气息 黄凯没有搭理唐燕 而是饶有兴趣的盯着唐诗雅说道 唐诗雅 你再说一遍 我刚刚没有听清 唐诗雅身躯狠狠的颤抖了两下 眼中都沉满了泪水 但她仍旧死死的咬着牙说道 我说 只要你们放过唐家 你想对我 怎样都可以 黄凯再度大笑了起来 看着唐诗雅说道 唐诗雅 你知不知道你很傻呀 你觉得 你唐家灭了以后 你还能够保存自身吗 抱歉啊 还不够资格 黄凯说完 又看向了性感无比的唐诗雅说道 嗯 除非再加上唐诗雅女士 我家有位大人物 这次可是点名了 要你的呀 唐诗雅女士 你保重啊 黄凯说完 就大笑着离开了 狗贼 我杀了你 就在这时 大厅内 唐诗雅的父亲唐诗雯轰然爆起 就想要对着走到门口的黄凯杀去 但下一刻 他的肩膀却被唐震死死的摁住了 不要冲动 他们就是在故意逼你出手 人 再等等 这时黄凯转身 唐诗雅 我告诉你 你现在要是不杀了我 那今天晚上 你的女儿 还有你的妹妹 都会到我们家中 你赶紧杀了我 啊啊啊 唐诗雅气急攻心 但任凭他怎么挣扎 他爹唐诗都死死地摁着他 不让他动弹嘶吼 因为此刻 唐家的大门口 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中年男人 那男人正似笑非笑地 看着里面的唐诗跟唐诗雅 而他的身上 则是弥漫着一股战神级的气息 是的 他就等着唐诗雅出手嘛 最好把黄凯打成重伤 那样他就不用等了 直接进来灭了唐氏一族 毕竟在燕京 也是有着一些规则存在的 而今天傍晚六点 同样也是因为 这几天唐家找的一些关系 再给他们施压 不然 他们早就对唐家动手了 但是唐家所找的那些关系 也不愿意跟黄家几家死客 他们都得到了消息 那就是 龙战国今天晚上就能够回来 所以 唐家到底是生是死 就看他们能不能 撑到龙战国回归了 黄凯大笑着走了 出现在唐家大门外的那尊神秘战神级强者 也走了 只是黄凯跟那尊战神不知道的是 就在刚刚那一刻 在唐家别墅的四周 差点有十尊战神要出手杀了他们 唐家别墅后面 一处隐秘的角落里 天十二脸色凝重地看着 黄凯远去的背影说道 十一 我们现在还不出手吗 天十一摇了摇头说道 不 再等等 店主的意思是 再等等 他这次要看看 燕京的水到底有多混 等那些人全部跳出来 这次是唐家的劫难 但有我们在这 唐家无事 左右就是一天的功夫了 若是下午那些人敢进宫的话 那我们就出手好了 所以继续让兄弟们潜伏 是 天十二领命 随后身影淡化消失不见 这次燕京的行动 天十一是负责人 而此刻天十一深深地看了一眼 唐家的意识大厅后 身影也慢慢地淡化 消失不见 而原地就只有两面白色的墙壁 丝毫看不到 有着两尊活人 两尊战神巅峰的强者 隐藏在这里 此刻唐家的议事大厅内 唐世锋嘴角再度溢出一口鲜血 女儿唐世雅眼泪掉了下来 唐烟也是娇躯颤抖 唐震双眼通红 血丝遍布 爷爷 我们 我们唐家 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爷爷 我听说 我听说寒夜哥哥回来了 现在就在天海 我们联系他吧 他现在是战神了 行吗 唐世雅哭着对唐震说道 唐震眼神中多了一丝追忆 脑海中浮现出了萧天策的身影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后 摇了摇头说道 不要联系他了 不要再提让寒夜来燕京的事情 可 可寒夜哥现在是战神啊 咱们家有了战神后 还不行吗 唐世雅再次对唐震苦苦问道 唐震深深地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道 没用的 寒夜突破战神的事情 我也听说了 但以着他的年纪 他最多也只是个战神初期 那样的实力 来了燕京也没用的 这次燕京皇家 冯家 马家 孙家 都联手了 每家都有战神巅峰 或者后期的存在 皇家更是有着 两尊战神巅峰强者 他来了也是送死的 而其实唐家人不知道的是 萧天策在天海 已经初步暴露了 天王的身份跟实力 但消息却还没有传递到 夏京这边 因为天海那边知道 萧天策即将出任 大夏战部第七指挥官的消息 被汪天海等天海巨鳄 联手封锁掉了 而萧天策那么恐怖的身份 天海是那些人 也不敢往外透露 唐炎仰头望天 手中多了一把匕首 眼中有着一丝不舍 看着唐振说道 爸 如果龙战国元帅 真的赶不回来的话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唐诗亚文言 身子狠狠一颤 沉默了一会儿后 他也从腰间 拿出了一把匕首来 吐血的唐世锋 满眼决绝地看着唐振说道 爸 如果真到了那一步 就请恕我不笑了 我会走在您前面 这时唐世锋的弟弟 唐振的二儿子 也站了起来 还有唐家的几个后背 都默默地站了起来 他们没有一人说话 但眼中却都有着绝死之意 唐家 不屈 唐振眼中热泪瞬间滚落 低吼道 安排所有死士 开唐家第一密库 把所有热武器 全部搬出来 今天 就算是对方来七八个战神 我也要让他们跟我唐家 同 鬼 于 进 第151章 真正要阻拦龙战国的人 第一刚 时间一点点过去 整个夏京的顶级势力们 都把目光投向了唐家那边 如今明面上就有四大家族 联手坑杀唐家 背后更是隐约有着一到两个百年门阀的影子 所有人都在等 都在等龙战国回归 若是龙战国不能及时回归 那唐家就算完了 因为就算到了现在 龙战国在远方的命令 已经不被夏京那些顶级势力接受了 他们要抗命 上午十点钟 夏京郊区的一处战不分不理 有着战神初期实力 夏京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 龙爷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他拿起电话 打给了他爷爷龙战国 爷爷 您下午六点之前能感到夏京吗 龙爷问出了燕京各方顶级势力 最为关心的问题 电话那边隐约的有着打斗的声音传来 过了会儿后龙战国的声音才传了过来 够呛 我这边的事情解决完的话 最快也得下午了 下一刻电话里面传来了龙战国极为凝重的声音 龙爷听令 这你立刻带上你不所有人马 赶赴唐家 你听好了 今天就算你死了 你也要给我拖斗回去 是 龙爷领令 龙爷大声应道 他挂掉电话后就冲出了营地 对着外边操练的上千号精锐将士大吼道 龙五位 第九龙五分队 听令 立刻集结 立刻集结 给我带上所有炮火 立刻赶往唐家 立刻 立刻 龙爷这会儿也是真的急了 夏京这边别的人不知道萧天策的真正实力 但他却是清楚的 而夏京唐家更是萧天策的另一个家 他母亲的家族 如果唐家今天真的出事了 那整个夏京都必将彻底大乱 天神殿店主的怒火 根本就不是夏京这些大家族能够承受得了的 即便是那些传承百年以上的门阀世家 也是一样 而此刻龙爷心中也无比疑惑 按理说 夏京唐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远在天海的萧天策应该会收到消息的 但为什么 直到现在 萧天策都没有任何反应 其实龙爷不知道的是 萧天策早就有了反应 昨天就集结了十大巅峰战神 入住唐家了 暗地里更有着一尊皇级的治强者 在暗中守护 而有着邢老那尊关键时刻 能够发挥出堪比龙战国实力的治强者在 萧天策才敢继续在燕京钓鱼 当然 这些龙也是不知道的 而此刻龙爷一边集结麾下的龙五位 一边给燕京各大家族的年轻一代打着电话 要知道 燕京的年轻一代 有不少都是半部战神巅峰的存在了 差一步就能够突破为战神的存在 这样的年轻一代 在任何大族里 都是当城下一任继承人去培养的 而这样的年轻一代 很多很多 陈斌 如果够兄弟 给我带上你家族所有半部战神巅强者 跟我赶赴唐家 张望 别给老子废话 赶紧赶赴唐家跟我会合 至于带多少人 越多越好 斩雄飞 你不是一直不服老子吗 你不是一直想要跟我一战吗 好 带上你斩家所有力量 帮我一次 今后你要想战 随时来找我 龙爷的办公室内 龙爷不断地 打着一个又一个电话出去 只是他也不知道 如今到底能够带多少人马过去 毕竟这次唐家的事情 燕京各大家族也都知道了 但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有一个算一个 黄家 冯家 孙家 马家 你们是在找死啊 你们他妈的是在找死啊 你们永远也想象不到 你们到底得罪了谁 你们到底得罪了一尊什么级别的存在 你们还真他妈的以为天海那位 只是一尊战神吗 一群大傻逼 龙爷心中再狂骂 将军 龙武第九分位 已经集结完毕 所有热武已经全部列装在战车上 请您指示 这时门外一个将士走了进来 陈生对龙爷说道 出发 快快快 龙爷没有丝毫犹豫 不能再耽误了 虽然夏京各方跟黄家等几方势力的妥协 是在傍晚六点钟 但谁知道 对方不会早些发动 毕竟已经撕破脸了 对方连自己爷爷的命令都不顾了 他们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轰隆隆隆隆 下一刻 龙爷麾下的战部分部的龙武位 向着唐家的方向呼啸而去 而此刻 那些接到龙爷电话 求助的燕京各方势力的年轻一代 也都沉默了 有的没有任何犹豫的 直接就选择了跟过去 没别的 就是因为龙爷是大家默认的 将来大夏国战部的接班人 而且 龙爷现在已经隐约要突破到战神中期了 而且 龙爷又是皇级强者龙战国的亲孙子 所以在夏京 几乎没有人会去怀疑龙爷的未来 但同样的 更多的年轻一代 却是选择了沉默 前去支援龙爷的 毕竟是少数 要知道 龙爷之前拨打了四五十个电话出去 而最终去的人 也还不到十个 由此可见 即便是在夏京 各方势力 也是以着家族利益为重的 时间继续流逝 很快就到了下午 下午三点钟 大夏国西部的荒漠戈壁深处 一身硝烟气息 弥漫的龙战国 万天邪等人 向着几架直升机处快速走去 很快 他们登上直升机 就以着最快的速度 前往了最近的机场 他们要赶紧赶回夏京 因为若是今天唐家的事情处理不好 那夏京 甚至整个大夏国都得乱了 飞机上 龙战国脸上极为阴沉 他的战步命令 这让他心中的怒火在不断的积累 万天邪身上的气息波动得极为厉害 已经不像是半步黄极的气息波动了 果然这家伙 即便是当初去天海见萧天策的时候 还是隐藏了一些 龙战国看着万天邪问道 天邪 你还有多久能够真正的突破 万天邪身上气息再次剧烈的波动了几下后 就被他强行压了下来 随后他缓缓说道 不着急 要突破 几年前就能突破了 我一直在压着 外人都以为黄极强者是天大的人物了 我们的黄极在高端战场里面根本就不够 我想再等等 我再把我得到完善一些 而且我也想着 关键时刻 因死亦尊皇 这样咱们战步的日子 以后也会好过很多 万天邪说完后 就又马上叹了口气说道 我有种感觉 就算我突破了 我也干不过那个天神殿的店主 这次我去天海见他 我感觉他也隐藏了很大一部分的实力 还有战国 你真的觉得 半个月前 他去域外战场追杀萨摩的那一次 他真的杀不了萨摩吗 还要追了一天一夜之久 万天邪眼神深处闪烁着不幸 因为当初萧天策在追击萨摩的途中 还帮萧战天解了围 那就说明 当时追击萨摩的萧天策 根本就没有用出权力 龙战国眼中更加的凝重 对万天邪说道 嗯 所以我们得赶紧赶回去了 下进那些锦笔之蛙们 真的以为 你我着急赶回去 是要去救唐家的吗 一群傻逼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咱们那位店主的人手 已经集结到燕京去了吧 最新消息 现在的天神殿 发展太快太快了 真不知道那孩子是怎么做到的 如今明面上的战神级强者 就有五十位之多了 半步黄级的天王 更是有着四位 而且那四位都跟你差不多 都在拼命的压制着 万天邪点点头说道 嗯 域外战场那边 天神殿有十大巅峰战神 脱离了战场 想必现在已经集结到了夏京 但现在万幸的是 我们的店主大人 因为要在天海 给他妻子交接军林集团 所以直到现在 还没有赶赴到夏京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咱们一定要在他之前赶回去 否则夏京将血流成河 万天雪说完 深深地叹了口气 脸色凝重到了极点 是的 从一开始 他跟龙战国 就没有为那唐家感到过担心 他们怕的是 萧天策一怒之下 把夏京那些顶级豪门 甚至他们背后的世家门法 给涂了 那样影响就太大 太大了 龙战国皱着眉头 对万天雪问道 天神 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其实那孩子 要是现在就去了夏京 那还好 但我就是怕他不去 他不去的话 才是真正的麻烦 下一刻 万天雪突然就站了起来 惊骇无比地说道 你是说他在钓鱼 万天雪说完 嘴巴张得大大的 这一刻 他突然明白了 龙战国苦涩地点了点头 深深地叹了口气 看了看窗外的天空后说道 希望 你我能够顺利地讲到夏京吧 希望吧 下午五点钟 夏京西郊机场 龙战国跟万天雪 以及一众龙国天王 战神级强者们降落到了那里 龙战国等人 没有任何犹豫地就乘坐战车 向着唐家的方向赶去 只是 十分钟后 在夏京西郊的高速公路上 突然出现了大规模的路障 以及各种世界顶级的电子干扰设备 龙战国万天胜乘坐的车队 只能无奈地停了下来 他们下车后 他们前方就出现了 两尊天王初期的强者 穿着有些复古的袍子 这两位就是夏京隐士门阀的人 龙战国下车后 这两人就笑着对龙战国开口说道 龙元帅 抱歉 请在这里一叙吧 龙战国笑了 看着出现的这两个天王初期强者 笑了 龙帅为何发笑 我们两大门阀 无意跟龙帅开战 这点龙帅很清楚 但这次夏京唐家 必须要灭 因为我们也需要资源的 另一尊天王初期强者 对龙战国说道 虽然龙战国是皇级 但他们背后 也有着门阀高手存在 纵然不敌龙战国 龙战国也不能够灭了他们 因为有着一些特定的规则在 一些传承久远的势力 跟大厦国战部约定的规则存在 所以他们两个也是有恃无恐 这时 万天蟹也笑了 眼神有些怜悯的 看着他们俩说道 两位 你们真的以为 我们是去救唐家的吗 晚了呀 你们自己选的 晚了 晚了呀 倒是真舍得花钱啊 顶级的电瓶干扰设备 花费不少吧 万天蟹说完后 就跟龙战国找了个地方 坐着些着了 一点都没有着急的意思 你们什么意思 你们不是赶回去救唐家的 那你们是 下一刻 这两位来自燕京顶级门阀的强者 心里惊了 只是不等他们俩说完 下一刻 他们俩心中就同时感到了一股大恐惧 甚至他们想要动弹一下 都做不到 因为此刻 他们的背后 出现了一尊黄级 一尊实力不殊荣战国的黄级强者 下一刻 他们两人就听到身后那尊黄的声音 因为他们想要去救的 是你们啊 扑痴 行老话落后 这两尊天王出气的强者的脖子上 就浮现出了两道血线 这 怎么可能 两尊天王级强者艰难的转身 心中惊恐至极 身上的生机 在飞速的流逝 他们 活不了了 今天能四更就四更 不能就三更 下一张七点之前 第152章 这一日 十大战神 腾空燕京 上 第二个 黄 黄级 怎么可能 那两尊天王级强者 转身过去后 就看到了全身都笼罩在黑袍中的行老 行老身上此刻 弥漫着黄级后期巅峰的气息 但他们俩的思维 也就到此为止了 随后就陷入到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死得万分的不甘心 直到现在他们才明白 原来他们各大家族 各大门阀 想要阻拦的人 是救他们的人 只是现在却什么也来不及了 这一刻 这两尊天王级强者 在临死前 对各自的门阀 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他们门阀中最强的存在 也只是半步黄级 而眼前的人 却是实打实的黄级后期巅峰的实力 完了 砰砰 两尊天王级的强者 在死前最后一刻 心中无限的后悔 而此刻就在这两尊天王初期强者倒下的那一刻 远处的龙战国跟万天血 也是脸色大变得轰然起身 满是不可置信的 看着刚刚出手的形狼 黄 黄级后期 这 这不可能 你 你 你是谁 万天血艰难的咽了口口水 心中的震害已然滔天 因为他跟龙战国之前的判断是 天神殿这次会有强者来下京 但他们判断中 最多就是一尊半步黄级的强者 比如天神殿的四大天王 来一尊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天神殿居然来了一尊黄 一尊真正的黄级 虽然他身上的气息有些不稳定 好像是有着伤势 但眼前的这位存在 就是一尊黄 一尊真正的黄级 一尊不属于龙战国的黄级强者 而此刻龙战国也是眼神无比凝重的 盯着远处的行劳 天神殿居然来了一尊黄级后期 麻烦了 燕京要翻天了 而且要知道 他同样有着最低黄级后期巅峰实力的天神殿主 还没有到 两尊 两尊黄级 天神殿居然有着两尊黄级 那个孩子是怎么办到的 隐藏的如此之深 比他们这些老家伙隐藏的还要深 恐怕整个世界的各方顶级势力中 都以为天神殿的底蕴很薄弱 但谁也想象不到 在天神殿当中 居然还隐藏着一尊黄级后期的强者 而一旦明日 天神殿主再来到夏京 那他该怎么办 他龙战国能够同时抵抗两尊黄级后期巅峰的强者 难道真的要把整个战步全部拼上 不 这一刻龙战国突然明白 这一刻龙战国心神俱阵 轰 不由自主的龙战国身上的黄级后期巅峰的气势也弥漫开来 跟远处的邢老摇摇相对 邢老那笼罩在黑袍中的双眼 深深地看了 龙战国一眼说道 龙元帅 既然你之前出手 没有阻拦住对方 那现在也还请你不要动 龙战国眼神无比凝重地盯着邢老说道 夏京的顶级豪门不能动 很麻烦 龙帅 你觉得天神殿主会是怕麻烦的人吗 嗯 现在我也不让龙帅难做 我在这 赌你的路 你留在这别动 龙战国深深地吸了口气 有些东西他要问一下 于是他就对着邢老问道 那请问阁下 我要是非要去唐家呢 邢老冷笑一声 没有在搭理龙战国 而是看向了万天血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你还不错 明明随时可以突破到黄级 但却选择压制了下来 但你要知道突破黄级也是需要时间的 长则半月短的话 也得需要几天 那你说 我杀不了龙战国 那么 我能在你突破之前 杀了你吗 万天血文言 顿时苦笑一番 弯腰对着眼前的邢老深深 一败说道 前辈不要说笑了 就算龙帅不走 你也能够杀了我的 我能感觉到 前辈身上还有着伤势 但即便这样 前辈都能够发挥出黄级后期巅峰的战力 明很强 很强 万天血说完 转身对着龙战国说道 龙帅 咱们战步 这次又是长途跋涉 这一个月中 咱们已经大战三次了 我们就在原地休整几天吧 万天血虽然是在笑着说着 但他眼神中 却是有着极为坚定的神色 是的 他一直都知道龙战国的意思 就是想要保全各方 唐家不能灭 但同样的皇家 冯家 马家 孙家 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两尊门阀 也不能灭 因为龙战国 要顾全整个大局 但 但是 他万天血却是不一样 他的主张 就是乱世用重刑 不服战步调令的豪门 不是好豪门 不服战步调令的门阀 也不是好门阀 既然这样 那不如直接清扫了完事 这样 也能够还大下一个朗朗乾坤 有点意思 远处的邢老 也看到了万天血的眼神 目光不由的再次深深的 看了万天血一眼 心里暗道 这个万天血 今后绝对是一号人物 哎 罢了 非我所愿 听我率令 就地休整三天 三天内 我战步总部 不做任何移动 龙战国深深的吸了口气 国战部总部的将士吼道 明智的选择 邢老在龙战国说完后 对着他点了点头 转身就离去 消失不见 等到邢老走后 万天血冷笑道 龙帅 这次是皇家那些人自找的 我们尽力了 你也尽力了 刚刚那位很强很强 你就算出手 也未必能够突破他的拦截的 龙战国知道 这是万天血在劝慰他的话 他点了点头说道 嗯 我知道 但我没想到的是 天神殿里 居然还有皇级存在 而且 还不是普通的皇级 那时候我就知道天神殿很强了 但我没想到 那孩子在域外战场上 花五年所经营出来的势力 是会那么的强大 万天血点点头 随后就沉没了 很久很久之后 万天血默然的说道 龙帅 肖战天要回来了 也就这几天的时间 而他已经突破成为天王了 战部指挥官的位置 要给他留一个了 只是 他这个结果眼上回来 那孩子也回来 那下惊 龙战国深深的叹了口气 眼神深处有着浓浓的疲惫 摆了摆手 向着远处走去 不管了 我老了 老了呀 这一刻 龙战国心神俱疲 他可以再次让肖战天 留在域外战场 但是他却没有 回来 那就回来好了 下惊动荡 那就动荡好了 反正这几天 下惊也会有豪门灭绝的 狮子多了不养 爱砸砸地吧 龙战国走了 他说了 不去唐家就不去 他要找个没人的地方 好好地睡三天 三天后再说吧 就算是这次烟金被打平了 那再见就是了 多大点事啊 龙战国走后 万天血愣了 随后就笑了 龙战国的心结 已经解开一些了 这是好事 不然这个为龙国奉献了一生的老人 会被那些蛀虫 活活地磨掉最后一滴心血 把心血炸干死 同一时间 下惊肖家的祖宅内 肖家一众高层 也全都坐在议事大厅里 一个个神色极为凝重 大厅外面 已经集结了肖家的 一千多号暗卫战士 当然 这次主持会议的 是肖家的二长老肖破天 肖家家主肖宿没有到 此刻大厅下方的肖肖起身说道 父亲 这次唐家有难 我们不能袖手旁观的 让我带着肖家暗卫去吧 不行 这时 大厅中的又一个长老站起身说道 不行 这次皇家 冯家 孙家 马家都有战神过去 此刻唐家那边 已经集结了六位战神 以及四大家族最精锐的力量 我们肖家无战神 现在就算是去了 也只是送死罢了 不要冲动 这时 又有一个长老站起身点头说道 嗯 不错 而且我们肖家跟唐家 在五年前就断绝了关系 肖肖我知道 你想的是什么 但没用的 没用的 这次针对唐家的势力太多了 而且 你真的就天真的以为 就只有明面上的那四大豪门 他们背后还有这两个门法 有这一位甚至数位天王坐镇的门法 要怪 就只怪唐家太富足了 太富足了 让一些人眼红了 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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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一个又一个肖家长老 起身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肖肖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满心的绝望 长老会没通过 他是无权调动肖家暗卫的 复健 肖肖抬头 看着坐在主座上的肖破天 肖破天深深的叹了口气 挥了挥手 他也无奈 你们 你们会后悔的 你们真的 真的会后悔的 肖肖怒吓一声 拂袖而去 他是肖天策的书 他也是肖家这五年来 第一次去找过肖天策的人 他那次在天海见到肖天策的时候 他心神无比震撼 他感觉自己那个五年没见的侄子 现如今已经是深不可测了 所以 不管肖家众人怎么决定 唐家那边 他都是要去的 他必须要去 因为他感觉 如果肖家这次在面对着唐家的劫难 不闻不问的话 事后肖家会很麻烦 超级麻烦 上一张错别字已改 第153章 这一日十大战神 腾空燕京 下 第三个 时间继续流逝 下午五点五时的时候 天空上的夕阳 已经快要落山了 而距离四大豪门 给唐家的最后期限 也就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 这一刻 燕京上方的天空 夕阳西下 残阳如血 天际有着偏偏被夕阳映射的五光十色的云彩 而此刻燕京唐家的大门口处 已经围满了双方的势力 人群浩浩荡荡 足足有着数千人 甚至上万人 每一个弱者 最低的 都有五星级别的势力 此刻 唐家大门口处 唐家家主唐震 以及他的两个儿子 唐世锋 唐世海 以及他的小女儿唐燕 还有他最出色的孙女唐诗亚 以及剩下的几个唐家三代中的年轻人 都面色决绝地站在唐家大门口 他们身上都绑上了炸药 是的 尤其是唐燕跟唐世雅 他们两个就算是死 也不能让敌人得到他们的尸体 而唐老爷子身上 弥漫着半部战神巅峰的气息 手中紧握着一把开山刀 而在他们的左右后方 赫然都是唐家的嫡系死士 每一个战士身上 都武装到了极致 一股无法形容的悲壮气息 在唐家众人身上 沸腾开来 而此刻在唐家众人的前方 唐家众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们的前方 居然还真的有人 有人敢顶着四大家族的压力 来救援他们 而且直接就挡在了他们面前 而来救援他们的人 为首的是龙爷 以及七八个夏京 如今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 都很年轻 但他们的眼中 却是有着决绝之色 那是一种对方只要敢开战 他们就敢绝死的眼神 唐家众人看着龙爷等人 在他们面前铸成的那一道人墙 心中满是感动 而在唐家众人跟龙爷等人的前方 赫然是以着皇家为首 四大家族的卫士力量 足足有着六千之数 最弱的都是五星级战士 半部战神也非常之多 而最前方 更是有着足足五尊战神强者毅力 其中战神巅峰的存在有两尊 剩下的三位 也都是战神后期的存在 皇家家主黄霸天为首 他的孙子黄凯 站在最前方 此刻正跟龙爷对峙 黄凯眼神极度阴沉 死死地盯着龙爷和道 龙爷 这不关你的事情 你赶紧退走 龙爷眼神一样极为阴沉 抽刀指着黄凯喝道 滚你大爷的 你算了什么东西 也配跟老子说话 一个连战神都没突破的废物 滚蛋 你 黄凯怒急 就想要再次说话的时候 却被他爷爷黄霸天给拦下了 黄霸天居高临下地看着龙爷说道 龙将军 退走 这是命令 别忘了 老夫也是燕京占部的人 是你的上司 现在 我命令你退走 龙爷眼神冰寒一片 深吸口气 死死地盯着黄霸天说道 黄霸天 你是在找死 你真的以为 你靠上了一两家门法 你就能够无视我爷爷的命令了吗 黄霸天 有些事我不能说 但你现在要退走 还来得及 黄霸天眉头稍皱 随后看向龙爷身后的龙五位第九分位说道 龙五位第九分位 全部退走 难道你们也要抗命不成 只是龙爷身后的那些龙五位 却一个都没有动 就是依旧静静地站在原地 站在龙爷身后 第九龙五位也都很年轻 他们心中都很钦佩龙爷 这个时候自然是不会退走的 而且 现如今战部内部居然出现了裂痕 龙战国没有回归之前 他们将只听从龙爷的命令 这时 黄霸天身边的 一尊神秘的战神巅峰强者 看着龙爷笑着说道 你就是龙战国的孙子吧 不到三十岁 就成就战神之位 你很有潜力的 但今日就凭你一人 你是拦不住的 你是还在等你爷爷吗 呵呵 别等了 他来不了了呀 什么 你们敢派人去阻击我爷爷 你们在找死 龙爷闻言脸色轰然大变 这位神秘的战神巅峰 摇了摇头说道 不不不 你误会了 龙帅一心为了龙国 我们跟他之间也有约定的 祖籍 呵呵 不要用这个词 只是跟你爷爷去聊聊天罢了 不要给我们乱扣帽子 小伙子 别忘了我们门阀的人 也是龙国的人啊 你们他妈也配 龙爷破口大骂 脸色极为凝重 对方还不至于在这个事情上骗他 而且 现在还有五分钟就是六点了 但他爷爷直到现在还没有赶来 他心里就知道 他爷爷被拖住了 此刻那位战神巅峰 没有再去理会龙爷 而是看向了远处的唐震说道 唐老爷子 束手就擒吧 这样你们唐家还有一条生路 时间快到了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龙战国不会来了 此刻唐家大门口的唐震 深深地皱起眉头 看着那位神秘的战神巅峰说道 阁下为何非要动我唐家 我唐家尽数家产 都可以交给你们的 都可以 为什么 为什么还要如此来逼迫 此刻那位神秘的战神巅峰 眼神一闪 缓缓说道 你真的以为 我们是非要你们的家产吗 那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不是主要的 我们是想要从你们唐家 找一件东西 五年前 你女儿唐运活着的时候 从一个神秘的地方 带走了一件东西 那件东西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但很重要 很重要 唐震眼睛一眯 问道 什么东西 你告诉我 我可以还给你们 只是这一刻 那位神秘的战神巅峰 却摇了摇头说道 没用的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那东西到底是什么 是一个果子 还是一个玉佩 还是什么的 我们也不清楚 所以 我们要彻查你们唐家 来寻找那个东西 甚至掘开你女儿唐运的坟墓 解剖他的尸体 又或者你们这些人 也都要做一个检查 详细的检查 又或者 唐运当年流落在外的那个 如今已经成为战神的儿子 我们也需要你们把他引过来 什么 我女儿死了 你们还要亵渎他的尸身 你做梦 还想要用我们逼迫我外孙 不可能 你要占那变占 唐震闻言大怒 原来对方要的 不仅仅是他们的财产 他们居然还要 他们家人的尸体 这绝对不可能 唐震此刻目自欲裂 气得浑身颤抖无比 那位神秘的战神 巅峰深吸口气 摇了摇头 自顾自的说道 哎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是这样的 所以也别废话了 时间也到了 随后他说完 就又看向黄霸天说道 黄家主 时间到了 出手吧 龙帅的孙子 打成重伤就行了 别打死了 我懂 黄霸天阴沉的点头 随后他的身形一闪 就出现在了龙野面前 最后再跟你说一句 退回去 滚 龙野大吼一声 下一刻身上的战神气息 轰然而起 手中的长刀 轰然就对着黄霸天砍去 但下一刻 他手中的长刀 就被黄霸天击飞了出去 而后 黄霸天更是一脚 把他踹的倒飞了出去 噗 倒在地上的龙野 喷出了一大口鲜血来 他根本就不是黄霸天的对手 黄霸天是老牌的战神 而且也是战神巅峰的强者 而他才战神初期 中间差的太多太多了 你们确定都不退 黄霸天在击飞了龙野后 身上战神巅峰的气势 盖压全场 对着跟随着龙野身后的几个 燕京年轻一代的青年问道 不退 龙野嘴角往外留着邪吼道 他知道他一旦退了 唐家那些人 可能连一分钟都坚持不了 黄霸天不在意的笑了笑 随后他又看向了 站在龙野远处的萧萧说道 萧家不是跟唐家 早就断绝联系了吗 怎么你萧萧 也要来掺和一下 萧萧脸色凝重至极 握紧了手中的长刀 黄家主不用废话 你可知道 今天一旦在夏京动用了热武 影响会多大吗 你们这是在挑战规则的底线 黄霸天笑笑说道 热武 不不不 你想多了 我们怎么会用热武呢 夏京不能有战士的 这点我们也很清楚 很明白的 所以你看 天上那是什么 黄霸天指了下头顶的天空 下一刻 唐家府邸上空 就有着一层灰蒙蒙的不知名粉尘洒落 那些粉尘洒落之后 唐家战士手中的武器 瞬间就迸射出了一道道火花 瞬间就失灵了 而那些电子的精密武器 更是直接爆了开来 直接报废掉了 唐家众人脸色大变 手中的武器不能用了 唐震等人绝望地 把身上绑着的一些东西 扔了下去 握紧了手中的长刀 战斗已经开始了 时间到了 杀光他们 尸体留好 唐家嫡系最好生情 此刻那位神秘的战神级强者 冷声下达了命令 轰 下一刻 连同他自己在内的 剩余的四尊战神级强者 上百位半部战神级强者 就向着唐家众人 疯狂地冲击了过去 龙武位 死战 龙也见状疯狂地大吼着 又拿起了一把武器 拼了命地向着黄霸天冲去 只是下一刻 还没等他冲到黄霸天跟前 他身前就又多了一尊战神后期的强者 杀 龙也大吼着 他身边的那些人 也都手持长刀 向着冲来的那些人杀去 燕京不能动用热武 这是各方的底线 而且此刻场中的热武 已经失灵了 被神秘的粉尘 全部抵消掉了 所以此刻在场的众人 全都用冷兵器拼杀了起来 而且这么近的距离 冷兵器往往抵枪要更好用 龙也等人 拼命地阻拦在唐家众人面前 只是却没有任何作用 不断地有着人重伤躺在地上 也有的将士被直接打死 扑 萧萧腹部中了一刀 整个身体被抛飞了出去 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 而龙也此刻也是满身鲜血 他是现场唐家一方 唯一的一位战神 而此刻围攻他的 却是有着两尊战神后期 他被打得不断吐血 终于轰得一声巨响后 龙也趴在远处的地上 再也起不来了 而他身后的那些龙武卫 也根本不是那上百号 半部战神级强者的对手 一个个的被杀的被杀 被重创的重创 当然 他们毕竟是燕京战部的力量 所以绝大多数都是能不杀就不杀的 但最起码的 也要让他们丧失掉战斗力 很快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龙也跟萧萧带来的人马 就已经被清空掉了 而唐家众人则暴露在了敌人面前 唐家不屈 唐家决死一战 唐震紧握着手中的开山刀 狂吼道 唐家死战 唐士风 唐士海大吼 唐家死战 唐燕大吼 唐家死战 唐施亚大吼 这一刻唐家众人都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他们已经绝望了 时间到了 龙占国也来不了了 而此刻龙也看着眼中一片绝望跟死意 目自欲裂 大吼道 不 不 这一刻趴在地上 满身是血 再也起不来的龙也拼命地大吼着 一直以来 他都很喜欢唐士雅 但他不敢去表白 此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孩 死在自己面前 他承受不住 他拼命地想要站起身 但身上却爆出一片片的血污 而此刻那两尊围攻他的战神后期强者 再度看向他这边 阻挡着他突然爆气 而此刻正准备最后一战的唐士雅 也看向了龙也 他的眼中留下了一行热泪 流着眼泪 对着龙也笑了一下 说道 龙也 不要让他们亵渎我的尸体 把我的尸体粉碎 龙也 如果有下辈子 我一定嫁给你 唐士雅哭了 他一直都知道 龙也喜欢他 而他心里也喜欢龙也 只是以前 他连大学毕业都没有毕业 那个时候 他在燕京上大学的时候 龙也给他们去军训 龙也就是他的教官 他原本是想着 等大学毕业后 就跟龙也在一起 谈一场恋爱 但没有机会了 没有了 对不起 我该早点遇到你的 对不起 唐士雅收回了看向龙也的目光 握紧了手中的长刀 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杀 下一刻黄霸天 以及那位来自于影视门阀中的战神巅峰强者 两人对视一眼 轰然向着唐家众人冲去 决一死战 唐震拼命地大吼着 就准备要拼命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向着他们这边急速冲击而来的黄霸天 以及那位门阀中的强者 却突然脸色大变 硬生生地止住了往前冲的身形 因为下一刻 在唐家府邸周围的数个方向 有着一声声旱天的轰鸣声 传出 下一刻 一道接着一道直冲云霄的 有着战神巅峰气息的气势光柱 在唐家内外声腾而起 哄哄哄 随着一声声音爆传出 下一刻 在唐家内外 有着十尊神秘的脸上 带着半边面具的战神巅峰强者 缓缓地腾空而起 这一刻 整个战场都为之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在震撼直接地看着 唐家中这突然涌现出来的 十尊战神巅峰的强者 晚上继续写一更出来 十一点左右发 时间不定 早睡的兄弟可以早点睡 第154章 一血为继 下精阵战 第四章 这一刻唐家内外 十大战神巅峰强者 缓缓腾空而起 气势冲销 无等 奉命守卫唐家 镇杀一切敌对之敌 杀 腾空而起的天十一冰冷的喝道 他 他们是 唐镇 唐燕 唐诗雅等唐家众人 也都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这些强者 是从他们唐家中出来的 十尊巅峰战神 这 这不可能 这一刻 黄霸天登那门法中的战神巅峰强者 心神俱灿 死活都不敢相信 眼前的这一幕是真的 他们想要转身就逃 但下一刻 守卫在唐家门口的天十一 天十二 天十三 天十四 四尊战神巅峰 隐约要进入半步天王的天神殿将士 对着黄霸天跟那尊门法的强者冲了过去 扑扑 没有任何花哨的 天十一等人 拼着硬挨了黄霸天的攻击后 直接把黄霸天跟那门法的战神巅峰 给斩杀当场 继续杀 天十一在镇杀了黄霸天等人后 继续向着剩余的三尊战神后期冲去 而这一刻 除了护卫在唐家众人周围的三个天神殿将士之外 剩余的七人全部出洞 向着冯家 马家 孙家的战神级强者杀了过去 不好 逃 孙家的战神后期强者 此刻心里恐惧到了极点 就想要逃 但下一刻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孙家这位战神后期强者的脑袋 被直接打爆开来 继续 下一刻天十一继续大吼道 六尊战神巅峰强者 一起对着冯家的那位战神后期强者出手 不 冯家那位战神后期强者 也是燕京 冯家的家主 这一刻凄厉的惨叫一声 身躯瞬间四分五裂 我投降 别杀我 别杀我 马家的家主 也是今天来袭的最后一尊战神后期强者 跪地就想要求饶 但他还没跪下的时候 天十二一抹刀光闪烁间 马家家主的脑袋就已经飞了起来 随着敌对的战神全部殒灭 顿时守护在唐家众人周围的三尊战神巅峰级强者 也迅速出动 向着那上百号半部战神冲去 一时间十大战神 如同虎入羊群一般 手起刀落 一尊尊来袭的半部战神级强者 顷刻之间丧命当场 跑 跑 一时间逃跑生大阵 皇家 冯家 马家 孙家带来的那些强者 此刻他们心中已经恐惧到了极致 自己这方的五尊强大的战神级强者 居然转瞬之间就被灭杀 他们已经吓得胆子都破了 赶紧四散奔逃 此刻 满身是血的龙野 也在身边将士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他内心激动无比 我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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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神殿主会派人过来 好 好 好啊 痛快 哈哈哈哈 龙野张狂的大笑了起来 即便嘴里还在往外喷着鲜血 也是不管不顾 龙野 这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战神巅峰的强者 还是整整十尊 这 这这到底哪来的呀 他们不像是战步的人 这是龙野叫过来帮忙的 下京年轻一代的翘楚 张望 陈冰 斩雄飞 也满身是伤的凑到了龙野面前 对龙野问道 不要问 不要管 如果我没猜错 你们明天就能够知道了 现在快 召集人马 杀 杀光他们 对了 那个黄凯不要杀 打断四肢留着 龙野说完 抓起一把战刀 就向着黄凯的方向冲去 而这十天十九正要出手击毙黄凯 龙野大惊 赶紧大吼道 留他一命 明天那位来了再杀 戴着半边面具的天使九文言 手掌停在了黄凯脑袋上方一厘米的地方 随后 他转头看了龙野一眼 点了下头 身影就再次消失不见 而下一刻 龙野宁笑着 把战刀架在了黄凯的脖子上 姓黄的 你永远不知道 你们到底触犯了谁的逆领 龙野对着黄凯冷笑着 像是看死人一样的看着他 黄凯神色惊恐到了极致 他赶紧对龙野求饶道 龙野 放过我 我们皇家背后 还有着门阀存在 一个 不对 是两个门阀支持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龙野冷笑 随后手起刀落间 就把黄凯的双手 双脚给斩断了 下一刻 龙野冷笑着凑到黄凯的耳边 轻声说道 你以为你后面的门阀 还会存在吗 你们知道 你们得罪的是谁吗 萧寒业 不 他现在叫萧天策 他可是天神殿殿主啊 黄凯傻了 身上的剧痛 都掩盖不了此刻他心中的恐惧 下一刻 他刚想说话的时候 龙野抽出一把匕首 直接就斩断了他的舌头 来人 给他治伤 留他一条狗命 龙野对着麾下大声吩咐道 远处倒在地上 此刻也艰难站起的萧家萧二爷 萧萧 也是神色大变 他不认识眼前的天十一等人 但他在天海市的时候 见过天一 此刻眼前这些战神巅峰强者 跟天一身上的气息很像很像 这一刻他就明白了 这些人都是萧天策手下的将士 萧家 你们可知 你们究竟错过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萧萧深深地叹了口气 唐家的安全已经无忧了 他也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了 于是在两名暗卫的搀扶下 向着远处离开了 而就在萧萧离开的时候 天十一顿了一下 眼神往萧萧那边看了一眼 而此刻天神殿的十大战神 还在疯狂地屠戮着 唐家大门前已经血流成河 尸横遍野 皇家 冯家 马家 孙家带来的那些人马 已经全部溃散开来 战场上的火光冲天而起 火光中还夹杂着滚滚浓烟 而此刻唐家的众人 也全都惊呆了 傻傻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因为就在几分钟之前 他们唐家还要面临灭顶之灾的 他们所有人 甚至都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但现在 他们的敌人却全部被杀 而且 他们唐家里面居然有着 十尊战神巅峰在隐藏着 爸 这些强者 他们是谁 他们 他们是您找来的吗 唐烟 萧天策的小姨 跟他母亲长得特别像的那个女人 此刻震撼无比地对着唐震问道 然而 此刻唐震也是彻底的傻了 他傻傻地看着眼前 还在迅速屠露那些半部战神的 天神殿众将士说道 不 不是啊 我 我要是能够找到这么强大的外援 我早就告诉你们了呀 这些强者 我也不知道啊 此刻唐施雅突然对唐震说道 爷爷 你说 你说这些强者 会不会是寒夜哥哥请来的 唐震身子一颤 眉头皱了起来说道 不应该吧 我们从始至终都没有去联系过他 此刻唐施雅却摇了摇头说道 抱歉爷爷 我让人去找寒夜哥了 是小梅 小梅四天前 我就让他离开燕京 去了天海 爷爷 你说会不会是小梅找的寒夜哥 唐震摇摇头说道 我不知道 待会儿再问吧 反正无论如何 我们唐家都必须要感谢这十位大人 如果不是他们 我们唐家早已灭了 嗯 唐世锋 唐世海等唐家一众嫡系 全都认同的点头 十分钟后 前来围剿唐家的敌人 一大半被震杀在当场 剩余的一小半 则是逃跑了 而天神殿十大战神巅峰强者 也收刀回归 他们十人尽力在了唐家大门周围 默默地站着 而唐家众人 想要上前问个话 却是被天十一给拒绝了 于是 唐家众人 只能默默地回到了家族之内 唐震他们也不知道今夜 黄霸天那些人被杀了之后 还会不会有人再来 唐家众人回去之后 天十一等十位天神殿将士 继续默默地守护在唐家大门前 等待着他们殿主的到来 一个小时后 夕阳彻底落了下去 燕京陷入到了黑夜之中 而这一夜整个夏京 无数的顶级势力 顶级豪门 世家门阀 却全都被震动了 所有顶级势力 全都开始疯狂地刺探唐家这一战的消息 等他们得到结果后 心里都有了一个念头 那就是 夏京要出大事了 而此刻 同一时间 天海那边 唐梅休养的房间内 萧天策跟唐梅 看着墙壁上的一幕投影 那上面是唐家此刻的情景 唐梅震撼得无以复加 热泪盈眶 刚刚萧天策挥下 那十大战神腾空的那一幕 让他热血沸腾 到了极致 等萧天策看到天使一等人 继续守护在唐家大门之前时 关掉了墙上的投影 回头对唐梅说道 小梅 明日一早 我们去夏京 嗯 哥 唐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心中激动至极 他哥不是战神 而是天王 挥下掌管着十大战神的存在 而明日 他就跟萧天策回夏京了 我也懒得说什么了 就一句吧 你别看了 不求你 第155章 百年门法 第一更 这一夜 整个夏京都在阵战着 无数的顶级势力 心里慌到了极致 唐家门口的数千尸体还在 里面还有着五尊战神 两尊战神巅峰 三尊战神后期 平日里 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顶级人物的战神级强者 此刻他们的尸体 就在那放着 夏京内的所有顶级豪门 全都颤抖了 因为他们知道 皇家完了 孙家也完了 还有冯家跟马家 他们家族中的镇族战神死掉之后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幸免的 而此刻皇家 孙家 冯家 马家的人想要逃走 却发现整个夏京在这一刻 全都戒严了 燕京通外面的所有高速公路 全部被封锁 所有机场全部停飞 当然 这是万天血干的 龙战国已经消失不见 夏京发生的事情 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去挽救 他已经很拼命地往回赶了 但那些门阀还是要作死 那索性他也就不管了 反正天神殿并不在龙国的规则之内 真的惹毛了一尊 能够轻易斩杀皇级后期的存在 那些门阀就等着死吧 而万天血他的理念 跟龙战国是有些不同的 万天血在某些方面 更要杀法果断一些 他的心思很危险 所以 这也是龙战国不太放心 把大夏战部交给他的原因之一 因为之前龙战国曾经问过万天血一句话 那就是 如果以后我把战部交给你 对那些门阀你想要怎么处理 当时万天血的回答就是 服的就好好相处 不服调动的就全部正杀了完事 嗯 当时万天血是笑着说的 但龙战国却丝毫没有 把万天血的话当成玩笑 因为那一刻 他真的从万天血的身上 感觉到了一丝冰寒的杀意 我错了吗 我身为龙国战部总帅 我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安定龙国 大夏开国的时间太短了 不比预外那些顶级大国 开国数百载的顶级大国 所以 我想要静内的安定 罢了 也许万天血是对的 内部声音不同意的话 也很麻烦的燕京周边的一处废弃的房子内 龙战国一个人 看着远处那冲天而起的滚滚浓烟 心里喃喃道 而此刻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夏京的夜越来越深了 唐家门口 天神殿十大巅峰战神 持刀尽力 威慑四方敌 但此刻夏京皇家 冯家 马家 孙家 家族大本营内的嫡系家族成员们 却全都害怕了 恐惧了 他们疯狂的串联 开始自救 但这一夜 整个燕京的顶级豪门 全都大门紧闭 一概不见客了 无奈之下 皇家 冯家 马家 孙家的众人 则是只能带着厚礼 去求燕京的那几个影视门阀 传承百年以上 族中有着天王级强者 坐镇的影视门阀 他们求的就是 这次出过守欧阳门阀 还有司徒门阀 但此刻 他们这些人不知道的是 欧阳 司徒两大百年以上的门阀 族中 有着数位天王级强者的门阀 此刻的状态 比他们也好不到哪去 一处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中 欧阳门阀的法主 欧阳靖正跟司徒家族的家主 司徒浩然开会 他们两人身上 都有着天王后期的气息 是的 他们两人赫然都是天王级的强者 但此刻 他们两人的脸色 却是十分的难看 两人脸上都阴沉到了极点 欧阳门阀的 法主欧阳靖 宁众无比的说道 唐家那边的事情失败了 我们安排的五大战神 全部被杀 其中 两尊战神巅峰 三尊战神后期 全灭了 全程不到十分钟 惨败 司徒门阀的法主 司徒浩然 也凝重无比的点头说道 嗯 不止这些 你我两家派出去 拦截龙战国的两尊天王长老 现在也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而其实很多时候 没有消息 就是消息 心里不要再有侥幸了 他们俩没有传回消息 我们用尽各种方法 也联系不上他们 就只能证明一件事 欧阳靖点点头道 嗯 那俩天王级的长老 不出意外的话 已经死了 对方很强 能够顺杀两大天王级长老 甚至让他们连发出求救的信息 都做不到 那就证明 对方要远比他们还强大 最起码也是一尊天王后期 甚至天王巅峰 司徒浩然也点头说道 嗯 而且我们从唐家那 突然出现的十尊战神巅峰 我们也能够看得出 那十尊战神巅峰 脸上都戴着统一制式的面具 这就证明 他们上面还有着首领 而这个首领 最低也是个天王级的高手 甚至不止一个 欧阳静脸色阴沉如水沉没了 好久好久之后 欧阳静再次抬头 看着司徒浩然说道 司徒兄 我们接下来有麻烦了 没想到你我的第一次入室 就遭受了这么严重的打击 司徒浩然点点头说道 嗯 现在别说那话了 我们现在怎么办 是今夜就集结人马 再次杀到唐家去吗 欧阳静摇了摇头说道 不行 现如今 敌人到底是谁 我们都不得而知 而且 刚刚你我 已经判断了 对方最少有着 已经不比你我弱了 而且 现在对方还没有彻底露面之前 我们怎么去确定对方的底细 我想的是再等等 同时也联系下龙国战部 询问下他们的态度 只是下一刻 听完欧阳静化的司徒浩然 却满脸苦思地说道 没用的 龙战国已经联系不上了 之前我来你这个时候 跟万天圣联系了一下 万天圣的态度已经很明显 他们已经尽力了 而且之前 我们两家派人去堵截他们 不让他们赶回来就唐家的事 本就撕破了规则 所以现如今 那现在就只能等了 唐家那十大战神巅峰 现在还守在他们门口 我有种预感 他们背后的人就要出来了 等对方出来之后 我们再去制定计划 看看怎么办 欧阳静点点头说道 嗯 不错 大下国现如今有九大门法 这两三百年里面 我们九大门法同气连支 就算是龙国战部 也得跟咱们约定规则 不能够逼迫我们出事征战 就算那个神秘势力 也是一样 实在不行 你我就去联络其余七大门法 一起对抗 司徒浩然说道 嗯 只能如此了 但很奇怪 大下什么时候 又出现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势力 我们虽然一直不入室 但消息也不至于没有 对方到底是谁呢 欧阳静摇摇头说道 不管对方是谁 反正接下来 大下都要动荡了 下今无战事 这是各方的约定 这次因为你我 以及那个神秘势力的插手 导致下今血流成河 这已经彻底打破了规则 而规则这东西 向来就只有打破零次 跟无数次的区别 等等看吧 等明天再做定夺 司徒浩然点了点头说道 嗯 好 同一时间 深夜十一点 下今萧家的议事大厅内 依旧灯火通明 萧萧萧二爷 已经拖着重伤的身体回来了 而他回来后 也什么都没说 就直接装昏迷去养伤了 而此刻萧家大厅内的氛围 却是寂静无比 无人敢说话 他们心中都在疯狂地震战着 本来他们心中都笃定地认为 唐家完了 但谁会想到 唐家在那最绝望的关头 突然冒出来了十大战神巅峰 那可是整整十尊巅峰层次的战神 要知道 哪怕是一尊战神巅峰 在燕京都能够开创出一个 不弱于皇家的顶级豪门出来 而现在 唐家居然同时出现了十尊 是谁在帮唐家 难不成还真的是天海的那位吗 可是 不是说天海那位自己 也只是一个刚突破战神的存在吗 他又如何调动十大战神巅峰 但如果不是那位 还有谁跟唐家 有着那么深的交情 诶 诸位 可能我们萧家 这次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了 坐在守卫上的萧破天 心里无比复杂的叹了口气 站起身 白白手走了出去 他没有证据 但他就有着一种预感 唐家那十大战神巅峰 跟萧天策有着很大的关系 凌晨一点 唐家的议事大厅内 同样的灯火通明 同样的寂静无比 但唐家众人的心里 却是始终无法平静 毕竟之前 他们都以为今夜他们要灭族的 但在他们最绝望的关头 却出现了转机 此刻唐家大厅内 弥漫的那浓重至极的血腥味 让他们不得不相信 之前那一幕都是真的 有人救了他们唐家 并且还不是单单的救了他们那么简单 现在那十大战神巅峰 仍旧像是卫士一样 守护在他们的大门口 到底是谁呢 唐家众人心中疑惑至极 也感动至极 不管是唐师亚 唐燕 还是唐世锋 唐世海 又或者是唐镇 在之前六点那一刻 他们要决死一战的时候 那突然腾空而出的十大战神巅峰 让他们心中震撼到了极致 同样的也感动到了极致 无等奉命 守卫唐家 杀 唐家众人此刻 脑海里都浮现着之前 他们最绝望的时候 天十一那冰冷的大吼 那是他们这辈子 所听到过的最好的声音 唐家众人今夜无眠 或者整个燕京所有顶级豪门 全都无法入眠 唐家大门外 那十尊战神巅峰的天神殿将士 依旧默默守候 而就在这样的气氛中 时间慢慢流逝 燕京头顶的黑夜渐渐散去 天边有着一抹朝阳浮现出来 天亮了 谢谢大家昨夜的留言 很感动 话不多说 感谢 这周我可能要休息调整个两三天 最多两三天 昨夜我说的那个事情 不是大家在每张末尾点催更 而是指的是一些给我私信的 在今日头条留言的 一直骂更新漫的 第156章 萧天策抵达夏京 第二个 第二天清晨六点钟 天海市萧天策居住的楼下 陈淑珍 高正 高小颖 高薇薇 还有晓晓都下楼了 今天萧天策要北上去燕京 高薇薇有些担忧的 看着萧天策说道 天策 不论如何 都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千万不要有事 家里我会照顾好的 你也不用担心晓晓 萧天策点头微笑着说道 嗯嗯 不过你也放心 我这次去燕京 不会有事的 你放心吧 真的 我向你保证 嗯 高薇薇点了点头 把小小抱到了萧天策怀里 对小小说道 小小 亲爸爸一口 爸爸要去燕京办点事情 你跟爸爸说 你会乖乖的等他回来的 小小闻言 就巴唧巴唧的萧天策 脸上亲了好几口 说道 爸爸 小小一定会很乖的 你安心 去办事情吧 小小跟妈妈在家里 等着你回来 爸爸 你一定要回来 小小那小眼神里 满事不舍 萧天策在他身边 陪了他两个多月 他每天都让萧天策抱着 恨不得长在萧天策身上 萧天策摸了摸女儿的小脑袋 笑着点头说道 嗯嗯 爸爸答应你 办完事情了 就回来接你跟妈妈 爸爸说 要去天海办点事情 结果一天就回来了 不是吗 小小点点头 嗯嗯 小小相信爸爸 爸爸加油 陈淑珍跟高正 也笑着对萧天策点头说道 天策 一定要注意安全 萧天策笑着点头道 嗯 爸妈 你们放心吧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走了 早去早回 嗯嗯 众人点头 萧天策也点了下头 最后又在小小的脸上 笑着亲了一口后 把小小抱到了高威威怀里 跟他们挥手告别后 转身就上了车 唐梅已经在他车里等他了 只是谁也没发现的是 当萧天策他转身的那一刻 他整个眼神跟脸色 就彻底的冰寒了起来 对待家人 对待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他才会有笑脸 他才会开心 但是对于外面敌对势力 他就是冰冷无比的 域外战场上的天神殿殿主 震杀四方敌的天神殿殿主 哥 唐梅看着萧天策的脸色 很不对劲 于是就不由的开口叫了他一声 没事 今日我要回去清算一些东西 萧天策声音冰寒的说道 随后猛的一脚油门 车身就拉出一道道残影 以着极快的速度向着机场冲去 一路上 萧天策车速提升到了最大 所以 也就是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 他就开着车 赶到了天海机场 而此刻的天海机场 已经全部戒严了 所有飞机全都暂停起飞跟降落 整个机场 也都被天海战部的战士封锁了 天海战神汪天海 带着一大批精锐的将士 在一架豪华无比的飞机下边 等待着萧天策的到来 而在那飞机旁边 还有着两架龙国最顶端的五代战机停放 那两架战机 就是为萧天策护航用的 毕竟人在半空中 遇到导弹袭击的话 会很麻烦 而当萧天策身边的唐梅看到 居然有龙国最先进的战机 给萧天策护航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激动无比 这一刻 他心里无比相信 这一次 就算燕京有着门阀在针对唐家的话 唐家也会安全无余 大人 飞机已经准备好 随时可以起飞 您放心 天海这边 军林集团跟夫人我会照看 在我死前 他们绝对不会出事 天海战神汪天海 对着萧天策做着保证 而且 他在今日凌晨的时候 就已经把行营搬到了萧天策家 跟军林集团中间 随时都能够侧应 嗯 辛苦了 萧天策对着汪天海 点头说了一声 随后就带着唐梅上了飞机 轰隆隆 没有任何停顿 在萧天策跟唐梅上了飞机之后 飞机就开始在跑道上滑行 滑行了短短的一分钟后 就直接飞上了天空 向着三千里外的燕京飞去 轰 轰 就在萧天策的飞机 起飞到几千里的高空后 天海机场上 再度传来了两声巨大的轰鸣声 那两架龙国最先进的五代战机 满载弹药的 被半部战神级别驾驶员驾驶的战机 轰然起飞 很快就出现在了萧天策飞机的两侧 为萧天策护航 天策哥 好厉害 唐家 有救了 唐梅在飞机上 看着旁边两侧的护航的战斗机 心中无比的激动 而同一时间 燕京龙国战部指挥大厅内 万天策看着屏幕上出现了三个蓝点 心里一震 心中暗暗道 他来了 燕京的天 要变了 不说万天策这里 在今日的第一缕阳光 洒照在大地上的时候 一夜没睡的燕京各个顶级豪门 还有欧阳 司徒两大门阀 都派人秘密的去了唐家周围 所有人都在等 都在等那十大战神巅峰后面存在的出现 包括萧家 萧家也派了十几个暗卫过去盯着 早上七点钟 燕京南郊机场上 萧天策的飞机降落下来 舱门打开 萧天策跟唐梅一起从里面走出 而几乎是萧天策刚下飞机 全身笼罩在黑袍中的邢老 就出现在了萧天策面前 邢老对着萧天策笑着说道 萧店主 好久不见了 萧天策身子一顿 对着邢老点了点头 说道 邢老 这次谢谢你了 小事 随手拍四几个苍蝇罢了 店主现在 是要直接去唐家 邢老继续笑着对萧天策问道 萧天策点头 嗯 直接过去 我女儿还在天海等着我呢 事情不要拖太久 燕京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 我就回天海了 过几天再把女儿跟妻子接过来 现在燕京这边的局势如何 邢老说道 暗流涌动 如今龙国战部沉默不插手了 而燕京各方势力 现在都派人在唐家门口盯着 想要等你出现 然后他们才会再做决定 哼 萧天策冷笑一声 眼中的寒光大盛 冷笑着说道 是要看我吗 好啊 那今天就给他们看一出大戏吧 图两个门法如何 这一刻 萧天策身上的气势冲销而起 开口就是直接涂灭两个传承百年以上的门法 这种话在龙国 现如今 也就只有萧天策有这个底气跟实力 至于图掉两个门法 会不会对龙国的局势造成影响 哼 抱歉 这并不在萧天策的考虑范围之内 对方都敢对他母亲的遗体下手 他能忍 笼罩在黑袍中的邢老 眼睛一眯 他很早之前就了解天神店主的性格 眼前的这位 他真正的面目 可不是表面上的这么随和好说话的 要知道眼前这位 半个月前 可是还去狱外战场图露了一番的 硬生生的一人一剑 一夜之间图了抑郁联盟八十八个据点 硬生生的 逼得一尊黄极后妻 疯狂逃窜了一天一夜 所以 萧天策从来就不是什么善良的人 当然 这里说的是对敌人的善良 而此刻 站在萧天策身后的唐梅 心中则是震撼到了极致 他刚刚好像听说 他哥今天要涂掉两尊门法 一时间 唐梅震惊的张大嘴巴 却久久不能够说出话来 邢老深深的看了萧天策一眼 问道 店主 我能问问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实力了吗 你是否已经踏入到了那个层次 邢老眼睛一眯 心里一颤 因为此刻他 即便就站在萧天策面前 但他也感受不到萧天策的真正实力了 外面都在传天神殿主线如今是黄极后期的实力 但他自然不信的 黄极后期 骗鬼呢 萧天策文言笑了笑 说道 邢老 那你没受伤之前 你又是什么实力呢 当年你踏入到那个层次了吗 店主说笑了 我懂了 邢老愣了一下 随后就笑了出来 虽然萧天策没有明说 但他已经猜到了 强如萧天策这种盖世天骄 估计也跟那万天圣一样 不急于突破 而是还在暗中积续着 好了 走了 去唐家 萧天策脸上的笑容收敛 带着唐梅根醒老 向着唐家赶去 而此刻 唐家大门口外 唐家一众人也都走了出来 他们也有种预感 今日会有人来 也许就是那十大战神巅峰后面的人 而当唐家众人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 在他们唐家周围 有着上千号探子 在隐藏着 十几分钟后 就在唐家众人从屋内端出一些食物 想要送给天十一等十大战神巅峰时 唐家的大门口 却突然开过来了一辆战车 下一刻战车停下 一身黑色西装的萧天策 从上面走了下来 在萧天策身后 还跟着唐梅 行了 而唐家门口 尽力的那十大战神巅峰 这一刻全都面向萧天策 低头丹西跪地 我等拜见店主 天十一等人 在心中对萧天策狂热的大吼着 当然 他们是在心中大吼 没有当面叫出来 但即便是他们不说话 就他们此刻 向着萧天策丹西跪下的这一幕 顿时就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眼 萧天策站在唐家大门口前 十大战神巅峰跪拜相迎 而此刻唐家众人 在看到萧天策的时候 一个个全部都心神俱颤 身子停顿 嘴巴张得大大的看着 向着他们走过来的萧天策 第157章 夏金的天要变了 第三个 哥 唐石雅嘴巴张得大大的 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萧天策 真的是萧天策 虽然他心里不敢置信 但此刻那十大巅峰战神 就跪拜在萧天策面前 昨夜救援他们的 就是萧天策 小姐 这时唐梅跑到唐石雅面前 担忧地看着唐石雅 小姐 你没事吧 唐石雅摇头 我没事 小梅 是你找的寒夜哥对不对 唐梅点头 嗯 小姐 现在哥不叫萧寒夜了 他改名叫萧天策了 天策哥 现在他是天王 天王级的强者 并是即将上任的 大夏国战部的第七指挥官 唐石雅眼睛瞪得大大的 看着门前下方的萧天策 而此刻萧天策 也是看着唐家众人 一时间 他的眼眶也红了 五年 五年没有见过他们了 他的老爷 舅舅 小姨 还有表妹 都五年没见了 尤其是唐镇 那衰老的满头白发 双眼血丝 都证明这个老人 在自己母亲去世后 过得很不好 很不好 心神交瘁 喷 下一刻萧天策 直接就跪在了唐家众人面前 虎目含泪 外公 对不起 天策不笑 让您昨夜受了惊吓 轰 当萧天策跪在唐镇面前的这一刻 唐家外围所有来刺探 全都心神震撼 萧天策身上隐约弥漫着 远超战神级别的气息 而且 萧天策身后的那个老者身上的气息 也要远超战神强者 而昨夜派人救援唐家的 居然就是五年前 萧家的那个弃子 如今已经成就天王级别的 王者归来的弃子 他没有选择去萧家 而是直接来到了唐家 夏京的这些顶级势力 心中早就清楚 当年萧家把萧寒业 和如今的萧天策 赶出家族的那件事 而现在人家归来了 以及夏京的那些顶级豪门 最多只敢把萧天策的实力 定位在天王的级别 此时此刻 站在台阶上方的唐震 眼中的热泪瞬间滚落 他愣愣地看着跪在下方的萧天策 声音哽咽无比 好孩子 好孩子 回来了就好 回来就好 下一刻 唐震颤颤巍巍的 跑到萧天策跟前 亲手把他给搀扶了起来 唐震老爷子 那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舞 他心神俱皮 复杂无比地 看着站在他面前的萧天策 他的亲外孙 他死去女儿唐韵的亲生儿子 这一刻 唐震心中激动到了极致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天策 下一刻 萧天策的两个舅舅 也走了过来 眼神无比复杂 心中震撼无比 天策 别哭 性感 貌美无比的唐震 也走到了萧天策面前 伸手给他擦去了脸上的眼泪 心中的激动 早已无法形容 其实昨天深夜的时候 他们一家人就已经怀疑 是萧天策帮的他们 但他们却不敢说出来 毕竟他们谁也不敢相信 只是五年不见 萧天策已经成就了天王级的实力 而现在 当萧天策就站在他们面前时 他们才敢真正的确信 这就是萧天策 真正的天王级强者 麾下有着十大战神 这一刻 唐家外围的那些探子 都赶紧给个自身后的势力汇报 燕京要出大事了 谁也没想到 当年那个萧家的弃子 如今真的成就了天王回归了 而且从萧天策的性格就能够看出 萧天策是个杀伐果断的人 昨夜就直接灭了皇家 冯家 马家 孙家的战神 这还是昨夜他没有归来的时候 那今日呢 今日他归来了 而且身边还带着一尊神秘的强者 那他又会如何做 萧天策出现在唐家大门口 十分钟后 整个夏京都沸腾了 所有顶级豪门都知道 接下来恐怕要出大事了 萧天策会不会去找皇家背后的 那两个门阀的麻烦 他们不确定 但他们心中都无比肯定 今日 夏京的那四大豪门 绝对会被灭掉的 一时间 整个夏京都 人心惶惶了 而且 大夏国兴出了一尊天王级强者 还是沙法果断的天王级强者 还是麾下带着十大战神巅峰的天王级强者 说句负责任的话 如今 萧天策带着两大天王十大战神回归燕京 对整个大夏国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此刻 萧家 在家族一十大厅内 做了整整一夜的萧家一众长老 此刻全都震撼的脸色惨白 真的是当年他们赶出去的那个孩子 而现在人家成就天王归来了 麾下还有着十大战神巅峰的强者跟随 但这样的人物 却是没有再回他们萧家 哎 萧家呀 萧家 坐在主位上的萧破天 心中暴怒无比 砰的一掌 就把身边的玉石桌子拍得粉碎 他怒哼一声 起身离开了 本是他们萧家的弃子 但现在确入了唐家 回了唐家 而更让他后悔的是 昨夜他没有坚持听他儿子的话 去出兵救援唐家 那现在萧天策归来后 还会念他们萧家的好吗 还会吗 会吗 都他们你们做的好事 萧破天走到大厅门口的时候 忍不住转身对着大厅内的一众萧家长老 破口大骂 昨夜唐家遭难 那是他们萧家跟萧天策缓和的最后的机会 但仍旧被他们给放弃了 放弃了 下一刻 萧家当代家主 萧素的院落内 正在拿着剪刀剪花的萧素 突然一个没留意 把整只花都给剪了下来 剪刀又碰到了他的胳膊 一滴烟红的鲜血掉在了地上 他 他是天王了 萧素整个人都呆立在当场 这一刻 他的心神复杂到了极致 久久无言 那是他的儿子 却在五年前 被他亲手赶出了家族的儿子 这一刻 萧素心中第一次生起了一丝后悔 一丝浓浓的后悔 此刻 夏京郊区 龙战国所待的那座房子里 只有他一个人的破房子里 龙战国看着手机上的信息 深深的叹了口气 别人不清楚 萧天策跟那神秘的刑老的实力 他却是清楚的 那哪是两尊天王啊 那是两尊实力丝毫不弱于他的盖世巨拨啊 如今两尊皇级后期巅峰的盖世巨拨 力临燕京 那欧阳门阀 司徒门阀 还能够存在的下去吗 还能吗 哎 夏京的天 要变了 龙战国深深的叹了口气 他心里在挣扎 在犹豫 他要不要去跟萧天策见一面 让萧天策放过两个门阀 毕竟两大门阀的消失 会对整个大厦国的局势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后果 他都不敢想象 要去吗 大厦国战部欠他的已经够多了 要去吗 龙战国很犹豫 大厦如今的局势来之不易的 那是无数大厦战部的先辈 用生命换来的 要去吗 这一张字数少点 这几天感觉越来越疲惫 今晚再写一张大的 11点左右吧 第四更 明天就跟大家请假了 周三 周四周五三天保持三更 调整三天 周六再恢复四更 抱歉 实在撑不住了 第158章 目标门阀 第四更 此刻唐家大门口 龙野身边的三个夏京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 陈斌 张旺 还有展雄飞 在看到萧天策的时候 都吓傻了 自然的 在五年前 萧天策也是夏京一代的年轻巧楚的 他们自然是认识的 而此刻时隔五年再见的时候 他们却连萧天策的背影不看不到 龙野此刻 看着霸气冲销的萧天策 他也是无比唏嘘 这个笑话 天大的笑话 在萧天策面前 他根本就没任何脸面 自称夏京年轻一代的巧楚 下一刻 龙野深深的吸了口气 拎着四肢废掉的黄凯 走到了萧天策面前 对萧天策说道 萧兄 这是黄凯 昨天在唐家极度嚣张 如何处置他 轰 萧天策转身隔空一掌 就把黄凯轰飞了出去 在半空中时 黄凯的身体 就已经爆成了漫天的血污 血污落在远处的那些探子身上 吓得他们瑟瑟发抖 滚 下一刻 萧天策对着外围的那些探子 大吼一声 随后天十一到天二十 十大战神巅峰强者 也抬头看向那边望去 一时间 那些燕京各方势力派来的探子 瞬间四散奔逃出去 因为再留下就是死 饶是龙野 看着被萧天策轰成漫天血污的黄凯 他也是心有余悸 他本以为萧天策 还会跟黄凯说两句的 但他没想到 萧天策连看都懒得看黄凯一眼 萧天策的眼界早就不知道超过了他多少 黄凯这种人物 也许在龙野眼中还算一号人物 但在萧天策面前 也就是随手拍死的货色 他连让萧天策对话的资格都没有 萧天策转身看着龙野点了点头道 你还可以 还能再战吗 龙野愣了一下 因为此刻萧天策问他 还能不能再战 那意思是 萧天策要立刻去掀起新的战斗 这时唐震也终于回过了神来 看着萧天策说道 孩子 赶紧去家里歇息片刻 你来得这么早 是不是还没吃早饭呢 快去家里吃点 我让你小姨给你去做 萧天策却眼神冰寒的摇了摇头说道 老爷不用了 昨夜我没有出现 就是为了钓鱼 就是为了看看 到底是谁在背后主使 现在对方我已经查到了 就是燕京的两个门法 老爷 你们在家里休息 也把家里打扫一下 我去找找那两大门法 这一刻 萧天策身上的气势滔天而起 心中的杀鸡越来越浓 唐震一愣 赶紧抓着萧天策的手说道 孩子 别去 门法传承太久 里面绝对有着天王级的强者坐镇 你 无妨 有些事得去做的 更何况 他们敢侮辱我母亲 这是不可原谅的 萧天策推开了唐震的手 转身就对着天十一等十大巅峰战神说道 十分钟 十分钟吃饭休息 十分钟后出发 天十一等人应声 随后就赶紧吃唐家端出来的早饭 再无声音发出 萧天策点头 又再次看向龙野说道 还能再战否 龙野这一刻眼神明亮至极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脸上多了一丝宁笑 点点头道 还可以再杀一尊战神出气 龙野笑了 这一刻 他已经明白萧天策要干什么了 他爷爷是龙战国 是大夏国战部的总元帅 所以一直以来龙战国都考虑的太多太多 而他龙野 在某些程度上 也是受龙战国影响太深了 而现在他跟萧天策在一起 他突然解开了心理的枷锁 他要痛快的一战 早就看那些隐藏的家伙 不爽了 大夏国在域外征战的时候 他们不去 还特么的在后方想要坐享其成 哪样那么好的事情 是一种人就该杀 龙野满是杀意的说道 萧天策点点头说道 不错 该杀 记住你今天说的这话 萧天策对着龙野 意味深长的笑了笑 而其实这几个月 龙战国好几次邀请萧天策 加入大夏国战部 甚至做大夏国战部的接班人 萧天策都没有答应 无他 就是因为大夏国境内 有着一些让他恶心的存在 这些隐秘的势力都传承久远 他们不认大夏国 只认自己 所以即便在当年大夏国开国最艰难的时候 他们也不曾出世 而是想尽办法去保全自身 而今大夏国一步步强大了 这些家伙却是想出来了 这些家伙势力强横 抵运深厚 传承的年代都要比大夏国建国要久远的多 龙战国对他们用的是怀柔的政策 这点萧天策是不认同的 一群脑后生有反骨的狗 留着他 干什么 等着他们在背后咬你一口吗 所以萧天策不会真正的去战部任职 哪怕之前跟万天血要的那个天王的职位 也是忽悠高威威 陈叔珍他们的 很快十分钟过去了 天十一等十大战神巅峰 再次站起了身来 眼神如刀 身上杀鸡灵灵 萧天策深吸口气 最后又看了邢老一眼说道 邢老 还得再麻烦 你一次了 这次你不用出力 再旁帮我截杀那些逃窜的就好 邢老笑笑说道 无妨 我的伤势早就好了大半 我休息了三年了 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 出发 下一刻 萧天策大吼一声 就上了战车 我来带路 龙野狂笑一声后 直接跳到了萧天策的战车上 亲自给萧天策当司机 而邢老跟天十一等十大巅峰战神 也上了战车 下一刻 萧天策的车队就呼啸着 向着欧阳门阀的驻地开去 唐震等唐家众人 无比担忧地看着萧天策离去的方向 他们万万没想到 萧天策一来 不是去找皇家 冯家 孙家 马家的麻烦 而是直接去找上了夏京的门阀 大夏国有九大门阀 这些门阀自古以来 就像是这片大地上的吸血虫一样 每当一个新的国度建立 他们九大门阀 就会把家族总部驻地 迁移到首都边缘 就比如当今这个时代 大夏国传承百年以上 甚至两三百年的九大门阀 就围着夏京周边 建立了九大家族基地 九大门阀围成一个圆圈 把夏京围在中间 左右着一些东西 每时每刻都吸取着海量的利润 摄取着极大的资源 九大门阀向来同气连之 族中互相通婚 势力在大夏国大地上 更是盘根错节 影响非常之大 所以这也是荣战国 不敢轻易动他们的原因之一 轻易发动全身 很难 而欧阳门阀跟司徒门阀的驻地 就是在夏京的西南方位 两大门阀的驻地距离十分接近 而就在萧天策 往欧阳门阀那边赶的时候 欧阳门阀的阀主欧阳靖 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他第一时间就把司徒浩然叫了过来 两大家族中的天王级强者 更是全部出动 谁也没想到 这两大门阀中的天王级强者 足足有着九位之多 其中更是有着两尊天王巅峰的存在 这就是他们这些门阀的底气 跟龙战国叫板的底气 光是欧阳门阀 跟司徒门阀两家中的天王级强者 就跟大夏国战部相差不多了 更别说还有剩余的七大门阀呢 而且最为强大的 落坐在夏京三百载的东方门阀中 更是有着一尊真正的皇级强者存在 龙国九大门阀的势力 加起来是要比龙国战部的高手多的 夏京西南方 郊区方位 欧阳家族的驻地 是在一处山谷之中 鸟语花香的山谷之中 山谷方圆十多里 都是欧阳门阀的绝对禁区 此刻山谷门前 一座高达五十多米的古色古香的牌楼下 欧阳靖跟司徒浩然 以及五大天王级长老 二十多尊战神强者正站在那里 是的 两大门阀中的那两尊天王巅峰的大长老并没有出来 那两位大长老是门阀的定海神针 轻易不出洞 他们已经快要摸到皇级的门槛了 差一步就是半步皇级的存在 而当他们真的在突破一步 哪怕成不了皇级 也能够在九大门阀的排名中更进一步 是的 欧阳门阀跟司徒门阀 在龙国的九大门阀中 只是排名最靠后的两位 所以 他们才会这么急着入室 插手世俗中的事务 九大门阀虽然表面上是同气连枝 但内部也是有着明争暗斗的 半个小时后 萧天策 刑老的战车停在了欧阳门阀的山谷门口 萧天策跟刑老眼神冰寒的走了下来 直面对面两大门阀 萧天策在看到两大门阀的高手时 不由的笑了 毫不在意的 对身边全身都笼罩在黑袍中的刑老说道 呵 刑老 这龙国门阀的力量 真是不弱呀 这边就集结了七大天王 二十多尊战神啊 刑老也笑了 笑着点头说道 嗯 是挺不错的 这些力量若是入驻大厦国战部 拉到域外战场上的话 那大厦国的日子会好过很多的 萧天策点头说道 嗯 是啊 可惜这些人不去啊 大厦国战部的前辈们 在前线被打残打死的 这些人却在境内安享太平啊 刑老 说真的 我很恶心这些人啊 刑老笑道 那就杀了他们 不就行了 萧天策 你别太猖狂了 你们才两个天王 十一尊战神 真的以为今天吃定我们了 真是不知死活 既然你非要找死 那我们今天就成全你 是你自己要来的 今天就算我们杀了你 龙战国也不会说什么 欧阳靖眼神冰寒的 对着萧天策怒吼道 多少年 多少年了 没有人敢如此挑衅 他们九大门阀的威严了 龙国建国以来 萧天策这是第一个 司徒浩然也摇头叹了口气说道 可惜了 我们本不想跟大厦国战部撕破脸 但你们非要来 门阀尊严不可辱 所以今天你们就留下吧 下一刻 萧天策听到这两大门伐伐主的话后 都被逗得大笑了起来 下一刻 萧天策笑容收敛 无比嘲讽地看着他们缓缓说道 谁 跟你们 说 只有邢老是天王了 轰 轰 随着萧天策话落 顿时他跟邢老身上 同时迸射出一股黄极后期巅峰的气息 黄极的气息直冲云霄 邢老也嘲讽地笑着说道 一群连域外战场都不敢去的井底之蛙把了 这种程度的势力 在域外战场上也算不了什么 连尊黄极都没有 还自称门伐 真是可笑啊 萧天策点头道 嗯 那就涂了他们吧 邢老笑着点头道 好 而这一刻 萧天策邢老对面的两大门伐的强者 尤其是两大伐主 脸色瞬间大变 下意识地大吼而出 不可能 你们是黄极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黄极 这不可能 这一瞬间 刚刚还不可一世地 叫嚣着门伐尊严不可辱的两大伐主 身上的冷汗全都流了下来 原来对方根本就不是天王 而是比天王级 要强大得多得多的黄极 真正的黄极 盖世巨拨 第159章 那么 还有吗 第一刚 轰 下一刻 欧阳门伐的驻地深处 突然传出了一声巨响 下一刻一道身影 从后方冲出 冲出后 就以着极快的速度 向着远处逃窜 那是欧阳门伐的大长老 有着天王巅峰实力的大长老 他刚刚感受到 外面两尊黄极的气息后 就不敢再犹豫了 如果是一尊黄极强者 他们门伐联合司徒门伐 还能够抖一抖 但现在两尊黄极连妹而来 他们挡不住的 嗯 还有一尊天王巅峰 呵呵 不过 逃得了吗 在欧阳门伐的那位天王巅峰的长老逃窜的时候 山谷口的行老淡淡的笑了一下 随后 他的身影就消失不见 在出现时 已经到了那位疯狂逃窜的长老身后不远处 下一刻 随着一声淒厉的惨叫声传出 欧阳门伐的那位长老就已经陨落 而几乎是同一时间 萧天策的身影也动了 几乎是瞬间就出现在了 欧阳靖跟司徒浩然身前 连续庶掌拍出 欧阳门伐跟司徒门伐的七尊天王级强者拼命阻挡 但还是一瞬间 就被萧天策打死了两个 嗡 下一刻 萧天策的身影又回到了他之前站立的地方 而此刻 欧阳靖跟司徒浩然虽然没死 但也差不多了 萧天策的笑了下 倒是有点东西 不愧是门阀的法主吗 你们两个虽然只是天王后期 但战力居然都能堪比普通的天王巅峰了 接我一掌居然没死 哼 不过你们两个还能再接一掌吗 嗯 萧天策冷笑着 一边说着 又一边抬起了手掌 饶有趣味的看着欧阳靖跟司徒浩然 当然之前他也没有权力出手 逃 下一刻 欧阳靖司徒浩然身边的那二十多号战神级强者 脸色狂变 自己这边七位天王级强者 瞬间就被斩杀了两尊 剩下的五尊也是身受重伤 而且 他们门阀中的大长老也已经毙命 而此刻那位击杀了他们大长老的全身 都冗罩在黑袍中的皇级强者 也已经赶了回来 一时间 二十多号战神强者心中 全都胆寒无比 哦 还有你们这些垃圾 欧阳靖跟司徒浩然 还可以多活一会儿 你们就算了 下一刻 萧天策看向了那些准备逃亡的战神 随后眼神一寒 手掌隔空拍出 赶回来的刑老也笑着说道 嗯 这些连域外战场都不敢去的垃圾 确实没什么用 留着碍眼 于是 刑老也在他们后方隔空拍出了一掌 轰轰 连续两声巨大的爆响传出 顿时欧阳门阀跟司徒门阀集结的那些战神强者 全部殒灭 他们的力量 在两尊皇级后期面前 显得是那么的弱小 根本就不可能抗衡 甚至连抵抗的能力都没有 你 你你 你到底是谁 我们赔罪 我们赔罪 可否 欧阳靖此刻害怕了 是真的害怕了 脸色惨白 嘴角流着鲜血 对着肖天策问道 肖天策笑着说道 哦 看来 你们门阀的情报也不行啊 你想知道 我是谁吗 嗯 看在你要死的份上 我可以告诉你 我是域外战场天神殿 店主 肖天策 满意了吗 欧阳靖跟司徒浩然 脸色再度狂变 两人心中的恐惧在这一刻 已经攀升到了极致 正所谓人的名书的影 域外天神殿殿主杀伐无双 在域外战场上的名声 完全就是杀出来的 而且前不久 他们还听说 天神殿主一夜 图了抑郁联盟88座据典 更是追杀了一尊 黄极后妻一天一夜 最终在对方不断求饶的情况下 才饶了对方一命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 天神殿主 有着击杀黄极后妻的实力 这里指的是击杀 而不是击败 天 天神殿殿主 这一刻 欧阳靖跟司徒浩然 全都绝望了 之前他们九大门阀 曾经开过一次门阀议会 就是针对天神殿 做的一些安排 他们各大门阀 最终商讨的结果就是 天神殿不可招惹 天神殿麾下 其余力量无所拒 但天神殿殿主 他们推演的结果 却是没有任何的信心 而且天神殿 作为域外战场上 成长起来的势力 是自然不受 龙国战部规则的限制的 所以 那一次的门阀议会 他们九大门阀 做出的最终决定就是 万万不可招惹天神殿 但现在欧阳静跟司徒浩然 却怎么也没想到 唐家唐运的那个儿子 就是天神殿殿主 五年前 燕京顶级豪门肖家的 那个弃子 这一刻 欧阳静跟司徒浩然 心中后悔到了极致 天 天神殿主 我们真的不知道是您 我们九大门阀赔偿可以吗 我们愿意用海量的资源 赔偿唐家的损失 可以吗 司徒浩然 恐惧无比的 对着肖天策说道 肖天策没有搭理他 而是对着他们身边剩下的那三尊 重伤的天王拍出了一掌 顿时那三尊重伤的天王 就被拍飞了出去 倒飞出去后 跌落到了三米远的方向 下一刻 肖天策对着身后的龙野 以及十大战神巅峰说道 你们 三四个一组 杀了那三尊天王 去 天十一等人闻言 二话没说 就对着那三尊重伤的天王冲了过去 他们明白肖天策的意思 就是为了让他们练兵 重伤的天王 基本是没有能力 击杀他们三四尊战神巅峰的联手的 于是下一刻 天十一 天十二 天十三 三尊最强大的战神巅峰 组成一组 冲向了气息最强大的那个天王 此刻龙野 也是被肖天策这天大的手笔给震撼了 他现在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天神殿在域外发展的那么迅速了 就以着肖天策这种练兵的手段 为了让手下晋级 直接重伤三尊天王 去给他们当陪练 那天神殿的势力 发展能不快吗 不过下一刻 龙野也对着一尊重伤的天王及强者冲了过去 拿天王练手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而且 这还是生死搏杀 龙野内心深处 有着一股火在燃烧 很快 他就会同天十八 天十九 天二十一起 去为杀一尊重伤的天王了 而欧阳靖跟司徒浩然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却一句话都不敢说 因为今是今日 他们两大门阀 还能否继续存在下去 都是很难说的事情 而随着天十一 龙野他们练兵 萧天策也就没有再出手了 有他跟刑老在一边压阵 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萧天策也不说话 就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 刑老也是一样 时间慢慢流逝 很快五分钟过去了 十分钟过去了 随着三生极度不甘心的怒吼传出 欧阳门阀跟司徒门阀 那重伤的三尊天王 彻底陨落 天十一等人归队 他们在图过真正的天王之后 很快天十一 天十二 天十三身上的气息就轰然一阵 瞬间再度提升了一大截 达到了真正的半步天王的程度 而且天神殿的将士 是一路在狱外战场上 杀出来的实力 所以 他们的半步天王实力 要远比一般的半步天王强大 龙野身上的气势 也是轰然一阵 下一刻 一股战神中气的气息 在他身上弥漫出来 参与屠杀一尊天王之后 他也禁忌了 谢殿主 天十一等人 对着萧天策弯腰一半 萧天策点点头 没有说话 依旧在原地静静地站着 而他对面的 欧阳静跟司徒浩然两人 悄悄地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喜色 他们俩之前都暗暗地开始疗伤 虽然他们知道 他们俩就算是恢复到全盛时期 就算是再做一次突破 也不能够匹敌眼前的天神殿主 但他们俩仍就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心里还有着一丝希望 他们相信 他们家族中的人 肯定已经联络了龙国其余的七大门阀 以及龙国战部 他们俩是不能够对抗萧天策的 所以 他们俩要等 于是下一刻 欧阳静对肖天策说道 天神殿主 大人 如今我们两大门阀 已经元气大伤 可否放过我们 我们愿意赔偿 天价的赔偿 肖天策没有理会 而是看着欧阳静问道 我听说 你们之所以要对唐家下手 并不是为了要吞并唐家的财产 而是说 五年前 我母亲拿走了你们门阀的一个东西 告诉我 那个东西是什么 否则 你们俩现在就死 欧阳静文言沉默了 好一会儿后 他抬头盯着肖天策摇了摇头说道 抱歉 我们也不知道 唐女士当年带走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哼 你们就那么想死吗 肖天策眼神一寒 手上的气息再度凝聚 身上的杀鸡也再次展现出来 欧阳静跟司徒浩然脸色大变 司徒浩然赶紧说道 大人息怒 息怒 我们是真的不知道 您母亲当年带走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只知道 那东西很重要 很重要 肖天策冷笑着说道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你们怎么知道 那东西很重要 欧阳静深吸口气说道 是一座圣庙 或者是一座失落的圣庙 唐女士学究天人 聪慧无双 她居然推演出了 上古留存下来的 一座圣庙的位置 然后她去里面 带走了一件东西 而我们之所以认为 那件东西很重要 就是因为 当我们感觉到 气云一动后 我们也找到了那座圣庙 但却已经消失了 随后 我们追查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才知道 当初唐女士去过 而那圣庙之所以 会彻底坍塌 失去灵气 就是因为 那里的核心没了 被唐女士带走了 东西 肖天策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她感觉到心脏处一热 有些明白了过来 她现在也终于明白 自己母亲为何会在五年前 一次外出归来后 身体大病 当初她还以为是那个林菲林 给自己母亲下了毒 原来 是母亲去了一个圣庙 而对于欧阳静说的 她母亲学究天人的事情 肖天策是知道的 在她很小的时候 自己的母亲 就特别喜欢看书 尤其是各种古书 她母亲的学问非常之深 当年就被誉为燕京的第一才女 而当年她母亲临死前 确实给了她一个东西 一个刻有着天神殿三个字的 不知什么材质做成的令牌 而那令牌 在肖天策当年 重伤满身是血的 到达北疆事后 就诡异地消失了 后来在狱外战场上 肖天策有次胸口 被人割破的时候 她隐约地在心脏部位 看到过那个东西 母亲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当年到底又做了什么 肖天策内心喃喃道 这一刻 她心里生起了无尽的疑惑 虽然心里震撼无比 但肖天策脸上 却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说道 乱编乱造好玩吗 我母亲五年前就现实了 我也从没听她说过什么东西 欧阳靖脸色一遍说道 不可能 我们确定 只是欧阳靖还没说完 就被肖天策开口 打断了她的话 肖天策眼神一寒 缓缓说道 拖的时间够了吗 你们等的人到了吗 如果没到 我还可以再等等 欧阳法主 司徒法主 嗯 肖天策突然这么一句 顿时就让欧阳靖跟司徒浩然 愣住了 感情他们俩的心思 早就被肖天策知道了 哎 下一刻 一声苍老的叹息声传出 下一刻 欧阳靖跟司徒浩然旁边 就出现了一位 身上弥漫着天王巅峰气息的老者 店主大人果然早就发现我们了 又一个声音传出 随后一名同样有着天王巅峰气息的老狱 也从远处走了出来 嗯 哎 随后又是一声叹息 又一名天王巅峰走了出来 很快 这一片地方的空间波动起来 一名名强者走了出来 是七大门阀的人 每个门阀都派出了一个代表过来 只是这些人在出现后 脸色都是凝重至极 而这七人当中 居然还有着一位皇级强者 穿着一身白色长袍的中年男人 真正的皇级强者 身上同样弥漫着皇级后期气息的致强者 肖天策笑了 看着出现的这些人笑了 丝毫不惧地说道 门阀的底蕴果然强大 这就是龙战国不敢对你们动手的原因吗 一尊皇级后期三名半步皇级 三名天王巅峰 很好很好 下一刻 肖天策身上的气势慢慢地升腾而起 眼神冰寒地说道 那么还有吗 第160章 肖天策的霸气 第二根 即便此刻对方又赶来了那么多强者 加上原来的天王后期的欧阳靖司徒浩然 此地总共有着九大强者 只是肖天策依然不惧 别说一尊皇级后期 八大天王后期甚至巅峰了 就算是来了九大皇级又如何 肖天策心中有着绝对的自信 真要是来了九大皇级 那大不了他就不隐藏了 战力全开好了 此刻听着肖天策那毫不在意的话语 九大门法为首的那个皇级后期 深深地叹了口气 对着肖天策说道 天神殿主 这事情是欧阳他们做的不对 我们九大门法给你赔罪了 希望殿主就此把这事情接过去 肖天策笑了 毫不畏惧地说道 那我要是不呢 而且 你又是谁 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呢 那个皇级后期脸色瞬间就有些阴沉了 但此刻他判断不了肖天策的真正实力 毕竟半个多月前 肖天策在狱外战场上追杀萨摩的那一战 他们九大门法也是知道的 而此刻他正面面对肖天策的时候 却是感觉肖天策真正的是深不可测 下一刻 那尊皇级后期对肖天策说道 我叫东方穆宇 来自东方门法 是这一代东方门法的法主 天神殿主 你的气也该消了 欧阳家族 司徒家族 两个最高的战力已经死了 现在 他们两大门法中 也就只剩下他们两个法主了 肖天策眼神一瞇 对着刑老看了一眼 刑老眼中也有着疑惑 微不可查的 对着肖天策摇了下头 因为刚刚这东方穆宇说 欧阳家族跟司徒门法的最高战力都死了 但刚刚刑老明明 只杀了欧阳门法的大长老 那司徒门法的那个天王巅峰 又是谁杀的呢 肖天策心中想了下 很快一个人的身影 就浮现在了他心里 他也就明白了 恐怕是内卫下的手 毕竟他隐藏的也极深 是个十足的老鹰货 哼 肖天策也不说破 继续对东方穆宇说道 我说了 不够 还是你认为 我很好说话吗 肖天策顿了顿 看着东方穆宇说道 东方穆宇 龙战国惯着你们 那是他的事 我天神殿可不惯着你们 或者你们今天不是来了很多人吗 如果觉得不够 你们再去叫人 我在这等着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 问 东方穆宇身子狠狠一颤 一尊皇级后妻 跟八大天王后妻 或者巅峰的强者 在肖天策眼中 都是不够的 是了 自己这边的这些力量 在天神殿主的眼中 还真的就是不够的 毕竟半个月多前 肖天策在狱外战场上 杀萨魔的那一夜 其中死在他手上的半部皇级 就有三尊 别的天王跟战神 更是几十个 那一夜肖天策杀的 异域联盟那些人胆寒 同样的 也杀得龙国境内的这些势力胆寒 还要继续叫人吗 如果继续叫人的话 那就等于是九大门法 跟天神殿直接开战了 九大门法的底蕴很深 也有着外人不知道的隐秘力量 但谁能保证 天神殿没有了 这不眼前 就突然多出了一尊 全身都笼罩在黑袍中的 皇级后妻的强者吗 谁敢保证 肖天策没有后手 所以东方沐语沉默了 沉默了好久好久之后 他才再次看着肖天策说道 天神殿主 我们九大门法 愿意赔偿 天价赔偿 肖天策身子腾空而起 笑着摇头道 不够 下一刻 肖天策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欧阳靖和司徒浩然身前 欧阳靖跟司徒浩然脸色狂变 他们两个瞬间 分成两个方向疯狂逃窜 但紧接着 刚跑出去十几米远的司徒浩然 整个身子就被肖天策隔空一掌 拍得爆碎开来 天神殿主 东方沐语 见司徒门法的法主 在自己眼前被杀 他瞬间就怒了 身形一动之间 就对着肖天策冲了过去 而此刻 肖天策已经追上了 跑出去百米远的欧阳靖 下一刻 更是直接单手 捏住了欧阳靖的脖子 身上的气息 疯狂涌入欧阳靖的身躯之中 顿时欧阳靖这个九大门法的法主 就再也动弹不了了 只能被肖天策 像是掐着一条死狗一样的 拎在半空中 东方家主 救我 救我 欧阳靖恐惧急了 他拼命地对着东方沐语求救 他相信 只要东方沐语出手 就算东方沐语不敌肖天策 东方沐语也能够带着他逃走 而欧阳靖身为九大门法之一的法主 他这一生从生下来就高人一等 每时每刻都享受着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风景 享受着滔天权势带来的快感 金钱用不完 美女想要多少有多少 权势更是能够威逼龙战国 为他们做出一些妥协 所以他不想死 不想死的 肖天策听着欧阳靖求救的话语笑了 笑着对远处赶来的东方沐语说道 东方法主 这欧阳靖在向你求救呢 你赶紧出手救他 我保证 只要你出手 我就放下他 他能不能逃掉 就看他自己了 你说呢 你怎么选呢 你 东方沐语脸色大变 他刚刚本想要直接出手的 但此刻当肖天策盯着他看的时候 他突然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危机 是的 真的就是死亡的危机 我要是出手的话 会死 东方沐语看着拎着欧阳靖的肖天策 这一刻他心中生起了大恐怖 眼前的这个肖天策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强大的多的多 危险的多的多 他有种预感 他此刻要是敢出手的话 他今天绝对不能活着回去 东方兄 救我 救我 欧阳靖还在绝望的对东方沐语大吼着 此刻东方沐语也是脸色极为难看 他敢出手吗 不 他不敢的 而这一刻 不只是东方沐语 还有其余六大门阀前来支援的力量 全都不敢动弹分毫 因为此刻 在此地还有着一尊皇级后期的强者 在一边默默地站着呢 邢老眼中带着笑意 他也很期待那些门阀的强者出手 这样 他也就有了再次出手的理由了 于是 他就真的站在那 一动不动 好像就是在说 你们动手啊 赶快动手吧 去围杀店主 快去啊 邢老眼神在笑 萧天策也在笑 但这一刻 包括东方沐语在内的所有的九大门阀的强者们 却是都感觉到了胆寒 这两个人此刻 在他们心中 就是魔鬼 在故意引诱着他们出手的魔鬼 毕竟此刻 他们代表着龙国的九大门阀 九大门阀联合起来的力量 还是很强的 又是一个龙国战部的力量集结体 所以 这种势力要是开战的话 就得有个理由 而此刻 他们若是出手 那就是大战的理由了 此刻这些人心中毫不怀疑 只要他们敢出手的话 那他们今天就绝对活着 走不出这个山谷 萧天策笑着舔了下嘴角 捏着欧阳靖的脖子 对东方沐语说道 东方法主事吧 三 二 东方沐语身子狂颤 被萧天策踢着的欧阳靖 此刻恐惧到了极致 疯狂地对着东方沐语求救 但东方沐语就是停在原地 一动都不敢动 一 下一刻 萧天策冰寒地 喊出了最后一个字 随后咔嚓一声脆响 欧阳靖的脖子就彻底断了 欧阳靖身死 萧天策像是扔垃圾一样的 把欧阳靖的尸体扔到了一边 哼 别说我 没有给你考虑的机会 萧天策杀了欧阳靖后 冷笑着对东方沐语说道 东方沐语狠狠地咬着牙 下一刻他停在半空中的身形一动 就向着欧阳靖的尸体冲去 一带门阀法主的尸体 还是要好好安葬得好 但就在他快要冲到欧阳靖身边的时候 欧阳靖的尸体突然爆成了漫天的血污 东方沐语下意识地躲开 但还是没有躲掉全部 那一尘不染的白色长袍上 顿时就沾染上了一些血迹 天神电竹 下一刻 东方沐语猛地转身 对着萧天策一声大吼 萧天策冷冷地看着他 身上的气势滔天而起 眯起了眼睛 下一刻 萧天策盯着东方沐语缓缓说道 有事 我 东方沐语嘴巴张得大大的 他心中狂怒 想要爆发 但此刻当萧天策身上的气势 声腾而起的时候 瞬间他就不敢了 他这才猛地回过神来 眼前这个存在可不是善差 而此时此刻 行老笑了 抬头笑着看着停留在半空中的东方沐语 淡淡地说道 龙爷 去找几条野狗过来 这两大伐主的身体 也都是从小吃天才地宝长大的 可不能浪费了 东方沐语文言 身子再次狠狠一颤 是了 此刻天神殿的两个志强者 都在集他出手 但是他敢吗 他真的敢吗 这一刻的东方沐语 他感觉 他自己就像是一只 被两个凶残的猎人盯上的猎物 这一刻 东方沐语胆寒了 此地剩下的那六大门伐中的强者 也都胆寒了 这就是天神殿 这就是天神殿 殿主的行事风格 他们之前没有去过域外战场 没有经历过域外战场上的残酷 都是在门伐内修炼出来的 但此刻 当他们第一次真正去面对 从域外战场上 一路杀出来的志强者的时候 他们连出手的勇气都没有 不敢 是的 就是不敢 这一刻 萧天侧霸气无双 一句有诗 就下的七大门伐 一尊黄疾后期 三尊半步黄疾 三尊天王巅峰的强者不敢开口 不敢说话 此刻萧天侧近了于半空 霸气无双 你若站 那变战 你敢站 那就死 就是这么的霸气 哪怕对方是 屹立于龙国大帝多年的九大门伐 又如何 下一更十点左右 明天后天也是三更 周六恢复四更 这几天调整下